第121章 不会是娘抱你过来的吧 乔思把赵元明抱到林俊辉房间去了 床上还有一个睡得横七竖八的小平安 看他睡得香甜 乔思没有打扰他 把怀里的赵元明放在另一边躺下 然后给他在肚子上搭了一条被子 一米五的床横着睡也能睡得下 做完这些 乔思从房间里出来 到了院子 李沈还仰着头八卦地盯着乔思 笑盈盈的 咋回事 你怎么把赵元明抱回家了 部队都把这件事压下去了 乔思也不好多说 想了想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李沈看乔思明显不想多说 只得笑笑把头伸回去了 他是不信陈沈子家能好好对赵元明的 之前就有风声传出来说不给赵元明上育儿所 拿了人家赵斌这么多抚恤金 连上育儿所那点钱都不舍得出 陈沈子这人还真能做得出来 赵元明在他们家肯定不好过 不会林副团长家要收养赵元明吧 之前林副团长就报了名额要领养的 可是陈沈子舍得放弃赵兵的抚恤金 不可能 李沈赶快摇了摇头 陈沈子这人进了他的口袋的钱 不可能还能抠得出来 平安揉揉眼睛 然后伸个懒腰 却发现一只手打到什么东西 他闭着眼睛摸了摸 是温热的 是爹回来了吗 不对 爹的手没这么小 他马上睁开眼睛看过去 突然对上一张熟悉的脸 元明哥 你怎么在这里 平安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随后马上坐了起来 赵元明跟着也慢慢坐起来 他醒来有一会了 醒来就发现自己 睡在这里了 他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心里有点不知所措 他记得 他是在柴棚地上睡着的 怎么醒来 会在平安的床上呢 他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还有点不自在 平安睡得这张床很干净 被子上还有淡淡的香味 他身上又臭又脏的 他怕他把床上的被子弄脏了 我也不知道 我醒来就在这里了 平安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不确定道 不会是娘抱你过来的吧 赵元明抿着唇眉说话 一直呆呆看着平安 走 我们找娘问问 平安率先下了床 然后穿上鞋子 赵元明看到平安下了床 他也跟着下了床 两人一前一后 从房间里跑出来 在屋里找乔斯 乔斯正在院子里摘菜 准备晚饭吃 看到屋里跑出两个小不点 笑着说道 都睡醒了 哎 刚摘的杨世子 一人一个 自己到水龙头那洗干净再吃 平安迈着小短腿 来到乔斯跟前 笑着伸手 从乔斯手中接过杨世子 赵元明还站在原地 他愣愣看着乔斯 也不说话 乔斯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叹了口气 把杨世子拿在手上 往前递了递 元明 来啊 平安都拿了 剩你了 别怕 平安走到水龙头处 听到乔斯的话 他回头看了看赵元明 喊道 我娘叫你了 你快去拿 赵元明看了看平安 又看向乔斯 过了一会 才迈着腿 一点点靠近乔斯 乔斯拿着杨世子 维持着向前递的动作 耐心等着赵元明走过来 赵元明走过来后 先是看了一眼乔斯 才从他手上接过杨世子 完了还轻轻说 谢谢阿姨 乔斯愣正过后 温柔地笑了 这孩子挺礼貌的 不用谢 去吧 跟平安一起玩 等吃了晚饭后再回去 赵元明想了想 点头 然后拿着杨世子 转过了身 随后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笑容 这才大踏步往平安走去 乔斯看着两个小步点 在水龙头洗杨世子 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下午 林军辉提前回来了 他想到中午说好 要回家找乔斯的 没想到部队有事没能回来 他踏进院子 看到乔斯坐在水龙头这里 正在洗东西 便歉意说道 乔斯对不起 中午有战有肘 我就没回来 乔斯看了他一眼 就收回视线了 他都忘记这件事了 他居然还记得 于是说道 没事 不是什么大事 不用道歉 说完 他皱起眉头 夫妻间别说谢谢和对不起 听着别扭 林军辉目光深深看了一眼乔斯 轻轻嗡了一声 嗯 下次改 进了屋 突然看到在自家屋里玩的赵元明 林军辉神色一顿 随后他转头 看向外面在洗菜的乔斯 他嘴角微钩 放下军帽 走出来洗手 赵元明怎么在我们家 林军辉问乔斯 乔斯洗菜的动作不停 看到他没地方睡觉 就带回来了 对了 你去把锅里烧好的水倒出来 给他洗个澡 我看他应该好几天没洗澡了 回到陈沈子家 恐怕也没人给他洗 正好你回来 你给他洗洗吧 行 我这就去 林军辉动作麻利地洗了手 拿着筒进了厨房 乔斯已经烧好了一大锅热水 看到有这么多水 两个孩子一起洗也够了 于是又拿了一个筒进去 完了后 直接往屋里的两个孩子喊道 平安 你带着元明一起出来洗澡 平安一抬头 才发现他跌回来了 刚刚他玩得太投入了 爹 你回来了 顿了一下 愣愣道 洗澡 说完他看向赵元明 想到他之前要到河里洗澡 去河里洗澡 既不安全路又远 在自家 洗事最好的了 于是惊喜地看向他爹 元明哥也可以在我们家洗澡吗 对 你先去找衣服 顺便把你的衣服拿一套给元明穿 太好了 我去找衣服了 我要跟元明哥一起洗澡 哈哈 平安马上从席子上爬起来 冲进了房间 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特别高兴 能跟赵元明洗澡 乔思看到这一幕 很好奇 平安是怎么和赵元明玩到一起的 有时间 他要好好问问平安才行 赵元明在林俊辉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只是他有点害怕 不敢说话 这回听到林俊辉说 要给他洗澡 坐在一边窃窃看着林俊辉 叔叔 我不用洗澡 别让平安拿衣服了 林俊辉正挽着衣袖 听到这话 看了过来 想了想才到 没事 你没看到平安这么高兴 能和你一起洗澡 听到这话 赵元明没再出声 平安喜欢一起洗 那就一起洗吧 只是他身上脏 想到这 他脸上微微泛红 那我就穿回我自己的衣服 不用穿平安的衣服 不碍事 平安有套衣服 当时是做大了的 可以给你穿 要是平时平安洗澡 林俊辉把水提进去就出来了 平安现在都是自己洗的 隔几天帮他洗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今天赵元明身上比较脏 让他自己洗肯定是洗不干净的 一大两小站在浴室里 浴室一下子显得狭窄起来 林俊辉让平安自己洗 他则开始帮赵元明 从头到脚洗了一遍 洗出来的水都浑浊发黄的 但是洗完后 赵元明一身干爽多了 身上还有淡淡的香皂香味 他都不记得 他有多久没用过肥皂洗澡了 赵元明身上穿的是 之前乔思脸平安做的衣服 小孩子长得快 乔思就给做大了一个马 这回赵元明穿着尺码正好 等他们从浴室出来 乔思菜也煮好了 他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第12章 让他在这住几天 今天正好用煤炉炖了野鸡汤 又做了红烧肉 还有一个蒜桢炒青菜 乔思还蒸了一碗鸡蛋羹 淋上花生油和酱油 光看着就特别好吃 吃饭了 林俊辉还在给赵元明擦头发 擦完又摸摸平安身上的水 是否擦干了 他收起毛巾 直接进了厨房 看到乔思正从锅里端鸡蛋羹 盲说道 烫 我来吧 乔思转身看了一眼林俊辉 其实他是不怕烫的 但是既然林俊辉都这么说了 乔思便把位置让了出来 他走出去盛饭去了 赵元明眼睛一直在看林俊辉和乔思俩人 完了 他又看向平安 眼里充满了向往 要是能在这里生活 该多好啊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部队把他给陈婆婆家养了 平安真幸福 爹娘都这么好 他们家也不吵架 不像他爸妈一样 爸爸只要一回家 妈妈就会吵起来 平安家要比他爸爸妈妈家 还要好很多很多 这里简直是天堂 可是这里不是他的家 他垂下眼眸 掩饰眼底的情绪 等他围着桌子坐下时 看着桌上的菜 他眼睛瞬间瞪大了 有肉 好多肉 还有鸡蛋羹 他不记得多久没吃过肉和鸡蛋羹了 以前妈妈就很少给他做的 在陈婆婆家就更加不用想了 油也不给他吃 他知道肉贵 平安对他这么好 看着碗里的白米饭 赵元明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吃饭的时候 他拿着筷子就一个劲的扒饭 菜碰都没碰 乔思注意到 赵元明只顾着扒饭不加菜时 伸手给他加了几块油汪汪的红烧肉 又加了青菜到他碗里 这孩子也太瘦了 要补补才行 别光顾着吃白米饭 要加菜 阿姨加菜做足了的 够吃 想吃什么就加什么 说着又把鸡蛋羹给两个孩子分了 谁知赵元明听到乔思说的话后 眼眶开始泛红 接着泪水就一滴一滴往下滴 林俊辉看到这 吃饭的动作停了下来 乔思发现林俊辉的异常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就看到赵元明在掉眼泪 怎么了 好好的 怎么哭了 赵元明低着头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轻声说道 阿姨 你们给我真好 陈伯伯说我客死了爸爸 是扫把心 吃饭都是浪费粮食 赵元明说话声音有点哽咽 林俊辉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阴沉起来 呜 阿呜 陈伯伯坏 欺负元明哥 呜 完了 两个孩子都哭了 平安怎么跟着也哭起来了 乔思看了一眼林俊辉 示意他去哄儿子 然后他自己则伸手 给赵元明拍拍后背 然后又摸摸他的头 轻声哄道 别哭 部队会重新给你找个家的 咱不要再陈婆婆家了 到了新家就有饭吃 有床睡 不会有人骂你了 你才不是扫把星 你是平安的好朋友 好兄弟 你们都是新中国的未来 以后长大了 要报效祖国的 你爸爸的死 不管你的事 是敌人太坏了 你爸爸是烈士 是我们的大英雄 你应该为你爸爸感到自豪才对 所以 你爸爸的死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别哭了 赵元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他愣愣看着乔思 他发现 待在这里好温暖 好安心 平安妈妈好温柔 平安爸爸虽然看着很严肃 但是会帮他洗澡 林俊辉抱着儿子哄 正给平安擦眼泪水 听到乔思这番话 突然抬头看向他 静静看了好一会 那双桃花眼里 满是深情和感激 这时候的他 身上散发着七彩的光 能娶到他 是他的幸 这辈子他不放手了 他是他的妻 他孩子的娘 多好 真的是这样吗 赵元明眼里还挂着泪水 蜥蜴地看着乔思 当然你是最棒的 平安看到乔思说 赵元明是最棒的 平时娘都说他是最棒的 他听到这里 不禁不满出声了 娘 你不是说平安 才是最棒的吗 你骗人 乔思不禁玩耳 笑着说 你们两个都是最棒的 哄好人后 两个孩子都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吃饭 虽然乔思这么说了 赵元明还是不太敢生筷子 乔思也知道 让他自己夹 恐怕是难了 他只得在一边留意着 等他碗里没菜了 就给他夹 有时林俊辉看到 也会给他夹几筷子菜 吃完碗里的饭 赵元明几乎也饱了 乔思又给他盛了一碗汤 碗里放了一个鸡腿 两个孩子 一人一个正好 这天晚上 赵元明是这几个月以来 吃得最舒服 最好的一顿饭了 白米饭很香 肉和菜也很好吃 乔思本来等赵元明吃过饭后 就准备把他送回陈婶子家的 但是看着孩子和平安两个 玩在一起的身影 还有刚刚发生的事后 他不太想送了 他拉过林俊辉 走到沙发坐下 赵元明的事 你们部队商量出结果没有 林俊辉看着乔思 刚刚拉他的手 眸光微微一闪 可惜现在 他已经收回手了 问你话呢 你别发呆啊 部队还要查 等查到和连长他们家 对赵元明虐待的时候 给他再找个人家收养 林俊辉看看乔思 明明纯 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还查 这么点事还要查多久 左林右舍一问不就知道了 乔思不满道 赵元明听到乔思和林俊辉的对话 目光静静看着他们 等乔思的目光看过来的时候 他赶快转回头 装作和平安玩起来 乔思正好看到他这个动作 明明纯轻叹 他现在应该很没有安全感 对身处的环境 特别警惕敏感 那他今晚怎么办 送回陈婶子家 到时别又被欺负了 我都不忍心送 吃饭现在应该会给他吃 睡的地方应该也有 会不会被打 就很难说了 但是好脸色是没有的了 恐怕比以前更甚 其实 赵元明现在的处境 真像乔思想的一样 每天不会饿肚子了 陈婶子家吃饭的时候 会另外给他盛饭菜出来 让他单独吃在厨房吃 睡觉也可以到房间睡了 就是只能睡在地上 打是不打了 但是何鸿峰会暗地里推他 有时甚至还会故意弄翻他的饭菜 让他吃掉在地上的饭 骂也不骂了 但是没有一点好脸色 以前他还敢回去 现在都不怎么赶回到那个屋了 这两天对他都是冷嘲热讽的 他听着 看着很不舒服 那就别送了 让他在这住 应该过两天就有结果了 林俊辉看着眼前战友的遗孤 他对不起战友 想到赵兵受伤时 对他说的话 他心里像挣扎一样 第123章 不愿意退赴续经 乔思看到那边跟平安玩在一起的赵元明 拒绝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若他真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这孩子听到 必定要多想 林俊辉之前就想领养赵元明 心想 算了 两天就两天吧 希望部队的动作能快点 别再等了 找个靠谱的人家 这样 孩子就不用受罪了 行 再没找到下一个受养家庭 就先在我们家住着吧 林俊辉心里高兴 从上一口袋 掏出几张票据来 递给乔思 乔思疑惑伸手接过 仔细一看 看清楚是什么后 他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 啊 你真的换到了呀 乔思知道 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他居然这么快就拿到了 看来费了不少功夫 咦 怎么还有一张收音机票 乔思拿在手上仔细看过 确实是一张收音机票 这是收音机票 我看到战友正好有 就拿过来了 你平日里在家无聊 可以听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不等乔思问 林俊辉就说了 其实这张收音机票 他是叫军校同学谢海峰找的 一个月之前 他就打电话给谢海峰说了 今天下午刚好收到票 看着他高兴的模样 林俊辉觉得这张收音机票特别值 这晚 赵元明是和平安和林俊辉睡的 本来乔思想叫平安跟他睡 但是平安不愿意 三个人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床上 乔思不知道 他们是否能睡好 反正有林俊辉在 他会安排的 次日早上 乔思起床的时候 平安和赵元明 已经在客厅玩起来了 锅里煮了粥 还煎了鸡蛋 炒了肉末豆角 平安一看到乔思 马上叫道 娘 今天爹带我和元明哥去跑步了 看他那高兴的样子 乔思不惊玩耳 看来平安对赵元明 是真的喜欢 是吗 跟你元明哥一起跑步高兴吗 高兴 阿姨早上好 旁边一个窃窃的声音响起 乔思抬眼看过去 还别说收拾干净 这孩子看着好多了 武官看着以后长大后 也是个帅哥了 这孩子真有礼貌 看着他胆怯的样子 乔思轻笑吻 小明早上好 昨晚你林叔叔有没有跟你说 这几天就先住在平安家 等找到新的家庭 你再搬过去 赵元明点头 轻声说 说了的 行 那就好 那你就和平安玩吧 乔思在洗漱的时候 突然想到 赵元明留在 陈沈子家的行李来 所以 等他洗漱完的时候 乔思进屋 就找到了赵元明 小明 你放在陈仆不家的东西 还要回来吗 赵元明没说话 先是想了想 随后微微点头 要的 有衣服 行吧 乔思吃过早饭 拉着赵元明和平安就出了门 一大两小 直奔陈沈子家 到了他家 乔思毫不客气 大力拍起门来 屋里剩下陈沈子和孙子 何鸿峰在家 听到拍门声 陈沈子骂骂咧咧的 从屋里走出来开门 谁啊 这么大力拍门 坏了你赔啊 催命似的 门一开 看到乔思站在门外时 陈沈子马上住了嘴 但还是没什么好脸色 看他那拉长的脸 好像别人欠他钱似的 你跑来我家干什么 小明 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拿出来 阿姨在门口等你 要帮忙你喊一声 乔思对着身后的赵元明说道 陈沈子这时候才发现 乔思身后 还跟着两个小尾巴 当对上赵元明时 脸色一下子黑了起来 白眼狼 带着人上家里来捣乱 白养你这么久 听着这话 乔思皱紧的眉头 不要得寸进尺 你手上那笔钱是怎么来的 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 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乔思冷冷看着陈沈子 露出一抹轻蔑的笑容 陈沈子神色一噎 对上乔思 他总是有心无力 怎么吵都吵不过他 这笔钱 确实是因为这个扫把心 才得到的 他无奈地把门口让出来 赶快收拾 反正钱已经到他手上了 人走了他求之不得 最后 赵元明用一个小布包 就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出来了 回到家 乔思翻了翻赵元明的东西 基本都是一些衣服 很多应该都是他父母之前给他买的 衣服看起来都挺好的 没有补丁 但是衣服有点脏 几乎都要洗一遍才能穿 翻着翻着乔思就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只有夏天的衣服 没看到有冬天的厚衣服 乔思皱起了眉头 不会是被陈沈子拿走了吧 这时候的衣服面料都贵 特别是冬天的棉衣 里面都有棉花的 小明你冬天的衣服没有吗 乔思直接问了出来 赵元明看过来 轻声回道 我妈妈拿走了 乔思不敢相信 赵斌媳妇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连儿子冬天的衣服都拿走了 这还是人吗 赵元明看着乔思一件一件 帮他把衣服收拾好 然后拿出去洗 他坐在屋内有点局促不安起来 他看了看平安 想了想 轻轻碰碰平安 平安 你先自己玩一会 我去去就回来 平安点头 看着赵元明走出了屋 这才收回视线继续玩 屋外 乔思正在洗刷衣服 突然一双小手伸入盆中 乔思侧头就看到赵元明的身影 咦 我来洗吧 赵元明轻声说 乔思忙说 不用 你去跟平安玩吧 这点衣服 一两下就洗了 看着赵元明回屋的身影 乔思才想起来 以前他在陈婶子家 是要洗衣大家子的衣服的 心里不禁叹了口气 下午 突然接到传话的河连长 心里有点不安 这段时间赵元明的事 他也听母亲说了 而且 赵元明不知为何 居然和林副团长的儿子 走得这么近 这小子 这一下是有人撑腰了 程师长这回突然找到他 会不会就是因为赵元明的事呢 昨晚这小子就没回家 这回不知道人去哪里了 家里也没人去找他 早知道程师长会找他 昨晚就出门去找找了 他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来到程师长办公室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果然是因为赵元明的事 其实他知道 他们家对赵元明不好 但是这件事 母亲说没事的 他也就随了母亲 从小到大 家里一切大小事物 都是母亲说了算 这件事自然也是母亲做主 以往的事情 无论多难 母亲都摆平了 没想到这件事 却出了问题 还以为安静了两天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 部队竟然决定给赵元明 重新找个家庭收养 程师长找他 是让他把赵兵的抚恤金 还回来的 赵兵的抚恤金 是他们家拿了 钱在母亲手上 况且他母亲的为人 他这个当儿子的是相当清楚的 到了他手中的东西 不可能再拿出来 更何况是钱 还是这么大的数目 第124章 程师长被弃得进医院了 傍晚 何连长一到家 就把这件事 跟陈婶子说了 陈婶子一听 马上吼道 不可能 又不是我不养 是他们要把人领走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们家不是还养了他几个月 怎么能把钱退回去呢 果然 何连长没有一点办法 从小到大 在母亲的教导下 让他形成了 不敢忤逆母亲的习惯 母亲他怕 程师长他也怕呀 他家在中间很是为难 何连长回到程师长办公室 支支吾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程师长看着这样的下属 满脸失望 别婆婆妈妈 到底怎么样了 程师长不好意思 我娘不愿意把赵兵的抚恤金拿出来 我娘不愿意 我也没办法 不是 你连赵兵的抚恤金都吞 你良心过得去吗 你跟你娘说 赵元明你们又养不好 这钱必须得拿回来 看到程师长发怒 何连长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只得先硬下来 那行 回去我一定跟我娘说 叫他尽快把钱拿回来 程师长头又开始痛了 他左手撑着头 眉头紧皱 右手对何连长轻轻挥了挥手 示意他可以走了 何连长松了口气 出办公室的脚步都松快了不少 脸上纠结的表情都散去了 但是在走回家的路上 他又愁眉苦脸起来 他要怎么说服他娘 把赵兵的抚恤金退回部队呢 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何连今天正好放假 他看到他哥的样子 不禁问道 怎么了 吃苦瓜了 脸皱成这个样子 看到何连 何连长突然双眸发亮 激动的伸手抓住何连的肩膀 小连 帮哥一个忙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何连嫌弃地看着他哥 伸手就把他哥的手打掉了 何明朝屋里看去 问何连 娘在不在家 家里没人 就我在 何连刚到家 厂里没什么活作了 今天下午不用上班 所以他就提前回来了 听到这 何明松了口气 小连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娘 让他把赵连长的抚恤金 退回给部队 正在喝水的何连突然看过来 惊讶到 为什么要退回去 部队说 我们家带不好赵元明 现在要重新给他找个家庭 凭什么要退 他不是在我们家住过几个月 住过就得花钱啊 城市长说 务必要退 你跟娘说说好不好 不好 不退 我支持娘的 都入我们家了 为什么要退 这么多钱 你笨啊 找个借口推掉就是了 那可是三千多块钱呢 你一个月才多少补贴 能顶你好几年的工资了 何连一脸美好气地瞪着他哥 真是笨得可以 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 陈婶子出现在门口 对 你妹说的对 又不是我们不养 是他们不给我们养 门一把推开 陈婶子走进屋内 他刚刚已经在门外待了一会了 将刚刚兄妹两人的对话 听在耳内 儿子是真的笨 有钱还往外推 还是女儿向他 他欣慰地笑了 不怀是他女儿 跟他想的一样 就不退 到了他口袋的钱 别想往外拿 打死也不退 何连没想到娘回来了 听到妹妹和娘都坚决不退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两边都难办 一个是部队领导 一个是自己亲娘 他想着想着 开始也觉得 他娘和妹妹说的有点道理 钱都到他们手中了 又不是他们不养赵元明 是部队 要把赵元明领走的 赵元明他们家 继续养着就是 以后对他 好一点就可以了 那娘 以后咱们 对赵元明好一点 好不好 陈婶子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行了 知道了 想到这里 何明突然就自己想通了 出门的时候 他突然又停了下来 这时他不好出头 他看向母亲 娘 这是我再出面不太好吧 要不你去跟城市长说 陈婶子那双绿豆大的眼睛 看过来 想想觉得也对 儿子在部队做连长 如果这是他出面 确实影响不好 这么多年了 儿子也该升营长了 如果传出什么不好的 受了影响 那不就亏大了吗 想到这 陈婶子爽快地答应了 行 我去找城市长 这时候的陈婶子 压根就没有 把上次乔思警告 他的事记在心中 这时候的他 满脑子想的 都是那三千八百块钱的巨款 剩下的 就是儿子升营长的梦想了 在部队 军官的职称越大 权力就越大 在外面说出来也有面子 这铁饭碗可不能丢了 和明远远跟在陈婶子身后 往部队走去 当天傍晚 王杰匆匆忙忙赶到乔思家 一进院门看到乔思 他就把来一说了 嫂子 老大今晚不回来吃饭了 他让你们不用等他吃饭 乔思诧异 有什么事吗 我能知道原因吗 在部队也住了这么久了 林郡辉还从来没有突然说 有事不回来吃饭的 乔思就多嘴地问了问 王杰想了想 觉得这是告诉乔思也没什么 于是说道 陈婶子和师长吵起来了 师长被气得晕死过去了 老大在军区医院照顾师长呢 为什么要吵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 王杰看着远处玩耍的赵元明 压低声音说 陈婶子不愿意把赵连长的抚恤金退回来 跑去部队找程师长理论 这不就把程师长气着了 直接晕过去了 给送医院去了 听到王杰的话 乔思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这就怪不得了 陈婶子本来就是那种 胡搅蛮缠的性格 就是没理也能说出三分里来 就算是这样 程师长也没有这么容易 就晕死过去吧 难道身体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 乔思突然想到 书中提到过的 程师长是因病去世的 他去世的时间正好是两年后 是什么并没说 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了 乔思若有所思起来 想着要不要抽空给他看看呢 嫂子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 听到王杰要走 乔思马上回过神来 把人叫住了 他看了看四周没人 压低声音 在王杰耳边说了两句话 王杰听到乔思的话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嫂子 还是你有办法 我这就去找老大 把这办法给老大说 嗯 去吧 乔思笑着和他道别 王杰几乎是一路 跑着去军区医院的 此时 军区医院五楼的病房里 这里除了林俊辉 孙政委也过来了 孙政委那嘴 一直像机关枪一样 哒哒哒说个不停 你说 你这不是自找的 陈沈子这人 是讲道理的吗 你就不知道 把他赶走 程师长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听着孙政委的话 一脸无奈 事情还没解决 怎么能赶走呢 你看 不赶走 你都被他 气得进医院了 明知身体不好 还对这种无理取闹的人 讲道理 讲得通吗 程师长张了张嘴 不知道要说什么 孙政委这张嘴 他一直就没有说赢过 好了 孙政委 程师长这才刚醒过来 你就别再刺激他了 让他好好休息一会 林俊辉看着两人 真要吵起来了 马上拉架 这时候再说这些 已经没用了 行了 你好好休息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剩下的是我来处理 这个陈沈子 确实让人头痛 简直是个泼妇 第125章 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王杰赶到医院的时候 正好看到孙政委 从病房里走出来 他差点就撞上去了 幸好他及时停下来了 这么冒冒失失的干什么 这里是医院 跑这么快的马 孙政委 不好意思 我有急事找老大 王杰对他行了个军礼后 推门就进病房去了 门一推开 王杰就看到 老大和程师长 同时看过来的眼神 他先向程师长 行了个军礼 然后又对林俊辉行了个军礼 程师长看到不是孙政委 松了口气 林俊辉看到是他 问道 怎么了 你嫂子没说什么吧 王杰压下激动的心情 马上上前两步 附在林俊辉耳边 把乔思说的法子说了出来 林俊辉原本是坐着的 听到王杰的话 马上站了起来 严肃的脸露出一抹惊喜和意外 真是你嫂子说的 王杰站直了身体 郑重地点了点头 对 是嫂子说的 程师长看着两人 在他面前说悄悄话 神色不满了 你们在这咬什么耳朵 居然还不给他知道 师长 想到办法了 王杰 你先在这里照看着师长 我去找孙政委 林俊辉说 王杰马上行个军礼应道 保证完成任务 林俊辉得到应允 转身出了病房 去追刚离开医院的孙政委 追出好一段路后 林俊辉远远的 才看到孙政委的身影 次日上午 孙政委一早吃过早饭 就出现在陈沈子家门口了 这回 和明已经去部队了 何连则去找朋友玩去了 家里只剩下陈沈子再织毛衣 听到敲门声 陈沈子极不耐烦地开了门 看到是孙政委后 立马笑淫淫地堆起笑容来 原来是孙政委 快 进屋坐 孙政委看到他狗腿的样子 心里很是不屑 就是这个妇人 居然把老成气进了医院 他现在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 在家里织毛衣 也不去医院看看老成 就这处事的方式 就让孙政委不喜 想到今天自己来的目的 孙政委压下心中的火气 心想 还是正式要紧 孙政委今天是带着警卫员上门的 跟着他一起来的 还有城市长的警卫员 他们一行三人 不了 我今天忙 在门口说吧 我来是有两句话带给你的 这件事事 我跟老成商量过后 最终得出了结论 孙政委一来就直奔主题 丝毫不拖泥带水 陈沈子看他态度这么强硬 脸色有点不好 但是想到昨晚城市长 在他前面倒地的那个场景 他又有点心虚害怕 这时来找他 不会是因为城市长 病倒进医院的事来 找他麻烦吧 他才不怕 他又没动手 连碰他一下都没有 是他自己身体有问题 才晕死过去的 听说 你不愿意把赵斌的抚恤金退回来 陈沈子一听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找过来的 马上理直气壮的说 凭什么要退 赵元明又不是我们不养 是你们要临走的 关我们家什么事 孙政伟抬头看了陈沈子一眼 那一眼没带一丝感情 就像看死人一样平静 陈沈子感觉背脊一凉 寒气从脚底冒了上来 孙政伟的眼神 看着让人发寒 部队已经查清楚 你们一家虐待烈士遗孤的所有证据 这份证据 目前就在部队 一旦上交上去 不止和明会被逐出部队 你们还将会面临三到五年的牢狱之灾 陈沈子听完孙政伟的话 双腿一软 差点站不稳 他马上扶住了门框 才不至于摔倒 怎 怎么可能 你别吓唬我 陈沈子眼神慌张 但是他却强自镇定 是不是吓唬你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陈沈子低着头 不知想什么 怎么 不认孙政伟冷笑一声 部队为什么前两天没有去找你们 不过是收集证据 要了点时间罢了 陈沈子抬起头来 不可能 我都是在家里 才教训那扫把心的 谁知道 那天 你打赵元明的巴掌 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是把别人都当傻子了吧 那我推一百块回去 你们千万别把证据上交 行吗 看在和明在部队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们只要将赵兵的所有抚恤金退回来 我们就不再追究 记得 是所有 否则 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好自为之 话已经带到 孙政伟不再逗留 转身就走了 剩下陈沈子一个人傻傻站在原地 久久回不过神来 直到和连从外面回来 才发现 坐在家门口的陈沈子 他吃惊地走上前来 娘 你怎么坐这里啊 看到他娘呆滞的眼睛 皱眉问道 娘 发生什么事了 完了 都完了 钱也没有了 和连看着母亲这个样子 先把他扶进了屋 然后才坐在陈沈子面前 看着陈沈子问话 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不说话 什么钱没有了 正在这时 门又被打开了 和明到家了 他摘下军帽 抬头就对上两人的目光 儿啊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去部队训练了吗 和明猛猛摸着脑袋 笑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孙政伟说 放我架 让我回家 陈沈子马上站了起来 慌里慌张的 走到和明身边 他有没有说 你什么时候再回部队 没说 孙政伟让我等通知 走 跟娘走 我们去找孙政伟 说完 他推着和明 然后拉着他 就往外走去 那动作是相当利落有劲的 和连看着他娘的怪异行为 半天说不出话来 刚刚他娘还像丢了魂一样 现在却像打了鸡血一样 娘 我们干嘛要找孙政伟啊 和明到现在还搞不懂情况 孙政伟放他架不是很好吗 干嘛要上赶着去部队 别问这么多 到了你就知道了 孙政伟办公室 警卫阿信敲门进来 看到孙政伟正抬头看过来 马上说到 孙政伟 陈沈子和和连长来了 在门外等着呢 孙政伟诧异 心想 这么快就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孙政伟把文件收起来 又拿出和连长的资料看起来 这是他找人去拿的 刚到手 正准备看呢 人就来了 入58年 到现在还是连长 亲属有问题 好几次有升职 都因为亲属被打下来了 亲自打回来的 还是老成 看来和明在部队 待不了多久了 第126章 终于全数退钱了 孙政伟 我们愿意将赵兵的抚恤金 退1000块到部队 你千万别把证据上交 也别放我儿的假 好不好 陈婶子早已经没有刚开始时 那嚣张的气焰 此时用着一种特别客气的语气 对孙政伟说话 听到陈婶子的话 孙政伟皱起了眉头 脸色十分难看 还讨价还价的 他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啊 阿兴 送他们出去 阿兴听到 马上往前走了两步 别 2000 我们退2000块 孙政伟连看都懒得看陈婶子 低着头装作在看文件 阿兴看到孙政伟这个样子 走上前去赶人 抱歉 孙政伟在忙 你们出去吧 十万零一百块 也要留点给我吧 我退3700块给部队 陈婶子肉痛的心都在滴血 那可是3700块钱啊 他儿在部队 要好几年才能得这个钱 眼睁睁看着这么多钱 没了 更要了他半条命是了 但是这钱跟儿子的前途比起来 还是儿子的前途重要 到时儿子真坐牢了 他这辈子就废了呀 他就一个儿子 不能把儿子推进火坑 和明在一边看到这个场景 半天反应不过来 他一副震惊的表情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娘居然愿意把钱拿出来了 孙政伟低头做沉思状 果然还是林俊辉媳妇的办法管用 谁能想到 平日不讲道理的陈婶子 会因为和明妥协呢 一般这种不讲理的人 不是最自私的吗 孙政伟低头沉思着 他那不说话的样子 让陈婶子 以为他还是不满意 最后 他只得咬咬牙 连一百块也不敢留了 全退行了吧 3800块全退给部队 这样可以了吧 孙政伟眼睛睁了睁 他本来还想着 就给他们留一百块呢 毕竟赵兵儿子 确实在人家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他的沉默 居然还有这种功效 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当天晚上 林俊辉回家的时候 就把这个结果告知了乔思 这是乔思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天 乔思提到和连长的时候 陈婶子神色明显慌了 可见他 还是在意和连长的 还有 最近他又打听到 陈婶子这辈子只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闹饥荒的时候 饿死了 现在 他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 他还要靠这个儿子养老吗 要是连这个儿子也出事了 他不得疯了才管 所以 乔思才会想到 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陈婶子 现在看来 果然有用 至于虐待烈士遗孤 会不会坐牢这件事 这个要看情况的 如果严重道治残治死 当然是要坐牢 就算不是烈士遗孤 到了这种程度 也是跑不掉的 但 像赵元明这种的 是不会要坐牢的 但是却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周围人的闲言碎语 也够让人难受的 但像陈婶子这种脸皮厚的人 就不知道了 乔思摸摸赵元明的头 轻声说道 很快 你就可以找到新的家庭了 赵元明刚开始时 有点不习惯 乔思摸头这个动作 但是这两天的相处后 让他不再抗拒乔思的这个动作了 他点头 轻轻硬了 嗯 是不是对新家庭很期待 乔思又问 赵元明看了看林俊辉 又看看乔思 最后才轻点头 点完头后 转过身 就往平安那边跑过去了 林俊辉看到赵元明 那个看来的眼神 若有所思起来 俊辉 去买自行车和收音机这些 你看最近有没有空 陪我去一趟市区行不行 听到媳妇说话 林俊辉收起思绪 行 我找个时间陪你去 最近乔思对收音机感兴趣了 里面不仅能听故事 还能听到最近发生的新闻 里面还能听到人唱歌 在家无聊的时候听这个 确实很不错 次日 陈婶子就把钱送来的孙政委办公室 孙政委让管钱的下属过来 把钱收了 下午 和明就接到部队 让他消假回去训练的通知了 陈婶子松了口气 但他还是艳艳的提不起精神来 时不时捂着左胸说痛 何连知道这件事后和他娘大吵了一架后 提前回服装场去了 走的时候还想从陈婶子手中拿走了50块钱 陈婶子刚没了3800块钱 正是肉痛钱的时候 何连自然拿不到他的钱 他只得生气的回去了 听到赵兵的抚恤金要回来了 家属院里很多人都报名了 说的都是想领养赵元明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 在赵兵的抚恤金没有回来之前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可惜了 这次选的人家不像第一次那么随便了 所有报名的人家都被部队筛选过 家庭气氛不好的 人品有问题的 直接就拒绝了 还有家里孩子多的也不行 到最后合格的没几个 只有寥寥数个家庭 今天就是领养的日子了 乔思一早起来就给包了大肉包子 赵元明在吃包子的时候 明显有点心不在焉 他知道 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在这里吃饭了 以后就要到新的家庭中生活了 乔思在吃完早饭后 准备带他到食堂时 郑重地拉过他坐在椅子上 以后到了新家 若是想到一这里来 就大大方方过来玩 知道吗 赵元明揪紧了手 目光不舍地 看着乔思和平安两人 眼眶开始泛红 林俊辉一早就到部队去了 这回没在家 别哭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能掉眼泪呢 乔思轻轻抱抱赵元明 伸手轻抚他的后背安抚 不 元明哥不能一直住在我们家吗 平安在一边看着 也特别难受 哄好一个 另一个也哭了 乔思松开赵元明 看向平安 不准哭 你元明哥住哪里 不是娘说了算的 那得部队决定 再说了 你元明哥住哪里 他都在家属院 你平时也可以和他一起玩呢 平安听到这里 突然惊喜地看过来 真的 乔思点头 嗯 真的 平安他本来还挺舍不得的 听到他娘说的话 瞬间就把不愉快丢到了脑后 都在家属院 他还可以找元明哥玩 不怕 乔思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打得他措手不及 第127章 缘分这东西 很微妙 吃过早饭后 乔思一手一个牵着孩子 就出了家门 静止往食堂的方向走去 出了院门没多久 平安就甩开乔思的手 往前跑了 赵元明倒乖乖地任由乔思牵着 也不说话 走出老远了 平安回头才发现 赵元明还在身后跟他娘慢慢走 不禁叫了起来 元明哥 跑快点 赵元明看看平安 又抬头看向乔思 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要怎么选择 乔思把他这个举动看在眼内 轻笑道 按照你内心的想法 想跟平安玩就去 想陪着一走就留下来 赵元明收回视线 目光轻眨 想了想 便对远处的平安说 平安 我想跟一一起走 今天过后 他就要在另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了 他想多跟乔思待一回 这几天的相处 赵元明发现 乔思比他娘好太多了 从来都不会打骂平安 天天都有好吃的 这几天 是他这辈子 过得最幸福的日子了 不知道下一个家庭 会不会像一家这么好 他想 恐怕是难了 平安有点马大哈 这个时候的他 还不懂赵元明的想法 见他没跟他玩 就停下来等着他们过来 他就是 你不跟我玩 我跟你一起玩 这孩子没心眼 乔思对这一点 十分满意 到了新家 可不能沉默了 啥事都憋在心里 你要告诉别人 他们才会知道你的想法 知道吗 别委屈了自己 乔思趁着这个空档 好好叮嘱赵元明 这几天的相处 乔思发现 赵元明特别沉默 有什么事都喜欢憋在心里 不说出来 让别人去猜 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因为家庭变故 和后面在陈婶子家 受到冷带所造成的 孩子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时 他就只能为难自己 让自己慢慢消化 委屈自己的次数多了 到了最后 身心很容易会出问题 厌世 心里不健康 等等很多一些不好的问题 都会发生 一个人的健康 不单单身体要健康 内心也要健康 两者结合 才能让一个孩子 正常的健康成长 听到乔思的话 赵元明眨了眨眼 低头自己想了想 随后才轻轻应了一声 嗯 咦 我知道了 很快 他们三人就到了食堂 此时的食堂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乔思拉着两个孩子 从人群中走进去 当他走到前排时 居然看到 本应该已经去了部队的林俊辉 乔思神色一愣 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 但是下一刻又想到 赵兵是他的下属 又是他的救命恩人 多关注一些赵元明 也是正常的 当林俊辉那双弹幕的眼睛 看到乔思时 随即像雪山遇到了火 马上融化了 还对乔思扬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阿信看到赵元明 微笑着上前 想把他带到前面来 但是赵元明看到他过来 下意识往乔思身后躲了躲 乔思感觉到赵元明的抗拒 马上把目光从林俊辉身上收回来 低头看向他身后的赵元明 然后伸手拍拍他的后背 安抚他的情绪 阿信站在原地有点尴尬 看着躲在乔思身后的赵元明 露出一抹更温柔的笑容 别怕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要勇敢一点 好不好 听到乔思的话 赵元明才慢慢从乔思身后走出来 但是他还是怕 那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冷冷的 没带一丝感情 乔思注意到他神色的变化 心里不太好受 他怎么感觉自己像是恶人 要把一个孩子推向深渊 衣袖下的手不自觉紧握 脸色跟着也沉重起来 这几天的相处 让乔思了解到 赵元明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 很听话 有时还会帮他做家务 乔思有点不舍的 看到赵元明的出现 食堂里的人很多窃窃私语起来 一时间有点吵杂 赵元明让乔妹子家养得挺好 孩子看着干干净净的 看着好像比较年乔思 为什么不一直养下去 谁喜欢养别人的孩子 不养很正常 说实话 要不是有钱 谁愿意养 说什么话呢 赵元明的爹是 林副团长的部下 是最适合养赵元明的家庭了 跟钱有什么关系 孙政伟站在上面 看到这种场面 大声呵斥 吵什么 安静下来 一时间 大家慢慢住了嘴 现场安静下来了 乔思耳朵灵敏 把一些说话声听在耳内 阿信把赵元明 领到了孙政伟身边站好 符合条件的六个家庭 请你们站出来 林俊辉早在看到乔思的时候 就走过来了 听到这话 拉着乔思往前走去 乔思有点莫名其妙 林俊辉拉着他 他拉着平安 一家三口在林俊辉的带领下 站到了前面 乔思看了一眼四周 六个家庭分别往前走了 有的家庭只来了一个 有的则是把孩子也领过来了 连他家在内 刚好六个家庭 其他五个家庭男主人 都没有出现 唯独乔思家 林俊辉到了 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谁家更在乎赵元明 这个时候 乔思要是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他就白活这么多年了 原来林俊辉居然偷偷报名了 而且还入选了 乔思震惊地看着林俊辉 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 问林俊辉 你也报名了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林俊辉诧异地看向乔思 疑惑到 你之前不是答应了吗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不是 你什么时候问过我了 就是之前啊 那会我腿还没好的时候 乔思想起来了 确实啊 他那时候是问过他 他也答应了 可是 这不是当时没轮到他们家吗 那次被陈沈的家抢先了 现在这次是第二次啊 就是不商量 也应该跟他说一声吧 林俊辉也看出乔思的不对劲来 如果你不愿意 那我们就离开吧 后面我跟孙政伟说一声就行 晚了 自从乔思一家三口站出来后 赵元明那双眼睛 就一直盯着他们看 他眼里的冰冷已经不见了 刚开始时是惊讶 接下来就是喜悦了 他嘴角微微扬着 看到乔思看过来 还害羞低下头来 但是嘴角的笑容 想压又压不住 显然他现在的心情很好 他的高兴 仅是因为知道 乔思他们没有放弃他 想领养他 这回他要是走掉 赵元明心里肯定会特别不舒服 还不知他那小脑袋瓜 会想些什么出来呢 给了人希望 又把他的希望打碎 这种更能把一个人逼疯 这几天 乔思一直不敢直面领养这个问题 也没有刻意去问林俊辉这件事 说白了 就是逃避 现在知道林俊辉也报告了 不知为何 心里有种轻松不少的感觉 总算没有遗憾了 没事了 我知待你的做法 林俊辉勾起一丝笑容 用手指轻轻碰了碰乔思的手 乔思感觉到指尖的温暖 低头便看到林俊辉缩回去的手 一瞬间 乔思扬唇笑了起来 这男人 这么多人呢 这也敢 孙政伟又开始说话了 之前那次 因为部队工作没做到位 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现在将重新给赵元明 再找个家庭领养 报名的家庭很多 但是符合条件的只有这六家 上次是家庭选孩子 这次我们反过来 让赵元明他自己选 先说明一下 任何人不得干涉 不能大声喧哗 都给我安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就行 说完 阿信轻轻轻推了推赵元明 去吧 你去看看 到底选哪个家庭 选了哪个 以后他们就是你的家人了 赵元明目光沉静地盯着阿信问 真的吗 我可以自己选 他还有点不敢相信 孙政伟看到赵元明的表情 也笑着保证道 对 你自己选 选到哪家就是哪家 放心吧 这次不会再向上 孙政伟的话还没说完 赵元明就已经迈开腿 往乔思这边跑去 乔思看到赵元明向他跑来的身影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刚刚孙政伟说 让赵元明自己选的时候 乔思就猜到赵元明可能会选他们 这回真的看到他选了他们家 心里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接下来就激动了 他心里就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他感觉事情就应该是这样才对 看来他自己心里也想领养赵元明的 这种心理变化 应该在发现赵元明在何家受欺负的时候就有了 只是被他刻意忽略了 这就是缘分啊 该是他的迟早回来 孙政伟看到赵元明的动作后 心里想 这小子倒是会选 不笨吗 俊辉媳妇做菜的手艺真是天下一绝 俊辉又是赵兵的上级 最合适的人确实就是他们家了 他搞不明白上次是怎么选的 怎么就选了个陈沈子家 这么悔三观的家庭 孙政伟笑着说 好了 这家伙都不用想 自己就跑到林副团长那边去了 那以后 赵元明就归林副团长家看顾了 这一下是放心了 乔妹子这个人虽然看着强势 但是他为人特别好 对大家也是客气有礼 俊辉这个媳妇 娶得是真的好 把平安交得不错 别人都不跟赵元明玩 平安却会凑上去 别人欺负他 还会阻止 知道赵元明的困难后 还悄悄从家里拿来吃食 接济赵元明 第128章 落到了乔思家日常互动 不对这次学聪明了 赵兵抚恤金 是按月发放给领养赵元明的家庭的 赵元明现在6岁 供养到18岁成年 3800块钱 分到每月就是26 39块 乔思带着两个孩子来食堂转了一圈 回去的时候 还是这两个孩子 可真是戏剧化的一幕啊 林俊辉在处理完这件事后 他又回到部队去了 最终 赵元明还是落到了乔思家 乔思能明显看得出来 赵元明十分高兴 从食堂出来 他的笑容都多了起来 与平安两人玩得也很好 性格上也放开了一些 能看得出来 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娘 元明哥以后 是不是救助我们家了 听到儿子的话 乔思从自己的思绪中 醒过神来 笑着点头 对 你元明哥以后 跟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都可以陪你玩了 你们可以一起睡 一起玩 一起吃饭 高兴吗 啊 太好了 平安笑着 一蹦三尺高 他这动作 把乔思吓了一跳 不过看到他高兴的样子 乔思心情也好了起来 三人回到家后 乔思想到以后睡觉的问题了 之前以为只是 暂住在他家 挤几天没事 现在赵元明是他们家的人了 就要把床的事解决了 一米五的床睡三个人 确实太挤了 再加上林俊辉式的大块头 能占半边床 换大床 还是再买一张床 如果再买一张床 就把杂物房收拾出来住人 先别做决定 去后勤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床先 安顿好两个孩子后 乔思又去了食堂 那个放家具的屋 就在食堂 很快 乔思就到了 得知还可以定做尺寸的时候 乔思脑海中灵光一闪 试了 可以把床加大 重新买的大床 还得多花钱呢 以后等他们长大一点再说吧 现在就先这样睡着先 让他们按原来的尺寸加大一点 不是还可以省点钱吗 想到就去做 乔思又马不停蹄跑回家 量好尺寸后 报给了做家具的师傅 接下来就是等的时间了 回家的路上 乔思突然想到 自己还没问平安 当初是怎么遇上赵元明呢 他并不是执着于这件事 他就是好奇 书中可是说了 长大的赵元明 会记恨林俊辉 后面使手段 让林俊辉坐了十年牢 现在他们家领养了他 以后赵元明的性格 应该不会偏执了 也不会流落街头 林俊辉那十年的牢狱之灾 看来被他儿子化解了 没想到平安来到部队 居然认识了幼年时期的赵元明 他的这个举动 直接救了他爹 父子父子 还能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他穿到这个世界 救了平安 让他不至于被人贩子残害 而平安结舌赵元明 同时也救了他爹 这在慢慢偏离书中的情节了 想到这 乔思松快地笑了起来 快到家的时候 乔思看到 平安和赵元明两人 正在自家门口不远处挖秋影 乔思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一个人回了家 这时的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 他要准备中午的吃食了 过了好一会儿 平安和赵元明俩人 叽叽喳喳地回来了 小孩子的声音 乔思听在耳内 显得特别可爱 他抬头从厨房看出去 正好看到平安拎着小铁筒进来 后面的赵元明 则是拿着小铁锹 跟在平安身后 两人脸上挂着笑容 屁颠屁颠地去了鸡窝那边 乔思竖起耳朵 听两个小家伙的说话声 我娘说了 这小鸡是我负责养的 元明哥 我有六只小鸡 分你三只好不好 赵元明看着小鸡 过了一会儿才说 不用了 我不能抢你的小鸡 但是我会跟你一起挖蚯蚓 乔思摘菜的动作一顿 放下手中的菜走了出来 以后 小鸣就是我们的家人了 平安负责养小鸡 小鸣则负责养小兔子 你们俩人一人一样 这样就不用抢了 小鸣你觉得怎么样 赵元明目光一亮 声音都加大了 好 他是家里的一份子 他要养小兔子 再说了 他喜欢小兔子 小兔子很可爱的 平安皱着眉头 小兔子会挖洞 讨厌死了 我喜欢小兔子 咦 小兔子喜欢吃什么呀 乔思看着他那亮晶晶的眼睛 突然就笑了 他下意识抬手 轻轻揉揉他的脑袋 小兔子喜欢吃的可多了 吃草 吃菜叶 他们最喜欢吃胡萝卜 不过咱家胡萝卜没有 就喂草和菜叶吧 赵元明转身就往外走去 小明你去哪里 乔思看他这个模样 马上就叫住了 咦 我去拔草回来 喂小兔子 拔草 空手去拔草 他那双小手 不得被割伤啊 乔思马上制止住他 今天不喂草 今天先喂菜叶 院子里的菜 很多菜叶都变黄了 你把这些变黄的菜叶摘下来 丢给兔子吃吧 好 赵元明兴致勃勃地去摘黄色的菜叶 平安看到 也加入摘菜叶的行列中 平安觉得 刚刚元明哥跟他一起挖蚯蚓 现在 他也要帮元明哥一起摘菜叶 乔思重新回到厨房 早上用炉子煤着的大骨汤 这回看着已经可以了 汤看着浓白浓白的 特别香浓 上手蒸了鸡蛋羹 又做了野鸡炖土豆 慢慢地 院子里摘菜叶的两个小孩子站不住了 吸了吸鼻子 平安看向厨房的位置 正好看到乔思把菜从锅里盛出来 元明哥 这些菜也应该够了 两座好吃的了 我们先回去吃了 再出来摘吧 赵元明也馋 这几天在乔思家 彻底把他的馋虫勾起来了 谁不爱美食 赵元明也不例外 他点头 看了看手中的菜 说道 行 应该够了 两人抱着自己扒的菜叶 往小兔子窝走去了 但是兔子窝围栏见的比较高 他们两个身高不够 平安看了看四周 发现那边有个小椅子 虽然有点破了 但是还是能用 于是便走过去 把小椅子拖了过来 放在兔子窝边上 元明哥 你站上去吧 是你的兔子 你负责位 我给你递菜叶 赵元明听到 觉得有道理 于是便爬到椅子上去了 平安站在地上 努力给他递菜叶子 赵元明则把菜叶丢到兔子窝里 林俊辉回到家时 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那张椅子是坏的 怕被谁做到后会摔跤 林俊辉特意把他放到柴棚这边放着 等有空再把他修好 第129章 平安是个天使 林俊辉三步当作两步地走了进去 悄无声息地 就来到平安他们身后 然后一把将赵元明 从椅子上抱起来 赵元明一下子看到自己身体腾空了 转头就看过去 看到是林俊辉后 轻患了一声 叔叔 爹 你回来了 平安直接抱上林俊辉的大腿 笑得像捡刀前似的 林俊辉抿了抿唇 问道 你们在喂兔子 对啊 娘说了 以后小鸡我喂 兔子元明哥喂 林俊辉把赵元明放回到地面上 松手的时候 看到地上的菜叶 想了想 对赵元明说 把菜叶抱上 我抱你上去 听清楚是什么意思后 赵元明瞬间呆愣住了 半天反应不过来 元明哥 你快去拿菜叶啊 爹抱你 爹这么高 肯定比站椅子上好 赵元明看向林俊辉 看到林俊辉的笑容后 他淡淡应了一声 好 随后他就去 抱起地上的菜叶子了 林俊辉一把抱起赵元明 然后把赵元明 举到兔子窝上头 他只要手一松 菜叶子就能落到兔子窝里头了 赵元明感觉在 叔叔怀里 又稳又有安全感 他也不怕了 手一松 就把菜叶扔进了兔子窝里 兔子看到菜叶 马上就跑过去啃摇起来 林俊辉没有马上把人抱下来 而是让他看会小兔子 乔思抬头没看到两个小不点后 伸出脑袋去找人时 便看到这个画面 他轻笑了一下 端着菜出了厨房 对着外面嚷了一嗓子 吃饭了 饭后 平安和小明结伴出去玩了 林俊辉拿上工具 到柴棚里 把那张破椅子修好 乔思站在一边 看着林俊辉熟练地修着椅子 他不由惊讶问道 你还会做这个 林俊辉抬头看了乔思一眼 比专业的没法比 就是会一点点 乔思又把早上去部队 定了家宽床说了一下 林俊辉眉头微条 其实这个我可以做 不过你既然定了 就让他们做吧 乔思没想到林俊辉会 早知道这样 就等他回来再商量了 算了 花不了几个钱 乔思又说起 平安和赵元明的事 平安之前是怎么和赵元明 在一起玩的 嗯 找个时间我去查查 不碍事吧 就怕部队有什么意见 不让查之类的 林俊辉动作停了下来 目光淡然的看向乔思 不用查了 部队查过了 我也问过平安了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乔思吃惊 部队查过了 不是特意查的 是顺带查的 哦 那这还好 要是特意去查的 乔思都不敢想象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平安居然被人查了 就算他知道是部队去查的 其实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那你说说呗 我还挺好奇的 我们平安 怎么会和小明玩到一起的 那会 平安还偷偷从家里 拿吃了给小明 那段时间 我还以为平安食量大增 我还担心过 林俊辉把最后一颗钉子 打进椅子固定住 然后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碎屑 把椅子上的碎屑也清理一下 这才看向乔思 平安被你教得很好 刚开始时 小明被和连长儿子欺负 带头孤立他 不让别人跟他玩 欺负的次数多了 小明就不跟小朋友们玩了 一个人躲在偏僻的地方 后来无意中平安看到了他 开始带着他 跟小朋友们一起玩 说到这里 林俊辉停顿住了 乔思听着听着没有了 抬头便看到林俊辉神色冰冷 那只握在椅子的手特别用力 手被青筋都吐出来了 乔思还是第一次看到 林俊辉这个样子 他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 伸手附上他 放在椅子上的手 过去了 以后都会好好的 乔思不会安慰人 只是顺着本心说了两句 听到乔思的话 林俊辉慢慢松开了椅子 目光看向乔思时 已经没有那么冰冷了 其实林俊辉有点怪自己 前段时间部队的事多 没有留意到赵元明 在和连长家受欺负了 和连长家刚临走的时候 他那会有留意过一段时间 虽然不能当轻生的来养 但是看着也还行 没想到后来会变成这样 小明那时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不说话 也不跟人玩 除了吃饭 睡觉会回和连长家 其余时间都一个人在外面待着 平安刚开始发现他 倒跟他玩在一起并不顺利 刚开始时 小明还会赶平安走 但是平安还是往上凑 我问过平安 平安说看到他可怜 没人跟他玩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小明才没有赶平安走 那时来了一个小孩 想找平安玩 平安不想去 然后那个孩子就骂小明了 那天平安跟那个小孩吵了起来了 后来还把小孩赶走了 自从这件事发生后 小明就不再赶平安走了 但是他那会还是不肯说话 很多时间都是平安一个人在说 小明在听 后来慢慢的 平安才知道 小明没有饭吃 都是饿着肚子的 也慢慢的知道了他被欺负的事 知道后 他就开始从家里偷偷拿吃的去找小明了 慢慢的 两人才熟悉起来的 也能玩到一起了 后面的你都知道了 听完 乔思不可思议的看向林俊辉 他家平安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都做了这么多 他瞬间感觉平安是个天使了 他喃喃说道 平安可真 小孩子感情真的这么纯粹吗 平安把赵元明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了 若赵元明一直这么下去 中途再有人刻意引导一下 那就怪不得长大后的赵元明会记恨林俊辉了 他的童年太不幸了 平安 他儿子突然有种自豪感 油然而起 林俊辉把椅子拎回屋里 乔思跟在他身后 从后背看 眼前这个男人像大山一样 那么安稳 同时又是那么沉重 乔思皱着眉头 目光落在他的屁股上 随着走动 那屁股一颠一颠的 刚刚还挺伤感的 现在看到这个 脑子里全是黄色废料 林俊辉 你是怎么锻炼的 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特别是屁股 好有料啊 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林俊辉往前走的脚步一顿 身体一僵 接下来脚步走得更快了 第130章 娘 你跟爹玩什么游戏 乔思是什么人 他的胆子大着呢 他没有反应还好 他这脚步一快 乔思的征服欲就上来了 他快 他更快 啪的一声 一巴掌打过去 屁股上的肉都跟着颤了两下 乔思还甜不知耻地 用力捏了捏 哇 手感真好 好有弹性啊 乔思 林俊辉停下脚步 沉遮脸看着乔思 听到林俊辉的怒吼 乔思装作一脸无辜地看着林俊辉 我就是验证一下手感 确实不错 说完他自己忍不住轻扯唇搅笑了 看到林俊辉皱眉看过来 他又把笑容压下去了 林俊辉对于乔思的厚颜无耻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得憋屈地转过身走了 心想 总有他报复回来的时候 进了屋 林俊辉把椅子放回去 转身到屋外的水龙头洗手 乔思的目光 一直追随着林俊辉的身影 男人背脊挺直 宽肩窄腰 身形高大 有这种身材的就是 相貌长得不好看 乔思也觉得可以 但是林俊辉不但长得好看 身材还这么棒 这就怪不得他要起色新浪 那个女人能受得了 况且 这个男人还是他丈夫 名正言顺好不好 林俊辉感觉到身后那双虎视眈眈的目光 洗手的速度加快 洗完随意甩了两下 就快速往房间走去 人一进房间 咣当一声 房门直接关上了 乔思傻眼了 平时中午休息他 也没关门啊 乔思是那种你不给 他就偏要上的性格 你要是没啥反应 他反而就不感兴趣了 他上前就拍门 喷喷拍得很大声 但是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乔思好奇地扒在门缝往里看 这门质量也太好了 一点都看不到 门缝太小 你干嘛关门啊 里面的人终于回应了 别闹 我要休想 他也没想干什么呀 你休息好了 他有这么可怕吗 乔思突然想到 他们三个人睡一张床挤 他这边不是还有位置吗 他懊恼地皱起眉头 闭了闭眼睛 把林俊辉轰轰到他房间 他们不就不挤了吗 这时候 去把定做的加宽床退掉 还来不来得及 乔思把门推了推 好家伙 门从里面拴上了 防他像房贼一样 你把门拴上了 一会平安和小明 回来午睡就进不去 说完 乔思回了自己房间 他盯着他的床 虽然一个人睡一张床很舒服 但是如果床上有个美男 就更加完美了 什么时候 才能和他过上 没修没扫的日子 现在林俊辉不跟他睡一起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霸王硬上弓 抢逼的就更没意思了 他这么没有魅力 乔思低头打量起自己 胸前的料也挺足 转头看向后面的屁股 虽然没有他的有肉 但是那隆起的弧度 也还不错 他又摸摸自己的腰 腰也挺细 是他长得不好看吗 乔思坐在椅子上 拿起桌上的镜子 打量着镜中的自己 杏妍 小巧的翘鼻 嘴唇红润 唇形也好看 巴掌大的小脸 可能这段时间吃得好 感觉脸上比以前有肉了 就是长了点肉也不难看 反而看起来 有点可可爱爱的感觉 这都不满意 那他的要求的有多高啊 乔思生气的甩了圆镜 嘟着嘴 暗自生闷气 过了一会儿 乔思走到客厅 目光扫过林俊辉房间 突然发现 门好像打开了 现在看着是虚眼者的状态 他悄悄走过去 没错 确实是虚眼着的 他看到门缝了 虽然不大 他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 床上 林俊辉何以躺在床上 眼睛紧闭 胸口有规律起伏 显然这回是睡着了 乔思眼睛一亮 轻手轻脚走进去 他站在床边 盯着男人精致好看的脸 盯着盯着 乔思慢慢弯起身体靠近 他色星又起了 看他在睡觉 他偷偷亲一口 没事吧 这么想着 乔思的目光 在脸颊和嘴唇来回看 到底是轻脸还是轻嘴 他这么保守 轻嘴会不会被打 还是轻脸吧 确定目标 乔思开始行动 慢慢的 快挨到了 正在乔思嘟着嘴 要轻上去的时候 突然腰间一紧 一阵天旋地转袭来 乔思脑袋还有点猛 突然喉咙一痛 还还咳 乔思拼命咳了起来 睁眼正好对上一双 充满杀气的眼睛 林俊辉看到乔思后愣住了 他马上松开 压在他脖子上的手臂 眼里的杀气慢慢散去 你是要把我压死是不是 乔思咳得眼里的泪水都出来了 你怎么进来了 林俊辉想从乔思身上起来 谁知乔思脚狭一笑 手臂一用力 刚刚想起身的林俊辉 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很快 他就发现 他被乔思压在了身下 看到林俊辉惊讶的表情 乔思得意的笑了 小样 让你欺负我 刚刚压他脖子 现在还生痛 可见他是用了力气的 把他当敌人了 军人的警惕性也太高了 想到之前 他像防贼一样防着他 乔思阴险地笑了 他一屁股坐到林俊辉的肚子上 伸手就去摸他的脸 林俊辉看到这样的乔思 眼里露出一抹慌乱 乔思 你干嘛 快起来 不被轻视吧 他就要轻 这样想着 乔思俯下身 慢慢靠近 在乔思即将要轻上去的时候 爹 娘 你们在干什么 乔思下了一个机灵 抬头便看到两个小萝卜头站在门口往这边看来 林俊辉急了 想把乔思从自己身上抱下来 但是乔思哪这么容易让他得逞 赵元明享武平安的嘴已经来不及了 慌忙拉着平安往外走 很快 赵元明就把平安拖走了 乔思看到碍眼的两个小人走开了 快狠准 对着林俊辉的嘴唇就清了下去 他的嘴唇看着薄 但是挺柔软的 触感很好 两人嘴唇贴着的时候 乔思还抿了抿唇 轰一声 林俊辉只觉得一阵气血往头上涌去 脑袋像江湖一样失去了思考能力 乔思得手后 马上撤退 走出房间后 他看向乖乖坐在客厅的两个小孩 尴尬笑了笑 他强行晚尊 娘跟你爹玩个游戏而已 你们回来是不是要午睡 去吧 你爹该去部队了 娘 你跟爹玩什么游戏 好玩吗 平安感兴趣说道 那双眼里亮晶晶的 第131章 娘 你和爹给我生的妹妹好不好 你下次可以找爹一起玩 父子俩亲热一下很正常 赵元明怪怪的看着平安 随后拉着平安道 走吧 你不是困了吗 睡觉去了 看着两人进了房间 乔思也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也要午睡 平安进房间后 就看到他爹坐在椅子上 手上正拿了一本书在看 要是平安细看 便能发现林俊辉脸色有点红 特别是耳尖到脖子的位置 更是红了一个肚 爹 你在看书啊 可 林俊辉轻咳了两声 才轻轻应了一声 嗯 你们快上床休息 爹一会就走了 说完 他拿起桌上的水壶 就往嘴里灌冷水 爹 你刚刚跟娘玩的游戏好玩吗 下次平安也要玩 可 嗨嗨 林俊辉拼命咳了起来 成功被水枪倒了 乔思躲在他房间 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 咪咪笑了起来 爹 你没事吧 平安赶快上前去拍林俊辉的后背 等林俊辉好受一点后 林俊辉转过身看向平安 爹没事 你快去睡 平安听到爹的话 乖乖上床睡觉 早已把刚刚他问的问题忘记了 林俊辉把身体里的异样压下来后 才轻手轻脚地从椅子上起身 然后看了一眼俩的孩子后 他才出了房间 眼上门 林俊辉站在门口 看向乔思的房间 眼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三个月期限快到了 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乔思此时睡得像个小猪仔一样 丝毫不知道 林俊辉接下来要对他放大招 乔思醒来的时候 林俊辉早已不在家了 看到平安和赵元明还在睡 乔思想到定做的家宽床 脚不由自主地往食堂走去 等他刚踏入做家具的屋 师父就笑着和他说 你来了 正好坐好 你看是现在要搬回家吗 乔思张了张嘴 不是的 他是来退的 只是 定做的 做好了 不要还不行 乔思只得笑着付了钱 计划落空了 他还十分好心 负责给你送货上门了 傍晚 林俊辉回来的时候 看到定做的家宽床板 已经装好了 想到中午的是 他目光微微闪过不自然的神色 晚上的伙食比较清淡 冬瓜瘦肉汤 炒豆角 苦瓜炒鸡蛋 吃过饭后 林俊辉主动去洗碗 乔思则招呼 两个小的去洗澡 平安和赵元明 两人都是一起洗澡的 让他们分开洗 他们还不干 非要一起 这么一件小事 乔思懒得管 反正以后长大了 他们自然就会分开洗澡 林俊辉洗完碗后 把碗放回厨房 出来的时候 看到乔思拿着布 正在做衣服 他不禁凑上去看 白天为什么不做 晚上灯下做 对眼睛不好 没事 一会就好了 我给小明做两身睡衣 平安有 他没有不太好 其实是刚刚洗澡的时候 乔思才想起来这件事 所以只能晚上给做了 明天我休假了 我们一起到市里买东西 别做了 明天就买缝纫机了 乔思终于抬头看向林俊辉 你请到假了 怎么不早说 林俊辉摸了摸额头 心想 你也没问啊 再说 我这不是说了吗 嗯 请到假了 之后好长一段时间 可能都难请假了 明天要买什么 都买回来 我向部队借了车 邓学凯马上就要走了 部队的是多了起来 他可能会忙好长一段时间 还有新调来的副团 也要磨合 很多事 他都要亲力亲为 乔思马上把手上的布收了起来 早一天迟一天没事 正好缝纫机回来 可以练练手 林俊辉站了起来 往洗澡间走去 去看看两个小子 洗好了没有 平安和赵元明回到房间 看到床的那一刻 兴奋地爬到床上 哇 这么大的床 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赵元明目光微亮 恐怕这是因为他来了 叔叔和一特意做的 感受到自己被重视 他心里十分感动 对了 元明哥 你中午为什么要把我拉走 我也想和爹娘一起玩 回到床上 平安又想起 中午爹和娘在床上玩的画面 赵元明眼睛不敢看平安 支支吾吾起来 那个 我以前爸爸妈妈也这样 我爸爸说 夫妻都会这样的 只是以前爸爸妈妈是爸爸在上面 妈妈在下面 他们还光着身子不穿衣服 现在叔叔和一反过来了 一再上面了 叔叔在下面 至于穿着衣服 估计他们还没来得及脱 应该都是一个意思 夫妻都是这样的 啊 平安惊得瞪大了眼睛 下一刻他突然想到 不对啊 我爹娘一直都不这样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是这样的 家属院里的红婆婆说的 叔叔姨姨睡一张床后 他们就会有小宝宝的 生小宝宝 真的吗 平安眼睛都亮了 赵元明想了想红婆婆说的话 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是真的 我要个妹妹 我现在就找娘给我生个妹妹 说完平安马上爬下床 穿上鞋后 飞快地往厅里跑去 娘 你和爹给我生的妹妹好不好 乔思手上的动作一顿 惊讶地看向平安 皱眉问道 怎么突然要妹妹了 元明哥说的 爹和娘睡一张床 就可以生小妹妹了 娘 你给我生的小妹妹好不好 乔思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只得收回视线 自作孽不可活 怎么就让平安和小明 看到中午那个画面呢 他后悔啊 林俊辉坐在一边 把乔思的神色看在眼内 站起来 一把捞过平安 然后就往房间走去 平安在他怀里挣扎起来 但是他那点力气 怎么可能挣脱得了 娘 要小妹妹 砰的一声 房门把平安的吵闹声 关在了房间内 林俊辉把平安放在床上 然后一巴掌拍在平安的屁股上 别叫了 平安委屈地看着他爹 赵元明在旁边看着 有点不知所措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林俊辉 叔叔对不起 我不应该告诉平安的 第132章 咱们再照一张全家福 平安挣扎着 爹 你不要怪元明哥 是我想要小妹妹的 小妹妹多可爱啊 你为什么不要 林俊辉目光微微一闪 想要小妹妹 你就别吵 安安静静地 妹妹自然就会来了 真的 平安睁大眼睛 看向林俊辉 林俊辉点头 自然 爹什么时候骗你了 以后你别在娘面前说这件事 不然小妹妹就不来了 平安惊恐地用手无紧嘴巴 过了一会 他才轻声说 爹 平安不吵了 那爹 你一定要给平安生个小妹妹 林俊辉没说话 看到赵元明站在旁边 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于是放开平安 来到赵元明身边 伸手把他抱入怀中 小明在想什么呢 平安知道这件事后 还能帮叔叔的忙 你别自责 叔叔还要谢谢你呢 林俊辉说话的语气 尽量放柔 目光真诚地看向他 赵元明一听 眼睛睁得大大的 露出惊讶的表情 真的 还能帮叔叔的忙 他不知道帮到什么忙了 但是既然叔叔都这么说了 那就一定是了 因为他知道 叔叔不会骗他的 林俊辉笑着点了点头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睡 明天我带你们去市里玩 爷 好爷 明天又可以去市里玩了 平安高兴地在床上跳了起来 赵元明则看着平安 脸上是腼腆地笑 他又看了一眼林俊辉 然后乖乖躺下 林俊辉一把把平安扯过来 别跳了 快睡 你看你元明哥都睡下了 等两个小家伙睡下后 他给两个孩子盖好被子 才亲手倾脚出了房间 四日早上 乔思起床的时候 林俊辉已经带着两个孩子 跑完不回来了 他打着哈欠 准备去洗漱 突然注意到 赵元明抬着头 目光正静静地盯着 挂在墙上的全家符 乔思心里一动 正好今天要去市里 就再照一张全家符吧 反正也用不了多少钱 一家人吃过早饭 林俊辉提前出门到部队 去开车 乔思则带着两个孩子 往部队门口慢悠悠走去 走到街道 远远的王沈 就看到乔思三人了 等乔思走到跟前 王沈拉过乔思问道 乔妹子 今天带着两个孩子 要去哪里 乔思笑着打招呼 这不是俊辉今天休息 正好带他们到市里 买点东西 王沈看了一眼赵元明 看了看四周的人 然后拉着乔思到一边 我跟你说啊 现在家属院里的人 都在说你们家的事呢 乔思露出惊讶的神色 说我们什么事 这些人真是吃饱饭 没事做 闲的 那可不 我就是替你家不值 听到王沈这么说 乔思的好奇心 被了勾起来 王沈 你说说 他们都说 我家什么事了 这不是因为赵元明的事 他们说 你们家为了能领养到他 之前特意把他带回家养了几天 后面才这么顺利领养到他 说你们家 这是惦记着他的抚恤金呢 王沈说到这里 看到乔思脸色黑沉下来 马上就不敢再说了 确实是闲的 乔思咬牙切齿的说 王沈退了两步 不敢再说话了 乔思目光凛厉的 扫了一圈这帮八卦的人 最后收起目光 看向那边 已经在玩起来的 两个小萝卜头 平安 小明 我们走 两人听到乔思叫 马上从地上站起来 向乔思跑来 才刚走出不到五十米 张大姐看到乔思 笑着说道 乔妹子 明天去面试 你去不 乔思皱眉 什么面试 咱不对学校招老师啊 招两个 一个语文 一个音乐 你没听到吗 我不去 你去吧 我学历不高 再说我没耐心 脾气也不好 前两天 乔思就听说了 他压根就不想当老师 让他对着一帮小萝卜头 他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现在这样的 百烂生活就挺好的 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可是工资高啊 一个月有三十五块呢 部队的人挤破头都想去 教的是小学 初中毕业就可以报名了 初中 学历倒是够了 但是乔思是 真的不想去 他摆摆手 笑着和张大姐告别 说到学校 乔思突然想到赵元明 他今年好像六岁了 要是年龄够了 就要上学了 正在这时 一辆车停在乔思身边 乔思转头一看 正是林俊辉 车上 乔思把赵元明上学的事 跟林俊辉说了 林俊辉看着前面的道路 过了一会才说 小明是十月生的 正好跟平安市同一个月 正确来说 他还不足六岁 乔思转过身体 看向后排的两个孩子 这一转头 正好看到赵元明 看他的目光 他闽纯想了想 我明天去问问学校 要是能上学 咱就上 行 你安排就好 有事你再找我 一个多小时后 车辆进入市区 先去照相馆 多了一个人 咱们再照一张全家福 正在开车的林俊辉 转头看了一眼乔思 沟纯说道 好 坐在后座的赵元明 听到这话 马上抬头看过来 目光发亮 喜悦之情 溢于眼表 车很快 在照相馆停下来 赵元明显得特别认真 衣服 理了一遍又一遍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完了 他还一脸兴奋地问平安 平安 你看我衣服 和头发没乱吧 平安打量过后 重重点头 没乱 从照相馆出来 赵元明的脸上 还洋溢着高兴 叔叔不仅给照了全家福 还给他单独照了一张相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照相 他特别高兴 接下来 他们来到百货商场 乔思先去店铺里买布 然后在经过鞋垫时 看到赵元明脚上的 那双明显不合脚的烂布鞋 皱起了眉头 直接拉着林俊辉进了鞋垫 平安 你元明哥的鞋不合脚了 我们给他买双鞋好不好 你的鞋当买没多久 等你的鞋坏了再买 这次就先给元明哥买好不好 平安听到乔思的话 低头就看向赵元明脚上的鞋 看到那双布鞋后 马上抬头说 好 给元明哥买 他鞋坏了 不能穿了 乔思摸摸平安的头 笑着向售货员说 麻烦把那双鞋拿过来试试 他选了一双和平安一样的小皮鞋 赵元明很配合 最后林俊辉付钱了 今天出来 乔思把钱给林俊辉带着 男人付钱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他的 这样还能让他有参与感 第133章 闲话又起 从鞋垫出来 乔思想起家里还剩下一罐卖乳精 又买了两罐 小饼干也撑了些 还有大白兔奶糖也拿了两包 平安之前买了好多玩具 但是赵元明的还没有 乔思把他带到外汇商店 让他自己选了两样 平安倒是不吵不闹 两个孩子不时低头摇耳朵 乔思特意听了下 原来是平安这个小机灵鬼 想玩小明星买的玩具 乔思笑了一下没打扰他们 孩子的事尽量让他们自己处理 有不合理他在干预 所有东西都买得差不多了 最后林俊辉居然把乔思带到了钟表专柜 乔思抬头看着林俊辉完美的侧面 这次他没有拒绝 他想着家里不缺钱 林俊辉每月的钱足够他们一家生活开支的 他还不时会发奖金 买就买吧 主要是买来给他自己用的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 最后乔思选了一个银色表盘 戴日期的手表 戴在他手上显得特别秀气 挺适合他的 从百货商场出来 林俊辉带着人进了一家国营饭店 平安在门口就嚷起来了 爹 咱回家吃吧 这里不好吃 林俊辉直接把平安拎了起来 乔思和赵元明蹬在了身后 平安委屈地看着乔思 转过身就要挣脱他爹的前置 安静 林俊辉的话一出 平安就停了下来 屁股又被他跌打了 他瞬间不敢动了 只是委屈巴巴地看着乔思 乔思将他们父子俩的互动 看在眼内 心里暗暗偷笑起来 还别说 这次林俊辉来的这家国营饭店 比上次乔思带着平安去吃的那家 要强多了 味道不错 分量也足 吃过饭后 林俊辉又去了上次那个地方 拿了两大袋煤球回来 下午到家的时候 已经三点多了 乔思现在有手表了 看时间要方便很多 车在进入部队后 直接往家属院开去 最后直接开到了家门口 林俊辉跳上车后面的车斗 把上面盖着的那层布拿掉 露出里面东西来 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就特别显眼 当然还有一个小东西 乔思也特别喜欢 那就是收音机 整个车斗都装满了东西 乔思迫不及待的想试试缝纫机 隔壁的李婶看到乔思家买了这么多东西 眼睛都瞪大了 乔妹子 你这是一次性到位啊 林副 现在是林团长了 对你是真好 李婶羡慕得不得了 这缝纫机他早就想买了 但是他家钱不够 到现在都没买成 自行车倒是有一辆 乔思把自行车放回到院子里屋檐下放着 林俊辉先把缝纫机给搬进了屋 乔思拎着收音机和一些吃食进了屋 看到收音机 李婶赞不绝口 目光落到乔思手腕的位置 他更是张大了嘴 天啊 乔妹子 你买手表了 这得多少钱啊 乔思看了看手上的手表 看着李婶夸张的表情 笑着说 这个贵 160块 李婶马上对乔思竖起了大拇指 你男人对你 真的没话说 他结婚这么多年 他男人也没给他买过手表 看到别人戴着手表 时尚又好看 他就羡慕得不得了 乔思不以为然 林俊辉自己就有手表 给他买一只怎么了 这就好了 再说就是林俊辉不给他买 他自己也能买 再说这个手表的票据 林俊辉好早之前就准备好了 只是那次他没要 把东西归制好后 乔思给平安和赵元明的口袋里 分别塞了几粒大白兔奶糖 和一些小饼干 就让他们出去玩了 缝纫机放到客厅右边那个小角落里头 林俊辉收拾了一下 倒是正好腾出了这么一个位置 来正好 乔思坐在缝纫机前 正在研究他是怎么操作的 林俊辉的声音就从屋外传了进来 乔思要不要出去练一下自行车 乔思停下手上的动作 想了想站起身走了出去 林俊辉已经把自行车推出来了 并且在自行车后座 绑了一根长长的粗棍子 看到这个 把乔思整得哭笑不得 暑假这段时间 街道上有几个孩子就在练自行车 他们的自行车就是这样绑了棍子的 这是防止摔倒后人会受伤的 没想到林俊辉居然也绑了棍子 这是怕他摔倒了 林俊辉看到乔思站在门口不动了 抬头看过来 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后 奇怪道 笑什么呢 快来 还有时间 我带着你去练练 乔思想着 也行 反正都要练的 只是这玩意好不好奇 他是个胆子大的 就是摔了也不怕 这东西看着并不难 林俊辉把车推出院子 到了家门口那条大路上 等乔思骑上自行车时 他才发现 他腿不够长 坐在自行车上 他的双腿还不到地 要点起脚尖才能到地 要是没人扶着 铁钉摔下来 第一次 他觉得自己有点矮了 在林俊辉示范过 怎么上车后 乔思跃跃欲试 接过自行车 学着林俊辉的样子 用脚灯两下后 另一只脚迈过去 坐上自行车时 脚背绊到了东西 乔思身体失去平衡 马上就要摔下来了 林俊辉一个剑步冲上去 稳稳地扶住了乔思 乔思下的惊魂未定 他就不信邪了 这么一个小玩意 他还学不会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 乔思不知摔了多少次 终于被他学会了 幸好有林俊辉在 让他没有那么狼狈 不过 他的麻花便有点乱了 家属院的街道上 赵元明和平安两人 跟小朋友们玩在一起 他们俩人一到 树下的人就注意到 他们两人了 这林副团长可真舍得 今天去市里 就给赵兵儿子买了双皮鞋 看着跟平安这双是一样的 还不止 他袋里还装了糖 大白兔奶糖呢 还有小饼干 赵元明这回算是因祸得福了 找了个这么好的人家 切 还不是因为听到家属院里的闲话 才舍得花钱 不过就是 做给大家看的 王帝来轻扯唇角 露出一抹不屑的表情 任沈子瞅了一眼王帝来 做给别人看 那也是人家舍的 如果是你 你舍的吗 据我所知 这双皮鞋就要不少钱 买的糖还是大白兔奶糖 要是你 恐怕连水果糖都不舍得吧 平安以前吃的 就是大白兔奶糖 这几天 平安和赵元明吃的都是一样的 你难道没发现 人家乔思对待赵元明 跟亲儿子一样 那不是有赵兵的抚恤金吗 3800块呢 这么多钱 装他也要装一下吧 你怕不是不知道 这3800块里面 有林副团长的500块奖金在里面 而且这个钱早在几个月前 就拼入了赵兵的抚恤金了 红婆婆瞅着范婶子 嘲笑道 杨主任正好从旁边经过 听到这话 笑着凑上来 红婆婆 这是你怎么知道的 部队没对外说啊 第134章 排斥 红婆婆看到杨主任来了 显得有点尴尬 这时虽然部队没有对外说 但是也没武警 他平日里比较八卦 知道点内幕 杨主任看了一圈这些人 他家老头子 听到流言气的不行 让他管管家属院 这帮平日没事干砖脚 别人舌根的妇人 这不 他就来了 杨主任对这些人也烦得很 林俊辉领养了赵元明 这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要是因为这些人胡言乱语 到最后 人家不养了 那怎么办 我知道最近家属院的某些人在说 林团长领养赵兵儿子 是为了赵兵抚恤金的事 我家老头子听到这件事 特别生气 我再透露一个消息 给你们 在赵兵抚恤金 没在陈审的手上要回来之前 人家林俊辉就已经报名 想领养赵元明了 他是第一个报名的家庭 如果他是为了赵兵的抚恤金 他用不着把之前任务的奖金 给赵兵当抚恤金 更用不着在奖金没追回来前 就第一个报名 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下次如果我再发现 还有人说这件事 部队一定会追查到底 该罚就罚 绝不手软 说完 杨主任目光严肃的盯着在场的众人 我就说 乔妹子就不像是这种人 她连食堂送上门的工作都不要 怎么会为了钱养赵元明呢 说不通啊 就是再说自从乔妹子养了赵元明之后 赵元明的衣服鞋子 吃的用的都好了不少 就连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 有些人酸的呗 自己领不着 拿不到钱 听着都是为乔思打抱不平的 杨主任没想到 乔思已经在家属院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等杨主任走后 范婶子和王帝来 两人悄悄走了 等他们一走 又有人说话了 这范婶子是个爱占人便宜的 上次乔妹子不给他儿子做弹弓 记恨到现在 这心眼也太小了 几次三番说乔妹子的坏话 这是我记得 小人行进 这王帝来也是 手被烫伤成这样也不消停 该 没人同情他 现在被他男人治的 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而且 我还听说 吴营长要把他送回老家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他儿子天天在家属院作威作福 虽说现在吴营长管着好一些了 但是有的 孩子已经在心里害怕了 潜意识都让着他 我住他们家隔壁 有次吵架 我听到吴营长说 要是王帝来再搞出幺蛾子来 就送他回老家 要是这样 那实在是太大快人心了 要我说 吴营长要是想再往上走 他就得把他婆娘管好了 不然很有可能会害了他 还有他那儿子 都这么大了 被王帝来宠得无法无天 要是以后 长大了也这样 有他们家最瘦的 树下的几个妇人在聊天 远处的空地上 平安在和小朋友们在打球 赵元明则坐在旁边静静地 看着平安他们玩 要是认真看 他的眼里也十分想跟平安一起玩的 但是他一旦加入进去 这些人就会不高兴 没有他 他们笑得很高兴 要是他加进来 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 还会在动作神态上排斥他 他看惯了别人的眼色过活 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这些人并不欢迎他 为了不打扰平安玩乐 他就坐在旁边 默默看着他们玩 他也不无聊 他手上拿着今天叔叔姨 给他买的小火车玩具 一个人在旁边玩着 这是他人生中第二个玩具了 以前爸爸有给他坐过一个木座的小车 只是小车后来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这时 一道小小的身影靠近 元明哥 你跟我一起玩球吧 可好玩了 赵元明看了一眼远处打球的人 摇了摇头 你去吧 我在这玩就行 去吧 我们一起玩球好不好 平安去拽赵元明的手 但是赵元明始终不愿意过去一起玩 平安没办法 只得又跑回去打球了 赵元明抬起头 看了一眼平安的背影 又低下头挽着手上的小火车 不远处墙角拐弯处 一双阴森的目光 把这一切看在眼内 脸上露出一抹浅淡的笑容 兄弟和睦 原来也不过如此 这段时间 邓学凯看他看得紧 他也一直不敢去找乔思 不过 再过几天 他就要掉走了 到时 他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想到这 他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乔思找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也是这么一幅画面 他看着平安在跟一帮小朋友高兴地打着球 而赵元明则一个人坐在旁边独自玩耍 乔思不动声色地坐到赵元明旁边 赵元明听到动静 转身便看到乔思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 咦 怎么一个人在玩 平安不带你一起玩吗 赵元明听到乔思的话 低下头来 我 我一个人玩也挺好的 赵元明不想在乔思面前说谎 只能这么说 乔思刚刚明明看到赵元明 一脸向往地看着平安那边 这回听到他这么说 神色微动 想了想便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压低声音温声说 如果想一起玩 就去 别委屈了自己 你要知道 球是我们家的 没理由自己不能玩 赵元明抬头看向乔思 乔思又说 去吧 一在这看着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一再给他撑腰 赵元明这回鼓起了勇气 往平安的方向走去 看着赵元明的身影 和那边在玩球的一帮孩子 乔思想了想 站起来追上赵元明 一手拉着他 平安看到他娘来了 马上惊喜叫道 娘 元明哥 有几个孩子也跟着打招呼 是隔壁李沈家的大宝和小宝 还有张大姐家的大壮 大壮 把球给移 大壮马上把球给了乔思 乔思把球递到赵元明身前 来 拿着 你来发球 赵元明拿过球 平安站到他娘另一边 球一到手 赵元明就有点兴奋 转身就运起球来 但是因为他不熟悉 很快球就飞出去了 平安想加入进去 但是乔思手快地拉住了他 第135章 孩子多大能来上学 他拉着平安到旁边 想组织一下语言 发现这件事跟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 张了张嘴 不知道怎么说了 算了 以后他多留意一下吧 低头对上平安疑惑的眼神 乔思伸手盖上他的发顶 没事 去玩吧 平安飞快地跑过去 加入了队伍 乔思一直坐在旁边 看着他们一帮小孩子在玩球 可能是因为乔思坐在旁边的缘故 没有孩子不满 刚开始时 大家都有点拘束 慢慢的 大家就都放开了 欢快地玩到一起了 玩了好一会 乔思发现天色暗下来了 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六点了 便招呼两个孩子 准备回家 有的人还一由未尽 但是看到平安拿了球要回家 也没说什么 大家就都散了 乔思把球从平安手中拿过来 拿在手上转了转 球在乔思手上快速旋转起来 看得平安和赵元明 惊讶得不得了 你啊 你也太厉害了吧 平安俩人一脸崇拜地看着乔思 乔思看着两个小的这么看着他 不由笑了起来 虽然他以前没玩过这个东西 但是看着并不难 刚刚他又看了这么久 便想试试 还真一下子就学会了 你啊 给我 我试试 平安仰着头 着急地说道 乔思笑着 把球给了平安 平安学着乔思这样转起来 没想到球转是转了 没一会就掉到地上去了 平安不信邪 再次捡起球再转 每次都有少许进步 这孩子真执着 天赋还是有的 好了 让你元明哥玩一会 乔思看赵元明巴巴看着 便出声提醒平安 平安动作一顿 看向旁边的赵元明 马上把球递给了赵元明 元明哥 给 乔思看到已经到家门口了 也不管他们了 就让他们在门口玩一会吧 院子里 林俊辉正蹲在水龙头洗着菜 看到乔思回来 不由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晚家里的三个男的都洗完澡 准备睡了 乔思还坐在缝纫机前工作着 林俊辉看他这个样子 不由提醒道 时间不早了 明天再做吧 乔思听到话 看了看手表 然后说道 行 我知道了 缝纫机的工作效率是真的快 他吃过饭到现在 不仅已经把赵元明的两套睡衣做出来了 还裁了布 给两个孩子做了两套长袖套装 款式是按照百货商场里面 摆着的做出来的 这里的衣服很简单 一点也难不倒乔思 以前在修真届时的衣服 他都做得顺手 这里的就更加容易了 只要看一眼 他基本就能做得出来 次日 乔思起晚了 因为昨晚晚睡了 今天起床就晚了 等他起床的时候 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两个小的 恐怕是自己出去玩了 看了时间 已经早上九点了 怪不得他们待不住 今天还要去学校问问赵元明 能不能上学 他收拾好自己 吃过早饭 就准备出门 旁边的李沈看到乔思 不由问道 乔妹子 是不是要去学校面试 乔思压抑地 看向墙头上的李沈 笑着说 是要去学校 不过不是面试 去问问其他事情的 哦 李沈兴致缺缺的 把头缩了回去 乔思在路过街道的时候 看到平安和赵元明 正在玩球 他们几个孩子 一起玩的孩子 没有排挤赵元明 乔思看了一会 便动身往学校走去 从家里到学校 要走大约半个小时的路 和到供销社 是差不多的时间 只是两个地方 却在不同的方向 到了学校 乔思发现在门口 有五六个女同志 正在排队面试 旁边还有两个 看着像是学校老师的模样 一个年纪 看着二十五六岁左右的 女老师 看到乔思往前走来 以为乔思也是来面试的 马上叫住他了 同志 面试要排队的 老师 我不是来面试的 我是来问问 孩子多大能来上学 被叫住的老师 把乔思 乔思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 心想 看着年纪这么轻 孩子都到上学的年龄了 孩子七岁可以上一年级 你家孩子是部队的孩子吗 乔思没想到 要七岁才能上学 小明六岁还没到 他露出一抹歉意的笑容 我家孩子六岁还差两月 老师神色顿住了 我们学校要满七岁 才能来报名上学 你孩子还不满年龄 可以先上托儿所 谢谢您 那我去问问托儿所的情况 乔思转过身就走了 女老师回到面试队伍里 托儿所乔思记得 托儿所好像就是给人带孩子的 像平安和赵元明 这样的在家就好 托儿所就不用去了 这么多孩子一个老师带 还不如他在家带呢 乔思一路回家 回到家的时候 经过家属院 看到和嫂子和任婶子都在 便凑了上去 和嫂子第一个看到乔思 便问道 乔妹子 你这是从哪里回来 去学校问了问上学的年龄 要七岁才能入学 白搭了 任婶子一愣 笑着说 你这是想给赵斌儿子上学 有这个想法 现在是不行了 年龄没到 上托儿所呀 和嫂子说 托儿所不就是给你带孩子 这么多孩子一个老师带着 我还不如让他在家属院玩呢 不是这样的 托儿所两个班 一个班是幼儿 一个班是年龄大典的 大班老师会教一些简单的知识 乔思听了 觉得可以 便说道 听你这么说 好像还行 我去看看情况 托儿所就在家属院 最东边的那个平房里 这里走过去并不远 等等 乔妹子 乔思停下了脚步 看向何婶子 顶你男人位置的人来了 带着一家五口 就住你旁边 那间空置的房子 乔思低头想了想 顶林俊辉位置的 那应该是特战队的 新的副团长来了 前几天就听林俊辉提起过 想到这 他心中了然 嗯 来了就来了 我去托儿所问问 乔思走在往托儿所的路上 想到刚刚和嫂子的话 一家五口 来了这么多人吗 看来邓学凯 很快就要调走了 真是太好了 在经过一处小溪边时 不远处的树林草丛里 传来沙沙的声音 乔思突然皱起眉头 马上提起警惕 谁在哪里 第136章 托儿所 临时一散发出去 查清楚的乔思 睁大了眼睛 没一会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 从小树林里走出来 身材不高 大约175左右 丝丝纹纹 因为戴着眼镜 有种文化人的感觉 男人大约25 六岁左右 穿着白色衬衣 相貌一般 试个生面孔 乔思在家属院 没看到过他 男人和乔思 对上视线后 礼貌笑了一下后 马上移开了目光 虽然他极力掩饰 乔思还是能看出 他神色中的慌张 令乔思惊讶的 不是这个男人 而是小树林里的 另一个人 艾米 艾米不是和邓学凯 结婚没多久 怎么现在又和另一个男人 跑到小树林里去 这是要干什么 而且两人还遮遮掩掩 这回艾米躲在小树林里 一动不动 不会是私会男人吧 这是又要作死吗 他记得 这个时代的男女关系 抓得很紧的 像艾米这种 被人发现后果特别严重 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 而且艾米还是军婚 就更加严重了 乔思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一路往托儿所走去 某些人要作死 就让他作死好了 他才懒得管 到了托儿所所在的房屋 眼前这座房子 有他家两个房子这么大 他站在屋外 听着里面传来孩子的各种声音 现在虽然是暑假 但是托儿所是没有暑假的 乔思上前拍门 没一会就有一个 大约30岁左右的女同志 出来开门了 百思把自己的来意说出来 女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 我们托儿所分为两种班 小班和大班 小班是孩子年龄较小 大班是年龄要大一些 大班我们老师会教一些基础知识 像拼音啊 认数字这些 乔思认真的听着他的话 这个老师应该是里面管事的 介绍完还带他到教室去转了一圈 在路过小班门口时 乔思居然还看到 有的孩子不会走路 估计也就一岁多 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的 看到这些孩子 乔思皱起眉头 一个班有两个老师 这么小就送到托儿所 父母还真的舍得啊 就是叫人帮忙带孩子 小班的老师是真的累啊 怀里根本就没空过 抱着这个哄丸 又抱另一个就没停下来过 走到大班门口 乔思才感觉稍微好受些 这些孩子虽然也有爱动的 但是大多数孩子 还是比较听老师的话的 只有少部分调皮的孩子 还有些围在一起玩游戏的 看他们玩得挺开心 从托儿所出来 乔思又想到另一件事情了 如果将赵元明送到托儿所去了 那平安怎么办 家属院的孩子 马上就要开学了 到时整个家属院 就没几个孩子了 那平安就没有小朋友一起玩了 要不把平安也一起 送到托儿所去 这样他们俩个就不用分开了 可以一起玩了 再说托儿所有很多 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可以一起玩 想着想着 乔思再次来到了 之前的那个小溪边 不远处就是一个小树林 他脚步一顿 用零食查探过去 小树林里已经没有人了 乔思一路来到 家属院的街道上 还有好几个人 坐在树上乘凉聊天 远远的还能看到 那边的孩子在玩捉迷藏 平安眼间 看到乔思后 还对他招了招手 然后咧开嘴笑了起来 听到同伴已经数到镜头了 他还没藏好 赶快藏到一堆木头堆后面 乔思看着平安慌张的神色 嘴角微弯 和嫂子看到乔思走来 问道 去看过了 觉得怎么样 还行 报名了吗 还没 晚上回去跟林俊辉 商量过后再说 你男人不是啥都听你的吗 上回有人问 问什么是忘了 他当时就说 要回去跟你商量过再做决定 你们夫妻俩 和婶子看着乔思笑 夫妻本来就这样 商量过后 两人都同意了才行 认沈子听后 笑着道 还是林团长好 我家男人可不管我同不同意 何欣义自己就做决定了 乔思笑笑没说话 当下这个社会男人 大多数都这样 太大男人主义了 他庆幸林俊辉 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会尊重他 看着时间不早了 乔思不跟他们聊了 赶回家准备做饭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原本赵元明 常待的那间 没人住的院子 升起一道吹烟 看方位 不像是在院子里升起的 乔思刚刚从街道回来 小明和平安在那边玩呢 不可能会在那里 突然想起 刚刚和嫂子说的 那个特战队副团长来了 而且还住他隔壁 难道他们就住进了这个院子 乔思脑中闪过这个想法 很快就把他抛到了脑后 中午 林俊辉到家后 乔思把他的想法 跟林俊辉说了一下 这件事你做主 只是他们上托儿所了 你一个人家里不会孤单吗 乔思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愣证过后笑了起来 没事 他们去托儿所 还能认识到新的朋友 听说还会教一些简单的知识 总比在家顽强 再说一周还有一天放假呢 行 你安排就好 乔思高兴地招呼 平安和赵元明去洗手吃饭 吃过饭后 平安和赵元明被乔思叫住了 我有事要跟你们两个商量 正准备去玩的两人 听到乔思的话 马上停住了脚步 娘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我还要跟元明哥去玩呢 娘给你们两个报名上 托儿所好不好 乔思笑着 拉着两人到椅子上坐好 平安屁股还没坐下 听到乔思的话 马上说道 娘 我不想去 赵元明没说话 而是目光正正地看着乔思 据他所知 上托儿所要花不少钱的 以前他娘就不舍得花钱让他去 还有他 后来收养过他的陈婆婆家 也不舍得他去上托儿所 没想到 到这里后 姨姨居然主动给他报名上托儿所 你先别拒绝 听娘说完 平安像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 翘着二郎腿 双手抱胸 行 娘 你说吧 那里有好多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 你可以和他们一起玩 我在这里也有好多小朋友一起玩 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上学了 到时可就没人陪你们玩了 这会平安不说话了 而是皱着小眉头 乔思继续说 你忘了 你刚来那会 街道上很少有孩子出来玩的 因为那时他们在上学 现在人多是因为现在放暑假了 但是马上暑假就结束了 他们又要回到学校上学去了 托儿所里有很多小朋友吗 对 很多小朋友跟你差不多大的 现在他们在家属院玩的时候 很多孩子其实都比较大了 各个年龄段都有 参差不齐的 那我看看 到时候这里是不是没有小朋友了 要是没有 我再决定要不要去 娘 这样可以吧 乔思张了张嘴 真是个小机灵 但是强行报名送他去 乔思做不出来 第137章 新来的邻居 乔思看向旁边 乖乖坐着的赵元明 小明 你呢 想不想去上托儿所 我听疑的 乔思没想到 赵元明居然这么容易就同意了 平安听到元明哥答应了 神色有点急了 到时元明哥走了 就不能跟他一起玩了 他悄悄拉了拉赵元明的手 乔思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内 知道儿子肯定有话要对小明说 但是这话 却不能让他听到 乔思十分识趣地找了个借口 离开客厅 到院子里去了 但是零食和耳朵却伸得老长 时刻听着屋内俩人的动静 元明哥 你怎么这么快就答应我娘了呢 你笨不笨 到食药真的没人一起玩了 我们再去上托儿所也不迟 平安一副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赵元明抱怨道 平安 上托儿所好 可以学到文化知识 这文化知识很宝贵的 什么是文化知识 听到一个陌生的字眼 平安十分好奇地问了起来 文化知识就是认字 认了字就可以看得懂书了 认字对平安也陌生 但是他听懂看书了 有时他看爹抱着书 看得津津有味 他也想看 可是看不懂 于是马上问道 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上托儿所了 就能看得明白 我爹放在房间里的书了 赵元明想了想 应道 应该是的 不过认得字多了 才能看得懂 那我也要上托儿所 平安马上说道 乔思听到平安的话 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 等乔思再次进来的时候 平安就嚷起来了 娘 我想去上托儿所 你给我和元明哥报名吧 乔思笑着硬了下来 平安的客星 还是得是赵元明啊 下午 乔思就去托儿所 为平安和赵元明 俩人报名了 学费一人五块 两人就十块 能上到过年了 这个费用 是包了午饭和午休的 从托儿所回到家 正好遇到有人找上门来 看着眼前 这个陌生的女人 乔思知道她是谁了 新调来特战队 副团长的家人 他带着三个孩子 背了一个 身边又站了两个 孩子看着还算干净 站着的男孩 应该是老大 大约八岁左右 女孩大约六岁 女人背上背着的孩子 大约一岁大的样子 看不出是男是女 女人看到乔思 笑着上前打招呼 您好 我是新来的 这是我的三个孩子 就住隔壁 那座院子 这是我自己做的 配着粥吃特别好吃 不值什么钱 你尝尝 阿姨好 两个孩子也上前打招呼 女人递来的东西 是用瓶子装好的 分量看着还行 看着女人礼貌的笑容 旁边的孩子不吵也不闹 静静站在母亲身边 耐心等着 看来这家人的素质还行 看孩子就能看得出来 乔思把人迎进了屋 然后拿出几粒大白兔奶糖 每个孩子分了两粒 又每人分了些饼干 女人看到乔思 拿出来分给孩子的东西 心里惊讶极了 这些东西并不便宜 居然就这么 拿给他家孩子了 他也没有推托 想着以后再还回去就好了 用眼睛 试一大量的孩子收下来 他自己 又亲自接过小儿子的那份 谢谢阿姨 孩子拿了东西 又礼貌道谢 乔思把这幕看在眼里 对女人又多了一份好感 孩子是好孩子 在母亲没同意之前 虽然眼里十分想要 但是母亲没点头钱 就是不伸手 能把孩子教得这么好 说明这个母亲 也差不到哪里去 女人跟乔思聊了一回 说家里还有事就回去了 她离开没多久 男孩子又拿了东西过来 乔思看了看 是一些晒干的野蘑菇 乔思欣然收下了 又从自家菜园里 摘了些青菜和羊柿子 还有茄子 给男孩带了回去 他们家刚来 这些菜都用得上 可能男孩的母亲 有吩咐过 看到乔思给他东西后 他礼貌道谢后 就接了过去 晚上 平安和赵元明得知 明天就要去上托儿所后 早早就躺床上 准备睡觉了 但是 两人躺在床上 久久睡不着 俩人盖着被子 在讨论明天上托儿所的事 显然 是兴奋过头睡不着了 乔思吃过饭后就忙开了 他再用缝纫机做书包 对缝纫机 他已经用得得心应手了 今晚把两人的书包做出来后 明天他们就能背着书包上托儿所了 按照百货商场看到的 他喜欢的那个款式去做 林俊辉看着乔思一会儿功夫 就做了一个书包出来 而且还是当下流行的 心中讶异 不得不说 乔思的针线活是真的好 他那天也没有特意留意过 只是看了一眼 就能完完全全地做出来了 等林俊辉和乔思睡下后 家里的灯都关了 两个小家伙才慢慢睡了过去 次日早上 乔思没有睡懒觉 今天是孩子们第一天去上托儿所 他要给他们准备好东西 还要送他们去上学 平安看到乔思拿出来的书包后 高兴地跑过来 娘 这是给我们的吗 乔思王每个书包都塞了两粒大白米奶糖 又放了小饼干 和一些蛋糕仔 就是两人中午光吃这些带过去的零食 也不会饿肚子 又给俩人分别装了一瓶温开水 上次乔思就给平安买了水壶 可以背在身上的 后来他又去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赵元明 俩人吃过林俊辉做的肉包子后 高高兴兴拉着乔思的手出了家门 往托儿所走去 再去托儿所的路上 有一段路比较偏僻 就是那个小溪和小树林这段路 平安和赵元明都对托儿所十分向往 在乔思把他们带进托儿所后 平安看到这么多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马上就凑了上去 赵元明则比较安静地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把书包抱在怀里 乔思在门口停了几分钟 看到没什么问题后 他就回家了 第138章 发现出气 新来的特战队副团长姓马 全名叫马夫莱 年龄大约30岁 人看着成熟稳重 今天是他调到这里的第一天 一早他就来到特战队 找邓学凯和林俊辉报到了 几人很快就着手处理特战队的事 邓学凯还在交接 但是他的事情已经交接的差不多了 还剩下一些收尾的事情 还还没有做好 他的事差不多了 但是林俊辉还要和马副团长交接 邓学凯一个人站在一边 看着两人站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场面 看着这一幕 他脸色阴沉的难看 这个部队是国家比较看重的部队 他则要调去一个不怎么看好的部队 虽然调过去他同样是团级 实则比这里的副团级都不如 说的好听点是平调 其实就是降了 而且他还被边缘化了 他有点烦躁的一个人 走在去训练场的路上 远远的就看到特战队的战友们 在努力训练 他仿佛又回到他刚入武时的场景 那时他是满怀希望和期待的 没有现在那么多想法 就想着为国家做点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想法就变了 他知道他心里已经不健康了 按理说是时候退伍了 但是艾米的出现 让他心中有了更大的欲望 现在他更应该做的是及时之损 但是他却有点不甘心了 突然 远处一个人影正在向他招手 邓学凯定睛一看 真是阴魂不散 刚刚就想到过他 现在人就来了 邓学凯皱起眉头 脸色黑沉的 看向那个女人的身影 这里可是特战队的训练场地 特战队训练了什么 是怎么训练的 都是需要保密的 是他能随意进来的吗 真是目无法计 又蠢又无知的女人 最要命的是 这个女人现在还是他妻子 除了事 可能还会连累到他 顾不得多想 邓学凯一个剑步走过去 就把人扯过来 然后往训练场外面走去 你别拽我 弄痛我了 艾米挣扎着叫道 他为什么会来找邓学凯呢 是这人昨晚放下狠话 说要把他一并调走 今早他想跟他谈一下 他又避而不谈 不得已 他才冒险来找他的 万一他真的低了深情 他是后悔也来不及啊 他不想走 他还没看到林俊辉被赶出部队 还没看到他失去一切 他怎么能离开 还有一点就是 他听说 邓学凯要去的是地方环境很恶劣 不仅是高原地带 而且冬天更是冷得要命 地面都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那里还常年缺水 对于在南方待惯的艾米来说 去了哪里 会要了他的命 看到休息室没人 邓学凯直接往休息室拽去 走到一半 他突然拐过脚步 往休息室后面走 邓学凯想 万一有人来了 会被人看到 把人拽到休息室屋后 邓学凯一把甩开艾米的手 你闹够了没有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就敢乱跑 我早上跟你说话 你都不听 我不得已才来这里找你 能怪我吗 艾米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看着生气的邓学凯 这个男人 现在真是越来越不把他当一回事了 难道他就不怕他把他换了 找其他男人认亲去 到时他就后悔哭去吧 林俊辉刚和马副团长说完话 转过身去找邓学凯时 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 看了看四周 最后往训练场走去 果然看到邓学凯就站在那里 他迈开脚步就往他走去 却突然就发现 他大踏步往另一个方向急赶而去 然后在一处草丛边 拉了个女同志出来 他认出这个女人是艾米 不是什么好人 人家夫妻俩的事 他也不好去打扰 于是转身就想走 还没走出两步 突然就想起上次孙政伟跟他说的话 要他注意艾米 这个女人有问题 林俊辉又转过身来 正好看到邓学凯 把艾米拉着往休息室走去 还没踏进休息室 邓学凯拉着人往屋后走去 他表情似乎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想了想 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 刚闪身到墙角站好 从屋后就传出邓学凯冷冰冰 带着怒气的声音 你带脑子了吗 我怎么就没带脑子了 你现在是一点都不将我放在心上 以前追着我说喜欢我 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 我之后会嫁给你 艾米怒瞪着眼睛 仇视地看向邓学凯 带着不甘心 以前我是眼瞎了 现在我不眼瞎 你现在一样眼瞎 眼瞎倒喜欢有父之父 不知廉耻 我喜欢他怎么了 我不像你这么不要脸去骚扰人家 说白了你就是贱 得不到就要毁了别人 心毒 林俊辉越听越不对劲 皱着眉头 心想 原来邓学凯不喜欢艾米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以前艾米追着他跑 他自然知道艾米喜欢过他 他还以为现在的艾米喜欢的人 是邓学凯呢 而且邓学凯居然喜欢有父之父 这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简直有为道德 我要是把你喜欢乔思的是说出去 你说知道的人会怎么想呢 艾米冷笑一声 你敢邓学凯双眼 像锋利的尖刀 钉在艾米身上 艾米看到他这双眼睛 吓得身子抖了两抖 下意识退了一步 离邓学凯远了点 林俊辉突然听到自家媳妇的名字 又结合刚刚听到的话 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原来邓学凯喜欢的那个有父之父 是他媳妇乔思 他拳头一下子握紧了 目光微眯 露出一抹杀意 突然呜后的人要走出来了 林俊辉一下子闪身进了休息室 邓学凯一路拖着艾米 往远处走去 出了特战队训练场 林俊辉从休息室内走出来 目光微微眯起 盯着两人的身影 看了好一会儿 看到人走远了 林俊辉看向训练场 想都没想 就往哪里走去 王志远远地看到 老大往这里走来的身影 感觉老大 看他们像看狼一样 眼睛里拼射着他 看不懂的暴虐 这是咋的了 他怎么感觉 老大要找他们打一架的架势呢 靠 谁惹到老大了 要找他们出气 林俊辉走到训练场 徐文杰看到林俊辉 兴奋地迎上去 老大 你来了 训练得怎么样 我帮你训练 你 你 你 还有你 一起上 要是能把我打趴下 明天我请你们吃肉包子 真的 徐文杰兴奋了 他一点也没注意到 林俊辉脸上的不对劲 他只是想着 老大家的包子 是他吃过最好吃的包子了 真香啊 香到想把舌头吃掉的感觉 他是个吃货 但是同时又是个粗神经的 王志一直往人群后面缩 心里暗暗庆幸 老大没点到他的名字 方海涛 张刚强和黄森三人 被点到明的 一脸猛逼 老大一个打他们四个 开什么玩笑 以前也没这么玩过啊 最多就一个打他们两个 今天怎么还加倍了 虽然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不知道要怎么办 要知道 他们四人的武力值都不错的 在特战队 也是排列前茅的 他们四人打老大一个 那不是欺负老大吗 四人谁都没有动 纷纷不解的看着林俊辉 老大 这不合适吧 张刚强笑着说道 虽然他也很想吃老大家的包子 但是他也不想太欺负人 就是 老大 要不我和刚强先跟你对打 另外两个下一轮 怎么样 林俊辉看他们叽叽歪歪半天没动 耐心都快用完了 别废话 出招 说完话 林俊辉一拳就往张刚强的面门打来 吓得张刚强马上蹲下身体躲避 幸好他这一拳都躲过去了 要是真被打中了 那滋味肯定不好受 鼻子可能都要断不可 等林俊辉第二次出手时 张刚强认真对招了 谁知第二招老大又不对他出手了 而是去攻击方海涛 在林俊辉频频出招当中 四人知道躲不过去 只得被逼跟林俊辉对打起来 你来我往的 一时间训练上热闹起来 砰的一声 徐文杰是第一个被林俊辉打趴下的 他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变态啊 老大比之前强太多了 以前他还可以和老大打好久的 现在才一会儿就被打出局了 而且 这次还是四人对老大一人 难道是他退步了 徐文杰一跃而起 正好看到邓老大也在 邓学凯刚回到训练场 就看到场中训练激烈 而场中打斗的人 是一人对好几人 一个人的居然还能占领上风 可见这人有多厉害 他以为是新来的马副团长 正感叹 这人这么厉害 看着看着 他才发现 那人居然是林俊辉 他暗暗心惊起来 林俊辉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比之前厉害了不止一点半点 他打的还是军拳 但是速度快了 文杰 你们怎么打起来了 徐文杰摸着被打痛的小腿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老大变态啊 砰的又一声 黄森被林俊辉摔出了场地 黄森捂着手慢慢站起来 地上的泥水都被打得浑浊起来 场中还有方海涛和张刚强 还在苦苦支撑 老大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他的军拳打得虎虎生威 他们俩人躲得艰难 打架很多时候就是讲究速度 速度一提升 实力就上来了 其实林俊辉不知道的是 这几个月 乔思一直在用灵力 瘟养着他的身体 他身上的旧伤 已经调养得差不多了 他不仅速度加快了 身体强度也加强了 张刚强实在招架不住 马上举手投降 老大 我不打了 你今天是不是打了鸡血 咋厉害了这么多 张刚强一退出 场上的方海涛一个人 更加不是林俊辉的对手 林俊辉目光一转 看到边上的邓学凯 目光一瞇 拳头更像发了狠的一样 看着老大向他肚子袭来的拳头 方海涛有点后怕 要是这拳头真打中他肚子了 他不得痛好几天啊 他吓得马上大叫了起来 老大 林俊辉马上清醒过来 拳头直接卸了力 然后拐了个弯 打向方海涛的手臂的位置 虽然卸了力 方海涛还是被他打得亮枪了一下 不过 他很快就稳住了身影 老大 你啥时候偷偷去训练了 不然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林俊辉没看方海涛 而是看向邓学凯 目光沉静 有没有兴趣练一下 这次不练 后面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邓学凯听到前面这句话的时候 就想拒绝的 看到刚刚林俊辉的实力 他这么说后 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邓学凯这时 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 以为是刚刚跟几人打完的缘故 有种野狼的凶狠 特别是他看过来的眼睛 带着锐利的锋芒 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拒绝的话卡在喉咙说不出来 只得硬着头皮硬下来了 因为地上都是泥水 大家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泥水 特别是刚刚对打的几人更甚 包括林俊辉也一样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加汗水 做出战斗的动作 看向邓学凯 邓学凯也跟着摆好动作 看向林俊辉 场上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安静下来 期待地看着 林俊辉先动了 第一拳就直逼邓学凯的面门 等邓学凯好不容易闪过去后 林俊辉又一个螳螂腿扫过来 这次邓学凯只能闲闲闪过 闪过后 显得有点狼狈 刚刚邓学凯就发现 林俊辉的速度很快 他马上离林俊辉远一点 但是林俊辉不让他闪开 邓学凯闪他就追 现场很快就变成 邓学凯只能防守 没办法攻击了 砰的一声 一道人影直接飞了出去 直接摔在泥水中 幸好有泥水作为缓冲 邓学凯没怎么受伤 但是脚上被地上的石头刮了一下 流了点血 对于军人来说 这点血不算什么 林俊辉站在邓学凯面前 面色冰冷 伸手 再来 场上的人一愣 不是点到极致吗 老大怎么还要来 大家都同情地看向邓老大 老大这是真打鸡血了 明显的邓老大 也不是老大的对手啊 还打 不过影 林俊辉说道 听到他这么说 大家都闭上嘴 兴奋地看热闹 这种场合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到的 邓学凯看了一圈大家的神色 最后才看向林俊辉 咬着牙站了起来 这次他不再躲避 而是主动攻击 只是他的拳头到林俊辉肚子的时候 被林俊辉一腿踢开了 往后一闪一退 已经到了邓学凯的身后 毫无疑问 这次邓学凯又输了 摔得比第一次更惨 一连三场 邓学凯都输了 打到最后 邓学凯的目光越来越平静 怪不得城市长这么看重林俊辉 原来他是这么优秀 这次他是福气了 中午 林俊辉一身汗水 一身腻的回到家的时候 把乔思吓了一跳 你这是怎么了 林俊辉那双桃花眼 停在乔思身上 静静看了他好几秒后 才收回目光 没事 训练时弄的 第139章 邓学凯走了 乔思觉得林俊辉的神色不对 他刚刚看他的眼神很奇怪 林俊辉蹲在院子里 把手上的泥洗干净 然后到房间 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去了洗澡间 乔思若有所思的 看着他高大的身影 低头看着手中的碗 林俊辉进了洗澡间 用冷水冲刷着身体 还是没能把他心中的愤怒洗刷掉 等林俊辉洗干净后 乔思已经摆好碗筷了 乔思抬头 便看到他那双如狼一样锐利的眼睛 一下子愣住了 再次不确定看过去 又发现他变正常了 难道他看错了 吃饭吧 今天平安和小明在托儿所吃饭 不回来了 中午吃饭 就剩下他们夫妻俩了 显得冷冷清清的 他先给自己盛了碗汤 然后去看林俊辉时 发现他手背有一道擦伤 不由皱起眉头问道 你手怎么受伤了 林俊辉随意看了一眼手背上的伤 不在意道 一点擦伤 不碍事 乔思看到他伤口上的血还在流 不由说道 先把血止住了 不知是不是在这里待久了 便娇气了 要是以前他也不在乎这点伤口 现在的乔思不是这么想的 林俊辉拿着筷子 正正看着乔思 过了一会后才轻声说道 你帮我 乔思又一次看向林俊辉 真是越来越怪异了 以前的林俊辉 绝对说不出这种话来 但是看他那双直勾勾看人的桃花眼 乔思就抵挡不住了 放下筷子站了起来 行 我帮你 过来 林俊辉乖乖放下筷子 走过去坐好 乔思从高柜里 拿出装药的箱子 走到林俊辉身边坐下 打开盖子 拿出止血的药 拉过林俊辉的手 细心地给他上药 乔思不知道 他在低头给林俊辉上药的时候 林俊辉的视线 一直落在他身上 看乔思已经上好药了 在他看过来之前 他马上收回了视线 装作在看手背上的伤口 等乔思拿着药箱走去放好时 林俊辉又抬头看向乔思的背影 看他回来了 他又起身走到饭桌上坐好 林俊辉心想 受点伤也挺好的 只是一想到邓学凯 林俊辉心里又不舒服了 不过 刚刚总算教训了他一顿 心里好瘦了一点 他又扫过他手背上处理过的伤口 心想 他这点伤 跟邓学凯的比起来好太多了 邓学凯的伤比他严重多了 确实如林俊辉想的一样 邓学凯中午回到家 清洗伤口时 就痛得他脸色发白 虽然都是皮外伤 但是伤口面积大 手肘和手掌都擦破皮出血了 小腿有一边也擦伤了 面积更大 膝盖也伤了 看到身上的伤口 邓学凯在家坐不住了 不然过两天要发炎了 去军区医院 路有点远 而且有点太小题大做了 他丢不起这个脸 还是到后勤处理一下伤口吧 乔思发现 孩子中午不在家吃饭 他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以往平安在家里叽叽喳喳的 天天要叫几十次娘 现在一下子安静了 有点不适应了 乔思躺在床上 四周显得特别安静 脑中却一直在想着 平安和小明在托儿所过得怎么样了 会不会被别的孩子欺负 吃饭吃饱了吗 会不会想娘 然后哭鼻子 唉 他怎么竟想些乱七八糟的事 是不是当娘了 就爱胡思乱想 想着想着 乔思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 四周还是一样安安静静的 乔思一咕噜爬起来 到客厅一看 林军辉房间已经没人了 看了看时间 两点多 怪不得他已经走了 还有两个多小时 平安和小明他们才回来 乔思打开收音机 想听听新闻打发时间 可是听的这些新闻 一点也不合他心意 越听越容易洗脑的感觉 转了好几个台 也没转到喜欢的 算了 不听了 乔思关上门 拿着瓜子 往街道那边走去 还是去和别人聊会天 听听八卦吧 在家太无聊了 那几棵大树下面的树荫 永远是人们最喜欢待的地方 树下放了几块 稍微平整些的石头 还有人搬来木头 用来供人休息 甚至有的人 还从家里搬来小板凳 乔思走过去时 大树下已经坐了好几个人 正好这些人里 还有他刚搬来的邻居 乔思笑着打招呼 嫂子 你也在啊 梁春艳看到乔思 热情地拉着乔思的手说道 来 坐这 乔思顺势坐了下来 坐下后 乔思就看到 他后背上的孩子 孩子睁着大眼睛 一脸好奇地看着乔思 乔思笑着从袋里 拿出一粒大白兔奶糖来 递给了孩子 孩子眼睛一亮 伸出小手 就接过了乔思手中的糖 梁春艳笑看着乔思 你的孩子也太好了 上次就很感谢你了 那些瓜果 正好我们需要 一些蔬菜罢了 不值钱 自家种的 乔妹子 今天怎么不见平安和赵元明 俩人出来玩呢 乔思转头看过去 他们俩让我给送托儿所去了 还真让你给送去了呀 任沈子笑着说道 嗯 能学到东西 挺好的 乔思回道 你看见了吗 邓团长中午去后勤 包扎伤口 我看他伤口挺严重的 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吗 有吗 我不知道 怎么会受伤的 受伤不是正常 这里是部队 每天都在训练 只是邓团长身为团长 谁会跟他对打 乔思脑中突然想到 中午林俊辉回来时的场景 一身的泥 显然在泥地里滚过无数圈 连头发都脏兮兮的 不会是他做的吧 想到这 乔思不禁坐着了身体 这俩人怎么会对打起来呢 而且 今天的林俊辉 看着有点不对劲 乔思皱着眉头 连瓜子都忘了刻 不对的事 不要打听 旁边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听到这句话 刚刚还在聊邓学凯的人 就都闭嘴了 回家的路上 梁春艳追上了在前面走路的乔思 乔妹子 我有事找你了解一下 乔思听到喊声 马上停下了脚步 往后看去 正好看到梁春艳追过来的身影 梁大姐 梁春艳快走两步 追上了乔思 我就想问问 你刚刚跟他们说的托儿所 部队里有开吗 乔思逗他后背背着的孩子 把孩子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听到他这么问 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 有的 离这里不远 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 不知我家孩子能不能上 乔思看了看 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孩子 你儿子应该可以上小学了 部队有小学 走路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七岁就能上一年级了 我儿子今年九岁了 之前读二年级 今年正好上三年级了 我这不刚来 不知道哪里有学校 乔思看到自己正好有时间 就带着他到小学走了一趟 他当场就给他儿子女儿报名了 原来他女儿今年也七岁了 乔思还以为才六岁呢 小学的学费三块钱每人 中午要回家吃饭 两人走回家的路上 乔思看到到放学的时间了 就告别顺路 去托儿所接平安和小明了 平安一看到乔思 笑着向他冲过来 学校园名则显得沉稳多了 只是他越来越快的走路速度 显示着他看到乔思也十分高兴 那嘴角的弧度微微上扬着 乔思一手拉一个 从托儿所往家的方向走去 平安还在叽叽喳喳 跟乔思说着学校发生的趣事 娘 托儿所中午的饭菜也太难吃了 我能不能中午回家吃 乔思顿住了 果然平安会跟他提这个要求 之前他就想到了 平安就是个吃货 去市里饭店吃饭就说 饭店的菜不好吃 要回家吃 更何况托儿所在家附近 鉴于他之前的历史 他会提出这个要求很正常 乔思了解过 托儿所的饭菜 虽然没有家里自己做的好吃 但是也不差 大锅饭做的再怎么精细 也没有家里好吃 男孩子不用骄养 小明你觉得呢 是不是不好吃 赵元明抬头看向乔思 看到乔思笑看着他 敏纯说道 不难吃 但没有一做的好吃 平安听到元明哥说的话 马上就笑了起来 一副奸济得逞的得意模样 可惜让他计划落空了 乔思中午虽然还在感慨 没有看到平安和小明会不习惯 但是并不代表 愿意让自己这么累 不难吃就行 要是你们中午回家吃饭 我中午还得接你们回来 吃过饭后 又得给你们送回去 这得多累 你也不想我这么累吧 再说 你看托儿所的孩子 有中午回家吃饭的吗 咦 我中午在托儿所吃就好 赵元明一听到乔思会累到 马上说道 平安傻眼了 元明哥都这么说了 他还怎么说服他娘 托儿所里 也确实没有小朋友 中午回家吃饭了 都在托儿所吃 他一脸忧怨地看着乔思 嘟着嘴 娘 你怎么能偷懒 你不爱我了 乔思停下来看了平安一眼 你也不爱我呀 你宁愿让娘累点 也要满足 你想回家吃饭的愿望 你这就是爱我的表现了 再说了 娘了解过托儿所的饭菜 虽然没有娘做的好吃 但是也不差的 你看元明哥都说不难吃 平安睁大了眼睛 还能这么说的吗 他低着头 似乎被这个难题困住了 让娘累 就是不爱娘 好像有点道理 他愣愣点头 那好吧 平安中午在托儿所吃饭 乔思看到这样的平安 扯开唇脚笑了 今天是邓学凯离开这里的日子 要是之前 林俊辉还会送一送他 自从知道这人居然喜欢他媳妇后 林俊辉看都不想看到他一眼 所以 在一堆战友 要去送邓学凯的时候 林俊辉直接回了家 乔思看到林俊辉突然回家 还有点奇怪 现在正是早上十点钟 不早不晚 这个时间 他不是正在部队吗 怎么就回家了 这是之前没有过的事情 不想在乔思面前提邓学凯 林俊辉随便找了个借口 今天部队没什么事 就提前回来了 下午再去 再说邓学凯这边 艾米看着邓学凯 拎着行李走出房间 心里兴奋的不得了 但表面上他压得死死的 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不然要被邓学凯知道了 把他带走怎么办 他装作不舍地看着他 眼眶泛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要是有时间就去看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 邓学凯扫了艾米一眼 要不是他知道他是什么人 还真被他骗到了 但是现在 呵呵 他连半句话都不信 这女人假得很 他懒得跟他计较 拿着调令 转身往楼下走去 因为这间屋是邓学凯的 艾米虽然是邓学凯的媳妇 但是部队 还是把房屋收了回去 所以艾米今天同样 要搬离这间屋 回到他之前所在的宿舍 特战队的大部分战友都来了 说实话 邓学凯这个团长 还不算做得太失败 起码有这么多人 不舍得他离去 他在战友的欢送中 背着行李上了吉普车 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这天 乔思正在午睡 突然被外面的拍门声吵醒了 喷喷的拍得特别大声 乔思皱着眉头 翻身下床 打着哈欠往屋外走去 打开院门 看到眼前这人是托儿所的李老师后 瞌睡马上醒了大半 不会是平安或者小明出事了吧 李老师 你怎么来了 平安他妈 你快去托儿所看看 平安跟人打起来了 最不想遇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平日里在家属院时 就会吵吵闹闹的 更何况到托儿所 乔思赶快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过来 然后跟着李老师 就往托儿所走去 平安妈 你先去 我还要找另一个家长 乔思皱起眉头 难道很严重 受伤了 不会是流血了吧 他微点头 行 你去吧 等李老师走后 乔思想了想 觉得平安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虽然平日里鬼马精灵的 但是只要对方有理 他都不会先动手 想到这 乔思心里冷静下来 还是先去看看情况再说 第140章 孩子在托儿所出事了 乔思匆匆赶到托儿所 还没进门 在门口 就看到托儿所里的 两三的老师 正往其中一个教室跑去 神色慌张 上次接待乔思的那个女人 也在其中 而他们去的教室 正是平安和小明所在的教室 乔思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顾不得通知人 直接就闯进了托儿所 着急地跑去 平安他们所在的教室 院内一个生面孔的老师 拦住了乔思的去路 这位女同志 我们这里是托儿所 不能随意乱闯 我是家长 李老师让我来的 让开 乔思语气特别不善 他刚刚用临时查探过了 教室里的赵元明 居然躺在小床上 表情十分痛苦 肯定是受伤了 女老师听到乔思 说是李老师去叫的家长 马上意识到 这个女同志 就是出世孩子的父母 马上退开了一步 没再阻拦 乔思两步追过去 用力一推 就把教室的门推开了 里面三个老师 听到动静看过来 快步进去后 乔思直接往赵元明走去 三个老师还围在赵元明身前 乔思拉起其中一人的手 把他推开了 乔思自己站了上去 看到赵元明后 沉着脸蹲下来 看着他 小明乔思轻轻唤了声 赵元明捂着手臂 微皱着眉头 额头上出了一头的汗 看到乔思后 眼里的泪水慢慢聚集起来 乔思看到他这个样子 莫名心疼 别怕 姨来了 说着话 乔思一手扶着赵元明的肩膀 运起灵力 查探起赵元明的身体 姨 赵元明眼里的泪水越掉越多 别哭 没事的 有意在 赵元明硬生生把哭声憋住了 但是眼睛却水汪汪的 一直看着乔思 当乔思查探到左边手臂的位置时 脸色马上变了 黑沉黑沉的 骨折 手看着就有点小小的变形了 原本以为是衣服的原因 现在看 情况还挺严重的 好好一个孩子 在托儿所 怎么会骨折呢 这得下多大的狠手 才能把一个孩子弄骨折了 看孩子痛得一头汗 乔思先说了点灵力过去止痛 让他好受一些 元明家长 对不起 我们老师没有注意看 你家孩子和你家孩子 为了书包的是打起来了 乔思看向说话的老师 这个是之前接待乔思的人 是这个托儿所的负责人冯主任 乔思冷冷看着他 这件事 我会查清楚的 现在我没空 等我把孩子的伤处理好了再说 冯主任也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 于是点头同意了 他没想到 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原本只是孩子间的打闹 谁知老师 一个不注意 那个孩子不服气 居然去拿木椅子砸人 顾不得想其他的 乔思转头去找平安 平安坐在地上 目光呆滞 眼瞼下两行泪水还没干 孩子脸上三条红红的划痕 看起来触目惊心 乔思的无名火 瞬间就起了 两个孩子都受伤了 他先把心里的怒气压下 轻唤一声 平安 平安还有点呆 似乎没有听到乔思的话 乔思只得蹲在平安身前 伸手抚过他的发顶 平安 你怎么了 乔思担心的看向平安 看来他是被吓到了 别怕 娘来了 听到娘这个字 平安神志慢慢回旁 抬头发现是乔思后 哭着扑入乔思怀中 我 娘 呜 娘 你怎么才来 圆明哥受伤了 平安说话的声音还在发抖 乔思拍着平安的后背 轻声安抚 娘刚收到消息 娘知道了 别怕 现在我们要带你圆明哥去医院 你跟娘一起去医院好不好 乔思不放心 把平安留在这里 带在身边最安全 况且 他身上的伤也要消毒 平安看向乔思 乔思的另一只手抱着的赵远明 点头道 好 去医院 乔思顾不得别人会怎么看他了 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抱起来 就往托儿所门口走去 孩子其实可以走路 但是他们自己走路 太浪费时间了 从托儿所去军区医院的路要比 从家里出发近一些 乔思走得快 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医院 他把孩子直接抱到一楼护士台 护士通知 我家孩子骨折了 护士一听到孩子骨折 马上往他身上抱着的孩子看来 当看到赵远明左手臂变形的情况后 吓得马上去找人 没一会 冯主任就匆匆忙忙走过来了 当他看到赵远明的手后 眉心皱得越来越紧 这才多大的孩子 怎么骨折得这么严重 这得多痛啊 他马上叫护士开了个病床 让孩子躺下来休息 乔思把人安置在病床上后 并没有急着用灵力 去把骨折的地方顺着 那个伤害孩子的人 别想着他会放过他 安抚好赵远明后 乔思才有心思去看平安脸上的伤 并不是说他不担心平安 而是事情有轻缓重疾 现在看着是赵远明的伤比较严重 平安左边小脸 整整三条划痕 明显是被人用指甲抓出来的 乔思又细细看了一遍 两个孩子 赵远明身上就是左手臂骨折 平安脸上有三条划痕 还有手臂有两个指甲印 指甲印看着破了点皮 看着不严重 护士从外面进来 拿来消毒的药水 给平安消毒 看到护士手上拿着东西 平安转身就往乔思怀里扑 看样子这是不愿意擦药 不擦药可不行 乔思轻轻抚着他没受伤的一边脸 轻声哄道 平安乖 擦了药就好了 有点痛 忍一忍好不好 不要 乔思心里无奈 想了想又倒 你要是不擦药 你的脸就会烂 到时脸烂了 可就不好看了 要变丑八怪 平安一听要变丑八怪 马上抬起头来 我不要烂脸 不要变丑 那就擦药 擦了药就好了 平安想了想 随后才说 好吧擦药 说完话 他自己乖乖走到椅子旁边 乔思看他爬得费劲 把他抱上椅子上坐好 消了毒后 平安脸上的伤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这种伤 要是在大人身上 也没什么要紧的 最主要的是 平安还小 看着就有点严重了 林俊辉正在部队 跟马副团长 说特战队各个战友的特长 突然看到有人急匆匆走进来 一副着急的模样 怎么了 有事吗 林俊辉放下手中的笔 皱眉看向近来的战友 老大 有人看到 嫂子抱着平安和赵元明 急匆匆去军区医院了 林俊辉一听 心里咯噔一声 马上站了起来 过了一会 他着急到 马副团长 我去一下医院 你看着队里的事 说完还不等马副团长说话 人就大踏步往门外走去 直奔军区医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李可欣早在平安和赵元明 第一天来上课时 就特别喜欢他们俩人的书包 这书包 可是百货商场里面的最新款 他当时和妈妈去百货商场的时候 就看到过 他当时就说要买 是妈妈不给他买 说他书包才买没多久 那天放学回家时 他就跟他妈妈说了 想要一个平安他们一样的书包 刚好 那天 陈玉珍跟丈夫李红元吵架了 心情不好 就对了女儿一句 买买买 就知道花钱 不买 李可欣可是从小被宠大的 听到他妈妈这么说他 他哪里受得了 当即就发脾气了 我的书包不好看 我不管 我要买新的 你给我买 陈玉珍想到 早上丈夫对他的态度 心里火气也是大 反嘴就拒绝了女儿的要求 不买 你的书包不能用了 没钱买 接下来的几天 陈玉珍和丈夫开始了冷战 原因是 陈玉珍乱花钱 不会过日子 李红元是营长 每月有92块钱 家里父母不用他寄钱 他们一家三口 正常家庭开支足够用了 但是 这几年 他们家却过得紧巴巴的 最主要原因是 陈玉珍乱花钱 家里最大的开支 用在了他们母女俩的身上 女儿李可欣的生活用品 用的都是最好的 一朵头花几块钱 是常有的事 都说是国外进口的 只要觉得好看 他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下了 每月他都要添置衣服 女儿一套 他自己一套 还得是当即流行的 李红元觉得 新三年就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不要求你像这个一样 那起码要穿坏了再买吧 家里别说补丁的衣服 就衣服都被他收起来了 穿的衣服都是最新的 没买多久的 各种女同志用品 手包 鞋子 饰品 数不胜数 反而是他们家的日常用品 平常的吃食都是最差的 那天李红元会吵起来 是因为家里 已经一个月没有肉吃了 女儿在旁边吵着说 要吃肉 他就多嘴说了一句 你平日少买两件衣服 给家里改善一下伙食 陈玉珍听到丈夫这么说 火气马上就上来了 好啊 你嫌疾我买衣服了 结婚前你不是说 以后不约束我花钱吗 这才几年 你就露出真辩目了 听到这个 李红元气不打一出来 结婚前谁能知道 他居然这么能花钱 当即也回了过去 我在部队 一个月92块 结婚七年了 头几年也有72块 这个钱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现在制一场工人的工资 才30块 我们家底两三个工人的工资了 而我们家 不仅连肉都吃不起 糖都用不起 别人家都是改善伙食 你看看你 买的是什么 外人看我们家光鲜亮丽 只有自己知道 我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每次说你 你就生气 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是养不起你了 说完 李红元就离了家 去了部队 回来后 也不跟陈玉珍说话 陈玉珍也是个脾气匠的 你不跟我说 我也不跟你说 就这样僵持着 谁也没理谁 其实李红远和陈玉珍俩人 是中学同学 后来相亲遇到了 就在一起了 原本陈玉珍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他就变了 也就在父母冷战期间 李可兴撞到了这个窗口上 平常疼爱女儿的陈玉珍 才会骂女儿两句 浇惯了的女孩子 她哪里受得了 李可兴后来还发现 平安和赵元明 他们的漂亮书包里面 陈玉珍根本就没有给女儿买灵嘴的 有时候馋糖了 连白糖水都喝不上一碗 可是小孩子 哪有不爱吃糖的 后来 李可兴就打起平安他们书包的主意了 漂亮书包他想要 书包里好吃的他也想要 他只有六岁 平常被陈玉珍宠着养大 再加上家属院 很少有孩子带灵嘴出门 因为大家都不会买很多 有好吃的都捂在家里就吃了 那像平安他们 不仅在家里有好吃的 出门还能带着解馋 再说平安他们是男孩子 李可兴是女孩子 也很少玩到一起去 没看到 平时也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这天 李可兴再次看到 平安从书包里拿出一块陶酥出来 那诱人的香气直冲鼻子 把李可兴仅剩下的一点理智也冲没了 平安平常好动 才几天就和好几个男孩子玩到了一起了 要是抢他的 其他几个帮忙怎么办 他不敢抢 所以目标就落在赵元明身上了 赵元明每次来了 就呆呆坐在一边自己玩 看着比平安好气负多了 而且也不爱说话 这时候刚好老师都走开了 大家的书包都放在椅子杯上 李可兴跑过去 一把抢过赵元明的书包后 就跑开了 赵元明发现异样 马上转头看去 看到自己心爱的书包被人抢走了 他当即就叫出来了 你干嘛抢我书包 他声音不小 整个房间的人都听到了 李可兴没想到他会叫出来 反嘴就顶了回去 抢就抢了 到时候我让我妈妈陪你一个书包就是了 说着话 他就打开书包 果然看到里面有好几粒糖 还有小饼干 桃酥也有三块 他眼睛一亮 拿起一块桃酥就放入嘴中 好吃 太好吃了 可是他还没把这块桃酥吃完 赵元明就跑过去 把他的书包从李可兴的手上抢回来了 这是我一给我的书包 你凭什么抢我的 还我 这时候从侧边伸来一只小胖手 直接把李可兴手上还没吃完的桃酥抢了过来 还给了赵元明 元明哥的东西 你也抢 你是土匪吗 赵元明看着被吃过的桃酥 皱起眉头 放书包放向手的另一边 没接 不要 走 平安看向手上的桃酥 也嫌弃的抿了抿唇 一下就把他丢了 李可兴看到被抢回去的东西 不服气 上手就去抓平安的手 平安没注意 被他抓到了 手上吃痛 反射性伸手就推了一把李可兴 可不成想 李可兴直接就摔倒了 后脑勺正好撞到了墙壁上 李可兴是个不服输的性子 虽然痛 但是他强忍着痛 从地上爬起来 上手就去打平安 按理说 李可兴六岁 平安才四岁 平安是打不过六岁的李可兴的 但是平安有断练 早就不是一般的四岁孩子了 他手筋大着呢 李可兴打不着人 就上手去抓平安 第141章 起因过程 一个不注意 脸上一痛 平安意识到脸被抓了 娘说了 被别人欺负了 要欺负回来 当即就一脚把李可兴绊倒了 这次又摔倒在地上了 因为手肘着地 手肘特别痛 整个手臂都骂了 李可兴这么多年 哪受过这种 红着眼想报复回去 正在这时 老师推门进来了 他一眼就看到平安脸上的三条抓痕 吓了一大跳 看到李可兴还想打平安 他马上上前制止 接着 另一个老师也回来了 看到老师来了 李可兴马上就哭了起来 哭得特别伤心 一抽一抽的 平安和赵元明 看到这个样子的李可兴 有点傻眼了 打人是他 哭又是他 他还有脸哭 平安马上反应过来 想起他娘说过的话 在外面被欺负了 不管赢不赢的 对方哭也要跟着哭 哭的一方就能得到同情 别人会偏袒弱的一方 所以下一刻 他哗了一声就哭出来了 于是 两个娃娃都哭了起来 老师看到这一幕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班里这么多小朋友 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很快 老师就知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后来事情报告到冯主任那边 孩子不同程度受了伤 冯主任就叫李老师 去叫家长了 为了不影响其他孩子 老师特意把三个孩子 叫到老师的办公室 等着家长到来 因为托儿所的老师 都是有限的 每个班都是两个老师 就连冯主任 也负责了一个班 按理说 李老师去叫人了 班里还有一个老师 看着孩子 但是被叫到老师办公室的 三个孩子 就没人看了 何老师想着 班里没人看着不行 就出门想到其他班 找人接一个老师过来 先看着这三个孩子 何老师才出门 李可兴就凶狠地看向平安 他看了看四周 他看着旁边有一张小椅子 抄起小椅子 就向平安身上砸去 赵元明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都白了 想都没想 就抱住平安 把他护在身下 赵元明身高比平安高 很容易就把平安抱进怀里 可是平安也不是笨的 看到这人又要打人 居然连椅子都举起来了 这要是背着了得有多痛 他侧身闪出赵元明怀里 一脚就往李可兴小腿肚踢去 李可兴被他这一踢 直接坐到了地上 但是手上举着的椅子 他就举不动了 直接砸在了他头上 好痛 痛死他了 等痛一过去了 他站起来就去推赵元明 赵元明没注意到 因为是生气之下推的 用的力有点大 一推之下 身子不稳 直直往旁边一个铁架上摔去 只听咔嚓一声 赵元明马上脸色痛苦的捂着手 声音虽然轻 但是李可兴知道后也吓到了 马上就哭了起来 平安则吓到了 刚刚元明哥摔过去时 他就看到那个铁架了 当听到声音 又看到元明哥痛苦呻吟的样子 吓得脸都白了 元明哥会不会死 他再怎么鬼灵精 也只是个四岁的孩子 哭声把门外经过的一个老师惊到了 老师进来一看 吓得魂都飞了 马上出门去找冯主任 正在这时 离去的何老师回来了 他一进屋 就看到椅子倒在地上 赵元明趴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他马上去查看情况 当摸到赵元明左手的位置时 赵元明马上一开 不让摸了 不会被椅子砸骨折了吧 想到这 他马上意识到 这个是自己监护不到造成的 马上把人抱起 往旁边的教室走去 等何老师把人都抱回到教室后 之前去找冯主任的老师回来了 跟着一起来的 除了冯主任 还有另一个老师 原本只是小伤 现在变成大伤了 乔思一来 托儿所看到的 就是这一幕画面 陈玉珍到托儿所的时候 乔思已经抱着赵元明 去了军区医院 他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拿起一根树枝 就抽了一顿李可兴 李可兴第一次看到 他妈妈这么生气 居然还打他 当下哭得更伤心了 让你拿别人东西 别人抢你的东西你就哭 怎么不想想你拿别人东西不对呢 我抽死你 抢别人东西还打别人 你怎么这么霸道 冯主任在旁边 看着陈玉珍的打法 有点吓到了 这都打了整整五分钟了 还没停 可兴妈妈 平安妈妈她抱着人去医院了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毕竟是你女儿 打人家儿子 冯主任想着 一会等孩子们放学了 她还要跑医院看看情况 陈玉珍停下手 想到家里已经没钱了 她又瞪了李可兴一眼 女儿是她带大了 平月因为穿着方面 是家属院最好的 她爱面子 女儿也学到了她 特别爱面子 而且还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不说女儿 她自己也是这样觉得的 在家属院 没有谁穿的比她更好 她虽然不是最好看的 但是她穿的最时尚 衣服是当下流行的 发型也是当下流行的波浪卷发 以前就有人说 父母是孩子身上的一面镜子 是什么让女儿对错不分 难道真是她做错了 在没有和李洪远结婚时 她和爸妈工厂厂长儿子 谈过对象 后来厂长儿子 选择了厂里 一个主任家的女儿结婚 原因是 人家会打扮 说她像个村姑 天天就穿着几件衣服 就是从那时开始 她就变得喜欢打扮自己了 现在丈夫跟她冷战 女儿又搞出这种事 她女儿虽然骄纵了些 平时也不会抢别人的东西 还把人打进医院了 这得花多少钱 她现在手上只剩下的五块钱了 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现在五块钱远远还不够 她想了想 这是要告诉李洪远才行 现在还是去医院看看孩子吧 去供应社买了点饼干 苹果 还拿了十个鸡蛋 拎着就带着女儿 往军区医院赶去 到了医院 当她喘喘不安的带着女儿 打听到赵元明的情况后 把她吓了一跳 骨折 陈玉珍又一次看向女儿 震惊的看着她 你把赵元明打骨折了 李可欣窃窃看了陈玉珍一眼 不是打的 是推 她摔倒了 倒在铁架子上 哦 这就怪不得了 打骨折 她是不幸的 她女儿五力值 还没有这么大 第142章 找来医院 乔思抱着平安睡着了 孩子刚刚吓得够呛 这回安心了 在她怀里就睡着了 赵元明可能是因为 伤口还有点痛 闭着眼睛 眼皮还在动 显然还没睡着 乔思看到她这样 摸了摸她的眼皮 笑着说 睡不着就别睡了 待会还要上板子 怕不怕 赵元明睁开了眼睛 看向乔思 轻轻摇了摇头 不怕 她眼里闪烁着点点星光 眼里全是依赖 还痛吗 不痛了 不痛才怪 只是她用灵力 把她的痛觉封了大部分 让她不会太痛受不了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乔思以为是护士 便回了一句 门没锁 等她抬头看看 是不是医生来上板子时 便看到陈玉珍带着女儿 李可欣站在了门口 乔思神色疑惑地 看向陈玉珍 乔同志 对不起 这件事是我女儿做错了 我已经打过她一顿了 乔思听到她这么说 马上看向赵元明 向她求证道 小明 是她吗 赵元明侧头看向病房门口 静静看了好一会 才慢慢点头 乔思脸色当即就黑了下来 我不接受道歉 这件事我还没弄清楚 等我弄清楚后 自然会找上门来 陈玉珍张了张嘴 看乔思神色就知道 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这件事是我女儿的错 是她拿赵元明的逃苏 还抢她书包 都怪我没有好好教育孩子 这些是买给平安和赵元明压压惊的 真的对不起 陈玉珍的态度十分诚恳 乔思有点意外 能说出这番话的 算她还有点良心 她看了看陈玉珍 摆在一旁椅子上的东西 没说话 李可欣全程低着头没说话 她被刚刚她妈打她时 狠近吓到了 身上好痛 全身都痛 她这时不敢反抗了 该怎么赔 我们赔 医药费我们出 至于李可欣 你要是想出气 她任由你处置 你看怎么样 这话一出 李可欣身体猛地抖了一下 马上抬头看向她妈妈 眼眶的泪水慢慢往下掉 妈妈 我是你女儿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下次不敢了 对不起 乌思皱起眉头 看着李可欣哭 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她一个大人 能跟孩子计较 就是计较也要按着来 她嘴角微钩 露出一抹浅淡的笑容 看着陈玉珍 把孩子往她这边推过来 乔思马上制止道 事情还没弄清楚 孩子 你领回去 正在这时 又传来敲门声 门没锁 这次进来的是医院的冯主任 他领着护士 带着东西 来给赵元明上加版了 乔思把位置腾出来 然后看向陈玉珍 我现在没空 时间也不早了 你领着孩子回去吧 听到乔思这么说 陈玉珍没办法 只得带着李可欣 慢慢出了病房 这时 林俊辉正好赶到病房 急急忙忙推开病房的门 大踏步走进来 看到乔思 马上着急问道 孩子没事吧 乔思看到他 微愣了一下 没想到他会过来 可能是有人半路上看到他 找人去通知的他 他指了指床上的两个孩子 平安脸上被抓了三道划痕 小明严重点 手臂骨折了 这回正在上加版 林俊辉皱眉 脸色微愣 怎么回事 在托儿所发生的事 我还没去了解情况 但是刚刚林长 媳妇带着他女儿过来了 恐怕跟他女儿有关 林俊辉看向赵元明 最后看向冯医生 冯主任 孩子骨折严重吗 对于孩子来说 他这个程度算严重了 听着刚刚的对话 冯主任也知道了 孩子是在托儿所受伤的 现在怎么上的托儿所 也会骨折 这到底是怎么弄到的 上好加版后 冯主任说道 孩子可以带回家养伤 也可以在医院住一晚 看你们怎么安排 咦 我想回家 赵元明轻轻说道 林俊辉走上前 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好 咱们回家 乔思这时候才发现 平安已经醒过来了 此刻正静静看着 他爹和赵元明 看了好一会后 才转开了视线 突然对上乔思的视线 他轻轻叫道 娘 醒了 还要睡吗 咱们准备回家了 不睡了 爹 要抱抱 平安伸着手 眼里带着西纪 林俊辉看向儿子那张 被划花的脸 俯下身子 把平安从床上抱起来 平安用额头轻轻 去蹭林俊辉的额头 乔思将他的动作 看在眼内 这家伙 刚刚静静看着 他爹跟小明互动 这回他主动要求 不会是吃醋了吧 想到这里 乔思把这件事 记在了心里 找时间 要跟林俊辉提一下 还要跟儿子单独聊聊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 以后会出大问题的 林俊辉去找冯主任 乔思 则坐在病房里 看着两个孩子 托儿所冯老师 带着李老师和和老师俩人 来到医院 他们是等孩子 放学后后才过来的 所以来得有点晚 乔思看到他们三个老师 把人迎进了病房 正好 现在把事情 前一后果理一遍 免得他后面 再去找人了解 从两个老师话中 了解了整件事的经过 又找平安和小明问过 终于把整件事搞明白了 抢零食 打人 用指甲抓人 推人 还拿椅子砸人 乔思对李可欣 这个孩子喜欢不起来 可以说讨厌 他不明白 他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孩子 想要就去抢 抢不到就打 抢不到就砸 椅子这么大的东西 他也能毫不犹豫 拿起就砸人 力气是真的大 心也够狠 林俊辉听到后 也黑了脸 当听到陈玉珍 在托儿所用树枝 抽了李可欣五分钟 乔思有点意外 还好这母亲 还算拎得轻 夫妻俩一人抱着一个孩子 就回了家 回到家时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乔思到厨房准备晚饭 林俊辉则给孩子洗澡 特别是赵元明 左手上了家板的地方 不能沾水 要是不洗澡也不行 现在天气热 动一动就出一身的汗 只能叫林俊辉给帮忙洗了 这天晚上 因为赵元明手的问题 两个孩子要分开睡了 平安跟乔思睡 赵元明跟林俊辉睡 晚上 李洪远回到家时 听到陈玉珍跟他说的事 脸上的神色马上就变了 第143章 上门求原谅 你看你把女儿宠成怎么样 抢东西 打人 杂人 他怎么敢 李洪远气愤地对着陈玉珍说道 陈玉珍看着李洪远 听到丈夫骂他的那一刻 他慢慢就红了眼眶 他自从知道这件事后 心里就特别无助 这回丈夫回来也说他 他就更难受了 现在他也想明白了 孩子以后不能这么养了 该打还是要打 该交还是要交 看到陈玉珍泛红的眼眶 李洪远愣了一下 很快就把视线一开 这是我都一年 你看看要怎么办 陈玉珍说话语气有点哽咽 领着孩子 跟我一起 上一趟林团长家道歉去 可以 但是他们刚刚从医院回来 这回估计还在做晚饭 还要照顾孩子 要不我们先吃饭 一会再去 李洪远想想便硬了下来 陈玉珍马上去厨房准备晚饭 再看到家里 只有一个青菜后 他又想到钱的事了 于是走出来说道 洪远 家里没钱了 你看要不要找人借点钱 李洪远目光一下子看过来 眼里闪现着不解 李上次给你钱只有半个月 你钱就没有了 钱都用去了哪里 陈玉珍不敢看丈夫的眼睛 低着头窃窃道 林团长孩子的医院费 我们要出 刚刚我去医院看他们的时候 买了点礼物 原本菜钱省省 可以用到你发补贴的 现在看也不够了 李洪远半天不说话 陈玉珍以为他走开了 不管这件事了 心里不安 便慢慢抬起头来 发现他还站在原地 我知道错了 我改 以后都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如果下次还乱花钱 除了每天的菜钱 我不会再给你钱了 陈玉珍不敢说话 低着头一副小媳妇的模样 难得看陈玉珍低头认错 李洪远没说什么 进了房间 没一会 拿着一张大团结走出来 递给陈玉珍 这个月的菜钱 林团长孩子医药费的钱 我再想办法 等李玉珍接过钱 他就走开了 李玉珍看着手上的钱 要是以前他早就生气了 这回他没有生气 有些事 他并不是不知道对错 只是心里有个结在 所以一直被他无视了 他觉得 是时候放下过去了 别人的事 没必要把自己家里 弄得一团乱 生活是自己的 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以前是他太执着了 至于李洪远 他为什么还有钱 他一点也不好奇 反而还庆幸 他手上还留有点钱 可以应急 收起钱 他就进了厨房 李可欣缩在椅子上 神色窃窃的 看着父母刚刚的举动 他很害怕 特别是看到妈妈的时候 更加害怕 还有父亲投过来的眼神 也让他不安 他不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李洪远早就发现 女儿的不对劲了 他走到他面前 李可欣抬起头 看了一眼李洪远 窃窃叫了声 爸爸之后 又低下了头 为什么要抢小朋友的东西 李洪远平静地问女儿 李可欣看了一眼爸爸 过了好一会才 慢慢说道 我不想这样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爸爸你别不要我 李洪远伸手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摸到他后脑的位置时 突然摸到个鼓起来的包 不大 但是在他摸的时候 他明显缩了一下 李洪远没说什么 这个应该是 今天打架时伤到的 爸爸问什么 你如实回答爸爸就行 爸爸和你一起 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前提是 你一定要听话 听到爸爸这么说 李可欣想了想 便慢慢说道 我看到他书包里有好吃的 我想吃 最新款我也喜欢 前几天我就找妈妈要买了 妈妈凶我了 不给我买 听到他这么说 李洪远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家里根本没有孩子的零食 孩子嘴馋 可能也问过妈妈要 但是陈玉珍没买 这个都不是导火线 前两天正是他们夫妻冷战期间 孩子问要书包和零食 他也没耐心 就凶女儿了 意思应该就是 不给孩子买 他的女儿他 还是了解的 主要的导火线 应该是陈玉珍凶女儿了 要知道 陈玉珍之前不会凶女儿的 他这凶丸女儿 让女儿在他那里 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 他委屈加不满 这就爆发了 李洪远坐在女儿身边 耐心问道 你觉得你做的是错了吗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李可欣窃窃看向爸爸 看爸爸语气温柔 眼里的目光看着也不凶 便主动道歉了 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他们书包天天有好吃的 我想着我拿一点不要紧 我拿了他们的 再叫妈妈给买回来 还给他们 那为什么还抢书包了 我没抢 我是拿 妈妈现在不给我买 我拿他们的 到时再叫妈妈 买个新的还给他们 事先跟人家商量了吗 李洪远慢慢引导 没有 想着买回来 还给他们再说 李洪远终于问清楚了 那赵元明的手 是怎么骨折的 爸爸 我错的 是我推的 我没想到 旁边有放一个铁架子 他摔到铁架子上的 原来是这样 他还在疑惑 女儿怎么有这么大力气 把人弄骨折的 这就怪不得了 但是推人 打人 抢东西都不对 可欣 你知道吗 不问自取就是偷 你这是偷东西的行为 在你在偷的时候 人家主人在场 那就是抢东西了 这个比偷更严重 网大了说 偷和抢被发现了 是要送公安局坐牢的 你知道吧 李可欣吓得 马上就哭了起来 抽抽耶耶的说 爸爸 我下次不敢了 别把我送公安局 李洪远抿了抿唇 看到女儿脖子的地方不对 伸手掀开衣服 发现后背上 都是树枝抽打的痕迹 他目光闪了闪问 你妈妈打的 李可欣微点了点头 眼泪还在往下掉 妈妈平时给你买 这么多漂亮衣服 头花这些 以后都没有了 你能不能接受 李可欣停下来 看向爸爸 点点头 嗯 别不要可欣 可欣以后都听话 那行 一会去林叔叔家 你要主动道歉知道吗 因为你做错事了 你打人了 打人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好 我已不打人了 也不抢别人东西 李可欣抽抽耶耶的说 李洪远拍拍他的头 然后走开了 林军辉一家人 吃过晚饭后 平安和赵元明 因为今天有点吓到了 正准备睡觉呢 这时院子外面传来叫声 林看长 嫂子 在家吗 乔思听到声音 马上转头 看向林军辉 应该是李营长和他媳妇来了 说着话 他就出去开门了 李洪远一家三口进了屋 乔思一点好脸色也不给他们 坐在沙发上 也不说叫人坐 平安和赵元明坐在沙发上 看到李可欣后 转开视线不看人 突然李可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平安 赵元明 对不起 今天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抢你东西 还打你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乔思眉眼微微一挑 打了人 道个歉 就要原谅你了 骨折的又不是你 说得好轻巧啊 下跪就有用了 乔思一家人都不说话 此时的气氛有点尴尬 林看长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女儿 今天这种事 一定不会再发生了 你看 陈玉珍揪紧衣袖 鼓足勇气说道 第144章 孩子说了算 林军辉听到自己名字 马上把自己的立场表明 伤的是平安和小明 他们俩人说了算 我代表不了他们 意思很明显了 只要两个孩子原谅了就行 他没问题 你让你女儿快起来 跪着影响不好 乔思看向陈玉珍说话 李洪元想了想 觉得乔思说得对 便把女儿扶起来了 之后 他从袋里拿出一叠钱来 放在桌面上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女儿的错 这是两个孩子的医药费 不够我再送来 说完这 他拉着妻子和女儿 对着乔思一家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转过身 慢慢往外走去 乔思看了看桌上的钱 看着并不少 他马上叫住了人 等等 医院费用不了这么多 今天就用了十块 多余的你拿回去 别倒是说 他们家额 他们的钱就完了 一点风吹草动 都能被人说得面目全非 还是别了 剩下的给平安 和赵元明买点吃的 补补身体 不用 都拿走吧 乔思只拿了一张 十元钱的 剩下的都放回到桌面上 示意他们拿走 李洪远没办法 折返回来 把桌上的钱拿走 拿的时候 剩下了两张 之后便带着妻女走了 乔思看到人走后 看向一旁的林俊辉 问道 他们上门道歉 我们这样 对他们不会太过分 林俊辉看向一旁的赵元明 说道 不会 伤成这样 这本就是他们家受着的 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听到林俊辉的话 乔思心想 不会就好 咦 这是要不就算了吧 赵元明看向乔思说道 乔思惊讶地看向赵元明 皱眉问 你不讨厌李可兴了 赵元明低下了头 那倒不是 他还是讨厌李可兴的 只是怕叔叔和姨姨俩人难做 看到他没说话 乔思就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了 按照你内心的想法来 不要顾虑我们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做 这是对叔叔姨姨 一点影响都没有 赵元明看到乔思这么说 轻轻点了点头说 我还是讨厌他 娘 我也讨厌他 乔思笑了 摸了摸平安的头 好了 娘都知道 时间不早了 你们都去睡觉吧 等两个孩子睡着后 乔思拉上林俊辉 坐在客厅聊了起来 这件事后面 要怎么处理 乔思问 最主要的是 怕林俊辉再部队 会不会受影响 顺其自然就好 李营长跟他不是一个团 影响不了 乔思想了想 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对方够诚意 后面还会有动作的 就看他们要怎么做了 这回 他又想起平安在医院时 吃醋的行为 对林俊辉说起这件事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是后面我会注意的 明天孩子们 就先不要去托儿所了 让他们再家住两天 你看行不行 乔思问 行 你做主 林俊辉说完 眸光深深看了乔思一眼 今天的事多亏有你在 说着话 林俊辉就把手 轻轻握上乔思的手 乔思愣住了 看看他们像我的手 随后看向他的脸 要是平时 乔思肯定会高兴起来 林俊辉很少这么主动的 但是今天 他提不起任何兴趣 心情反而有点沉重 次日 乔思醒过来的时候 感觉有人蹭他的脸 他马上睁开眼睛 便看到平安那张放大的脸 平安本就长得像林俊辉 这个角度去看 就更像了 他愣了一下 马上楼井怀里的小家伙 笑着说道 捉到一个小朋友 平安听到乔思的话 马上扭动小身体 向着毛毛虫 娘 你醒了 乔思想去挠他痒痒 正好这时被他挣脱了 娘 爹早就醒了 我听到爹刚刚出门了 乔思马上想到赵元明 马上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平安 我们先去看看 你元明哥醒了没有 好不好 好 元明哥手痛 说着话 平安就坐了起来 乔思拉着儿子 亲手亲脚来到林俊辉的房间门口 然后从门缝里往里看 被挡住了 轻轻把门推开 乔思伸出头往里看 发现赵元明还闭着眼睛在睡 呼吸平稳 显然没醒 乔思马上带着平安退了出来 折返回房间 你元明哥还没醒 我们再来一回床 说完 拉着平安又躺回床上 平安 娘有件事问你 平安正想躺下来 听到乔思的话 马上看向乔思 娘 你问 爹娘对你元明哥好 你会不会不高兴 这次平安明显收起了笑容 他看着乔思想了好一会 乔思知道平安有想法了 马上轻轻摸着他的头 说道 你一定要知道 不管任何时候 你在爹娘的心中 永远是最重要的 爹娘最爱你 第145章 原来是有人搞鬼 你元明哥以前受过很多苦 我们既然养了他 就要对他好 对不对 乔思慢慢引导 听到这 平安倒是点了点头 对 陈婆婆他们坏 现在看到元明哥还翻白眼 乔思倒是不知道这件事 听到平安这么说 皱起眉头来 我们管不了别人 但是现在元明哥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就要相亲相爱 平安愣愣看着乔思 过了一会才问到 元明哥是我们家人了 对啊 既然到我们家了 就是我们的家人 平安这时候 才有了点点笑容 平安一定要记住 爹娘最爱平安 有时你要是遇到 爹娘不对的地方 例如 抱了元明哥没抱平安 平安不高兴了 就要大声表达出来 别憋在心里 一个人不高兴 知道吗 爹娘有时候也会忘记 但是爹娘尽量做到不忘记 好不好 嗯 我昨天就说出来了 爹爹来的时候 没抱平安 先抱元明哥了 平安喃喃说道 这小家伙终于说出来了 嗯 平安做得真棒 那等爹爹回来 娘帮你批评爹爹好不好 平安摇摇头 不要 爹昨天抱过我了 你不能批评爹爹 说完 他有喃喃说道 爹爹很好的 他平时抱平安最多 下次我要是想要抱抱 一定会主动说出来 乔思听到这 暗暗偷笑起来 这家伙还知道护着他爹 那行 要是以后有人说 你爹娘都不喜欢你了 现在敢喜欢你元明哥了 你该怎么办 家属院里什么人都有 乔思还是要提前跟平安 做好思想工作才行 胡说 爹娘最爱我了 元明哥是我们家人 爹娘喜欢元明哥很正常 说完 平安看着乔思 我就这样跟他们说 乔思马上奖励平安一个亲亲 在他额头上脸颊上亲了好几下 亲完笑着道 对 平安太棒了 要是以后有人这么说 那个人一定不是好人 记得要远离他 还别说 家属院那帮人 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说说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 上次居然还说 他们家是为了赵冰的抚恤精 才领养的赵元明 真是放屁 哎 对啊 这回好像没人再说这件事了 乔思辰撕着赵冰的抚恤精 乔思突然想到他的用处了 等林俊辉回来 跟他商量一下 平安突然点头 对 范婶子是坏人 说爹娘不喜欢平安了 只喜欢元明哥 乔思一愣 马上坐起来看向平安 范婶子对你这么说的 平安点头 对 他是坏人 平安以后不要跟他说话了 乔思脸色马上沉下来 他就说平安怎么会吃起小明的醋呢 原来是有人搞鬼 这时 乔思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动静 平安 你元明哥醒了 我们去看看他 乔思带着平安走过去时 果然看到赵元明已经醒过来了 他正努力摆动着身体坐起来 乔思马上过去扶住他 带着孩子吃过早饭 平安就要吵着出去玩 乔思看到赵元明的手 对平安说道 元明哥的手受伤了 他要再加养伤 你要是想去玩 只能一个人去玩了 平安听到 只能他一个人玩 看着赵元明说道 那元明哥在家养伤 我出去玩一会就回来看你 乔思不管两个孩子的事了 他准备熬一锅猪大骨汤 来给赵元明补补身体 吃什么补什么 熬骨头汤最好了 他的骨头可不是普通的骨头 那可是黑牙猪的骨头 带着灵气的 中午林郡辉回来的时候 乔思正在院子里拔草 乔思看到他回来了 马上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他饭早就做好了 这回端出来就可以吃了 把摘下来的黄菜叶放到屋檐下 洗干净手就进了屋 林郡辉正在碗柜里拿碗的时候 乔思突然想起范婶子的事 他把这件事跟林郡辉说了 林郡辉听到这件事后 手上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不敢置信道 家属院里的人跟平安说的 对 我听平安说的 说是范婶子跟他说的 你找个时间 把这件事反映给杨主任 他是管家属院妇女问题的 他会处理 乔思听到后 硬了下来 就算林郡辉不说 他也准备这么处理 吃过饭后 林郡辉洗碗去了 乔思把刚刚放在屋檐下的菜叶 用刀切碎后 丢到兔子窝去 两个孩子都在睡午觉 乔思便趁着这个空隙 到后勤值班室去拿信件 昨天收到消息 他有一封信来了 乔思心想 知道这里地址的 只有乔丘花了 恐怕这信就是他寄过来的 在去后勤值班室取信的路上 乔思遇到了艾米 这女人又找来了 看她那架势 恐怕是专门来堵她的 看到她 乔思又想到邓学凯那恶心玩意了 谁知艾米却挡在了乔思的前面 她不得不停下脚步 冷冷注视着她 好狗不挡到 因为邓学凯的原因 连着艾米 她也不想跟对方周旋了 我有事找你 艾米打亮了一眼乔思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事找你 让开 不都是重生回来的 你神气什么 你和我不过是半斤八两 都是背叛林郡辉的女人 听到艾米这么说 乔思不知为何突然笑了起来 她脾里脾气地看向艾米 我之前还不明白你说的重生 不过 我后来了解过 只是 重生回来的也不过如此 活得像个笑话一样 乔思说完这句话 不再理会艾米 继续往后勤 直搬式走去 艾米还想过来挡道 被乔思手臂轻轻一推 人就飞出两米远 顺势坐到了地上 艾米震惊地看向乔思 没想到她力气这么大 看到她要走 马上吼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 她什么时候像笑话一样了 什么叫不过如此 她很差吗 乔思转过身看向地上坐着的艾米 邪妹一笑道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艾米也不是完全笨 这句话她还是听懂了 是说她蠢的意思 她不服气了 她马上从地上站起来 突然看到完好无损的自己 皱起眉头 这时候 她才想到 刚刚乔思那一推 好像有一股推力 把她按到了地上坐着 按理说 被人推倒在地上 这里又是沙地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擦伤 她好像没有 这股推力不像是死的 它像是活过来一样 这股推力不仅把她推力她身边 而且还护住了她 让她没受一点伤害 想到这 她露出一副不敢置信的神色 不信邪的左看看 右看看 手上 脚上 真是一点伤都没有 她像见鬼了一样 抬头再看 乔思早已经不见了身影 她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 脸上露出喜色 她没想到 乔思居然还有这能力 这是气功吗 如果真能把她拉到自己的阵营 那真是如虎添翼啊 于是她没有走开 而是一直站在原地等乔思 乔思拿了信 原路返回时 没想到爱你还在 回家属院 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她避无可避 乔思心想 这女人真有恒心啊 死缠烂打的功夫 真是一绝 这样一直纠缠着 她也不是个事 她得想个办法 让她不敢再来找她才行 乔思 我真心想跟你合作的 你有什么要求 尽量说出来 我要是能办到 一定满足你 艾米眼里 一片真诚地看向乔思 可惜 乔思对她的合作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别说 我还真有一个要求 乔思吊锒铛地说 好 你说 我一定满足你 艾米笑着说道 麻烦你 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 烦 艾米听到乔思的话后 瞬间收起了笑容 脸黑了下来 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听不懂人话 艾米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乔思 不要欺人太甚 谁欺人太甚 三番五次找过来 你不烦 我都烦了 什么重生 什么报复 吃饱撑的 艾米脸色黑得更甚 她一直引以为容的秘密 居然就这样被乔思说出来了 那么的一切不顾 她脸色一阵轻一阵红的 你别得意 林俊辉对你也不是多好 你以为他能好好对你 做梦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有空你操心操心 你自己吧 结婚了 还和男人钻小树林 上次乔思回到家时 才想到 艾米那天 为什么要和男人去小树林 这女人原来是缺男人了 邓学凯难道不能满足她 非要找别的男人 乔思虽然觉得 邓学凯这人不怎么样 但是说真的 那天小树林的男人 还真比不上邓学凯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说清楚 你不能走 艾米再次拦住了 乔思的去路 他感觉到 乔思似乎知道了点什么 艾米感受到威胁了 说清楚什么 你和男人小树林的事 还是饮手镯的事 乔思一脸戏谑 艾米听到乔思的话后 瞳孔猛的一缩 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不可置信的看向乔思 男男道 你都知道了 嗯啊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还有 林俊辉是我丈夫 想对付他 你还是想清楚再做决定 毕竟我的耐心 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 说完 乔思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眼无神 心里只有一句话 在反复重复着 原来乔思什么都知道 他就像那跳梁小丑一样 在那啥蹦达 他不仅让他看见了笑话 还搭上了自己 嫁给了邓学凯 老天爷是真的会开玩笑 一次又一次的 让他有了希望 又失去了希望 还让人白白看了笑话 乔思采懒得李艾米的是 他现在正坐在房间椅子上 看着乔秋花写给他的信 乔秋花10月28结婚白酒 现在9月份了 离他成亲 还有一个多月了 他在这里走不开 也不想回去 就给他回点钱回去吧 乔家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东西 陪嫁给他的 顶贴了一床被子 他那回结婚的时候 连他自己好一些的衣服 都不给带走 就给了一张薄被 打发了他 以前的乔思 是个眼盲心瞎的 乔家做得这么绝 他还能一如既往的 对张昭递好 乔思铺好信纸 拿出笔给乔秋花回信 他在低着头写信的时候 林俊辉悄悄来到他房门口 看到他低着头在写信 没有打扰他 今天部队收到上级 下达下来的任务 地省出现一群狂徒 这一年来 在地省各个地方流窜 这群狂徒无恶不作 买卖人口 抢抢名女 偷抢更是数不胜数 目前已经害了十几个少女 甚至连结了婚的 稍有姿色妇女 他们也不放过 只要长得漂亮 被他们盯上的女人 基本没有生还的机会 人被轮女干后 全都被灭口了 这群狂徒 常在庆丰市出没 庆丰市是他老家 这个任务可能会落到他头上 如果真落到他头上 那他过几天就要出任务了 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慢了有可能三个月 想到三个月不在家 他一个人在这里照顾两个孩子 会不会忙不过来 他随军后 这次是他第一次出任务离开他 他会不会不高兴 还有 他们的三个月之约 还差十来天就到期了 他出任务这么久 回来后 他会不会反悔 他心里有点没底 林俊辉坐在客厅等了一会 看他还是没写完 想着时间也来不及了 便去部队了 想着晚上再回来 跟他说这件事 乔思把信写好 然后从空间里拿出50块 就出门去了张大姐家 张大姐前两天就说过 他明天要去一趟市里 正好让他帮忙 记一下信和钱 从张大姐家出来 乔思在街道上遇到了范婶子 他正看着他儿子 在一边玩沙堆 乔思一想到他跟平安说的话 心里对他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能跟孩子说出这种话的 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个女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针对他们家了 次次有什么事发生 总要说两句他们家的坏话 要不阴阳怪气的 要不明着针对 他要想想办法 让这个女人付出代价才行 他乔思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第146章 要出任务了 下午 城市长办公室 林俊辉身姿笔直地站在城市长办公桌前 俊辉 上次训练你一人打四人 最后赢了 是不是真的 听到城市长话 林俊辉抬头看向他 面色平静回道 侥幸宁的 城市长笑了 很好 不错 说完 他轻叹了一口气 又道 上级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 之前我还有点犹豫 现在我想把这个任务派给你们团 由你领队出发 林俊辉心里一顿 果然 他的直觉一向很准 林俊辉马上行了个军礼 严肃回道 保证完成任务 地省清风市 是你老家所在的事 你完成任务后 还可以回家看看父母 林俊辉没说话 父母虽然平日里偏心 但是始终是他父母 是该回去看看 我还听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城市长不知想到什么 笑着 看向林俊辉说道 林俊辉抬头看向城市长 城市长看他半天在 也没多说一句话 心里无趣 看你平日里太严肃了 真不清楚 你媳妇是怎么受得了你的 除了必须回答的 多一个字都不说 难道你们夫妻俩在家也不说话 林俊辉听到这话 无奈地看向城市长 城市长 你说的有趣的事是什么 哦 你们清风是出了个女侠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在清风市火车站 把三个狂徒狂揍了一顿 不过公安局的人没本事 留不住人 不然 现在这个任务 也不会落到他们这了 林俊辉听着神色疑惑 女人不会是军人吧 城市长想了想 皱眉道 不像军人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尽全力帮忙 那女人看样子 就压根不想帮忙 你不是说她带着孩子 不方便吧 可能吧 哎 咱别管这事了 到现在上面也没找到人 现在任务 落在咱们头上 必须要把这个任务 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是 好好协助当地公安局的人员 对了 你这一去 最快也要一个多月 你回去要好好跟媳妇说说 她第一次遇到 肯定不适应 城市长苦口婆心地说 林俊辉目光一暗 微点头 嗯 我知道 去吧 回家好好准备一下 后天出发 从城市长办公室出来 林俊辉想了想 去了部队 傍晚 乔思正在院子里摘杨世子 看到林俊辉进院 马上笑着 给他丢了一个 林俊辉抬手接住 看向他明媚的笑容 也走了进来 我们家的杨世子种得真好 长出来的杨世子 饱满又清甜 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种的 我种的东西 就没有不好的 乔思自豪地仰头 看向林俊辉 笑着说道 再说了 院子里种的所有东西 他浇水的时候 都掺了空间里的林泉 自然长是喜人 想不好都难 天天为着林泉水呢 林俊辉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微微一顿 我有事对你说 走在前面的乔思 听到这话 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嗯 什么事 你说 后天我要出任务了 我出就出呗 他们军人出个任务 不是最正常的 林俊辉没想到 乔思会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呕了一声 一点都没有舍不得他 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他又轻轻说道 我这次出任务 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才能回来 慢了 要三个月 你一个人在家 带着两个孩子能行吗 乔思突然转过身后 惊讶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 你出任务要离开这么久 看着乔思惊讶的表情 愣愣点头 嗯 对 部队会不时接到任务 我身为军人 没办法避免 乔思深深看了林俊辉一眼 随后又转回身去 我知道 你安心地去吧 家里两个孩子 我能搞得定 对了 你这次任务危险吗 有一定的危险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林俊辉 感觉乔思对他的关心 刚刚的不舒服 慢慢散了些 乔思又一次转过身来 盯着林俊辉的眼睛 记得要活着回来 看到乔思看他 林俊辉也对上乔思的目光 两人四目相对 空气中有一瞬间的安静 两人之间的气氛 突然暧昧起来 嗯 放心 我会平安回来的 你在家等我 乔思收回目光 提着篮子往外走 够了 不摘了 出去吧 林俊辉主动提过 乔思手中的篮子 走在前面 乔思空着手 走在他身后 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林俊辉把篮子放回到厨房 然后拿了两个杨氏 叫爸爸走出来 准备洗洗吃的 谁知乔思 直接从他手上拿走一个 在衣服上擦擦 直接就咬了一口 林俊辉看他这个样子 愣着过后 也学着他一样 拿着杨氏子 往胸口的衣服擦了两下 放嘴里一咬 还是那么酸酸甜甜的 生命危险 你就服下 乔思吞下嘴里的杨氏子 转头对林俊辉说道 算了 还是把救星丸给他戴上吧 他不放心 林俊辉看向乔思 以为自己听错了 问道 你说什么 乔思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而是直接往房间走去 到了房间 他直接把房门锁上了 然后从戒指空间里 拿出一个白色瓶子 倒出一粒绿色的药丸 用一个新的小瓶子装好 做完这些 他拿着小瓶子走出来 来到林俊辉面前 把小瓶子递给他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药丸 你要是遇到有生命危险 就马上吞下 可以保住性命 林俊辉愣愣结果 看向乔思 这个是你做的 乔思点头 没错 这药丸确实是他在 修针界的时候练的 本来他是不想拿出来的 但是他担心林俊辉有危险 才冒险拿出来的 这个药丸能救命 林俊辉问 乔思看了林俊辉一眼 淡淡说道 对 能救命 只要人没断气 吃了他就能保住性命 林俊辉眼睛马上放光一样 那你能不能 乔思马上打断林俊辉的话 没有了 这药丸 我只剩下这一粒了 多的没有了 做这个药丸的药材很稀有 你想多药也没有了 林俊辉听到乔思这么说 信心然收回目光 他怎么知道 他想问他多药的 如果这药丸真像乔思说的 能救命 对部队来说 那真是如虎添翼啊 每次出任务 不可避免的 都会有伤亡的情况出现 如果有这个药丸的话 那就大大减少伤亡人数 乔思不再看林俊辉 走到厨房 去看炉子上的汤好了没有 然后走到灶台上 准备炒菜 林俊辉看到乔思在生火 收起思绪走了进来 主动接过柴火生火 我来吧 乔思没拒绝 想起自己也有事跟林俊辉说 便说道 赵元明的抚恤金 我想存起来 咱就别拿了 等他成年后 再把这钱一次信给他 你觉得怎么样 林俊辉放柴火的动作微顿 随后看向乔思 目光温柔 你的想法很好 就按你说的来 谢谢你为他做的这些 乔思微皱起眉头 听到林俊辉说谢谢他的话 他总感觉有点生疏 他没说话 低头炒着菜 林俊辉也感觉到乔思的不高兴了 他张了张嘴 正想说点什么不就是 平安正好从外面跑了进来 娘 今晚有什么好吃的 乔思转头看向平安 发现他正点起脚尖 往锅里看 看他一副馋猫的样子 弯了唇角 今晚吃野鸡炖蘑菇 还要一会才能吃饭 你去看看圆明哥醒了没有 圆明哥还在睡 都这么晚了 说着话 平安就出了厨房 估计是去叫赵圆明了 乔思觉得 平安这人适应能力挺强的 昨天才在托儿所被吓到 今天就一点 被吓到的迹象都没有了 是个没心没肺的 出任务前的一个晚上 林俊辉跟两个孩子 说他明天要出远门时 平安和赵圆明 都有点诧异的看向林俊辉 爹 你要去多久 叔叔 你是要出任务吗 赵圆明问的小心翼翼 看着表情有点不对 他的眼神带着畏惧和害怕 林俊辉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 笑着说 没错 这次是出任务 放心 我会平安回来的 别怕 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 林俊辉是看向赵圆明的 他的眼神十分笃定 带着安抚 赵圆明应该是想到他父亲了 怕林俊辉出事 也像他父亲一样 出去了回不来 因为赵兵也是出任务牺牲的 乔思吃饭的动作慢了下来 赵圆明这孩子 真的太敏感了 他夹起鸡腿肉 放入赵圆明碗里 轻声说道 快吃饭 别多想 说完 他又给平安夹了一筷子 你也吃饭 等你圆明哥的手好了 娘带你们进山碗好不好 平安一听 嘴角马上就咧到了耳根 笑道 太好了 我可以见到小白了 赵圆明听到陌生的名字 马上好奇的看过来 谁是小白 小白就是小白啊 他可漂亮了 平安高兴的说 赵圆明听了平安的话 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看向乔思 小白是只狐狸 小白这个名字 是平安给他娶的 赵圆明瞪大了眼睛 狐狸不是会咬人的吗 谁说的 小白才不咬人呢 小白可听话了 乔思看向平安这个鬼精灵 看向赵圆明说道 这个狐狸不咬人 其他狐狸我就不敢说了 下次进山我带你去见他 他很可爱 也很漂亮 有一身雪白的毛 赵圆明脸上露出兴奋的目光 好 乔思终于松了口气 赵圆明终于没再沉浸在悲伤中了 四日早上 林俊辉背上行李离开了家 离开家好一段距离的时候 他才停下身影 往家的方向看去 老大 走啊 你还站着干什么 徐文杰背着行李走了过来 张刚强看着徐文杰 你是不是笨 老大明显是舍不得嫂子 你没看老大看的方向 就是他家的方向 哦 原来这样 老大 昨晚一晚的时间 还不够你跟嫂子温存的 别依不舍了 咱赶快把那帮狗热的抓了 不就可以早点回来抱嫂子了 林俊辉冷嗖嗖的目光扫过来 徐文杰发现后背一阵凉意 马上转头看过去 当对上林俊辉的视线后 吓得马上往前跑了 哎呀 再不走就赶不上车了 快啊 我先走一步了 你们慢慢来 方海涛看到徐文杰那怂样 暗暗笑了起来 老大 听说有个女人凭一己之力 制服了三个歹徒 这是是不是真的 王志跟在林俊辉旁边好奇问道 林俊辉淡淡看了王杰一眼 你那么好奇 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他跟老大你一样 太特么厉害了 他一对三 你一对四 都是变态的存在 我听说 人家还带着一个孩子 一只手就把三个歹徒打趴下了 卧槽 真的假的 当时很多人看到 只是人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听说军部想招揽他 哇 这女人被军部看上了 厉害了 厉害什么呀 他要是跟老大比起来 我觉得 还是咱们老大厉害 张当强说道 毕竟对方再怎么说 都是一女的 再厉害 也不能比他老大厉害 上次那场训练到现在 他还觉得不可思议 林俊辉一巴掌就呼了过来 张刚强被打得骗了脑袋 转身看到老大收回去的手 委屈道 老大 你干嘛打我 你不说话 没人说 你是哑巴 林俊辉冷冰冰的说道 张刚强马上闭了嘴 委屈巴巴的看向王志 王志看得直想笑 该 张刚强也是个笨的 说话都不过脑子的 这不是给老大树敌吗 要真被那女人知道了 不得找老大较量一下 张刚强看王志也不理自己 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徐文杰 加快脚步追上了徐文杰 他还是跟徐文杰作伴好了 林俊辉走后 乔思去找了杨主任 他还记得林俊辉之前说的话 准备找杨主任反映一下问题 这话是范婶子跟平安说的 杨主任听完乔思说的话后 惊讶地问乔思 第147章 回徒儿所上学了 乔思点头 对 我从平安的话里知道的 我不知道这些话 他是有意说的 还是无意说的 我就觉得 他跟一个孩子说这种话 不合适 杨主任皱着眉头 如果这些话 真是范婶子说的 那他确实不应该 前段时间 家属院的人说 乔妹子家收养赵斌儿子 是为了赵斌的抚恤金 现在又要挑起人家的家庭矛盾 这回却是直接从小孩子身上入手了 范婶子居然跟平安说 他爸妈收养了赵元明 以后就不疼他了 怎么能跟孩子这么说呢 孩子年纪还小 很容易就会多想 幸好乔思发现得及时 不然到时要出大问题的 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真像你说的 我会处理 谢谢杨主任 那我等你好消息 看到乔思这么严肃的表情 杨主任扬起笑容 拍拍乔思的肩膀 放心吧 不会含了你的心 赵元明这段时间 肉眼可见的开朗起来 人看着笑容也多了不少 多亏了你们家 乔思看到杨主任的笑容 他也抿嘴笑了 应该的 进了我们家 就是一家人 我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 好同志 从杨主任办公室出来 乔思回了家 杨主任的效率特别快 因为乔思一直在留意着这件事 虽然部队没有明着公开处理这件事 但是范婶子被杨主任口头警告了 还把这件事 告诉了范婶子的男人 当晚他男人就把范婶子打了一顿 至于为什么没有公开 可能是怕平安和赵元明 两人知道了 会不太好 乔思倒是无所谓 他对这件事的处理十分满意 为此 杨主任还特意上门 跟乔思说了处理结果 得知这件事后 乔思那几天心情特别好 唉 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这件事 乔思以为这样就完了 没想到 后面居然还有不长眼的又撞上来 不过 这都是后面的事了 赵元明在家待了一个星期 平安也跟着 没有上托儿所 今天一早 乔思带着赵元明 和平安到军区医院拆家板 顺便再检查一下 手臂的恢复情况 骨折后 乔思每隔一天 就会给赵元明 炖黑暗猪的大骨汤 而且吃的青菜 是用掺了灵泉水浇灌长大的 喝得谁也渗了灵泉 再加上 乔思不时会用灵力 帮他滋养受伤的部位 赵元明的伤虽然没好全 但是已经没事了 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嚼舌根 说他对赵元明不上心 乔思觉得 还是去医院一趟比较好 冯主任检查过后 暗暗称奇 赵元明的伤比预期好太多了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既然人已经没事了 乔思准备给他们两个小家伙 安排继续上托儿所 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后 乔思就把这件事 跟平安和赵元明说了 赵元明听到乔思这么说 倒是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平安却不敢了 娘 你说好的 元明哥的手好了之后 你就带我们进山找小白玩的 怎么能不做数了呢 去托儿所了 就没时间进山找小白了 乔思摸摸平安的小脑袋 语重心长地说 你元明哥的手还没好拳呢 要是这时候进山了 不小心摔倒了 很容易会再次受伤 娘带你们过段时间 再去好不好 平安瞪着大大的眼睛 看向乔思 不解道 医生伯伯不是说 元明哥的手已经好了吗 你元明哥的手 是比预期好很多了 但是还要痒痒 伤了骨头 拳好了可没这么快 这个急不得 咦 我不要紧的 平安想去就去吧 赵元明突然插进来说道 乔思马上摆明立场 不行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个开不了玩笑 山里的路不好走 倒是真的摔倒了 又得受罪 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平安听到乔思这么说 又真的害怕元明哥的手 再次受伤 他妥协了 娘 我不去找小白了 等元明哥的手真的好了 你记得带我去找小白好不好 行 娘答应你 乔思爽快硬下来 自从林俊辉走后 乔思直接住进了林俊辉的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的床比较大 可以同时睡下三个人 乔思睡床中间 平安和赵元明 分别在乔思两边睡下 这样 乔思就不用担心 平安会压到赵元明的手了 只是就辛苦他了 不时要醒来看看两个孩子 就怕他们会掉到床下去了 晚上 两人躺在床上 已经半个小时了 还是没有睡着 平安唧唧喳喳的说着 明天到托儿所要怎么怎么样 赵元明则静静听着 中间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元明哥 要是李可欣在欺负你 我就打得他 他连他娘都认不出他来 我不怕他了 不会了 他道歉了 他爸爸妈妈 应该跟他说过了 那晚他看到李可欣 怯怯的跟在他父母身后 一副害怕的样子 丝毫没有那天 打人时的嚣张跋扈 那万一他又欺负别人呢 平安愤愤不平道 他不敢 赵元明说道 乔思在旁边听着两人的说话 心想 赵元明分析的真到位 大两岁 果然要比平安 这个憨憨的傻儿子聪明 好了 别说话了 时间不早了 快闭上眼睛睡觉 听到乔思的话 赵元明倒是特别乖巧 躺在自己的位置 乖乖闭上眼睛就睡 但是平安就没这么听话了 他躺是躺下了 但是眼皮一直在动来动去 显然还不太想睡 过了没十秒钟 平安就悄眯眯的半睁开眼睛 偷偷看四周的动静 当对上乔思的目光后 吓得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闭得紧紧的 生怕乔思会说他 乔思看到他这个样子 微微闽纯笑了起来 好了 我要关灯了 都躺好了 又检查了一遍门窗 进来才把电灯关了 然后躺在了两人的中间 次日早上 天才刚亮 乔思就醒了 林俊辉不在家 乔思睡不了懒觉 他还要起床 给两个孩子做早饭 今天给孩子包云吞 肉昨晚就剁好了 也调好味 早上起来要赶云吞皮 所以他提前起床了 面昨晚就弄好了 这回起来直接赶就好 带着灵气的黑牙猪 包云吞更香 正好锅里还剩下一些大骨汤 可以用大骨汤煮来吃 味道肯定一绝 等乔思把云吞都包好了 下了锅 才叫两个孩子起床 乔思又进了厨房 洗了两把青菜 一点晒干的虾皮 先把虾皮丢到锅里煮着 然后去洗菜 平安这时候 正好从房间出来 衣服已经穿好了 接着是赵元明 两个一起床 就去找牙刷洗漱 把洗好的菜丢到锅里煮 因为用的是大骨汤 盐和油都不用放了 汤里就有味道 盖上盖再煮一会就好 等平安和赵元明洗漱完 乔思正好端着碗 从厨房出来 平安早就闻到香味了 看到乔思端出来的碗 高高兴兴地往饭桌跑去 赵元明则看了看厨房 走了进去 想去端放在灶台上的 另一碗云吞 乔思转身看到他的动作后 吓得马上叫住了他 小明 放着等一来端 烫 要是把碗摔了 不得烫着孩子了 赵元明摸了摸碗壁 确实很烫 没有逞强 要是摔了 可就浪费食物了 好 谢谢爷 不客气 乔思把最后一碗云吞端出来后 就把围裙解开了 放在一边挂好 然后他也坐下来吃早饭 三个人围坐在饭桌边上 端着碗吃得香喷喷的 谁也没空说话 这云吞实在是太香了 云吞上面还撒了点葱花 看起来翠绿翠绿的 点缀在碗里 看起来更加有食欲了 娘 还有吗 平安从碗里抬起脸来 今天娘 做的这个特别好吃 这还是娘第一次做呢 做的个头不大 正好一口一个 又香又滑 他连汤都喝光了 很快 赵元明也眼巴巴的看过来 显然他也想要 乔思皱着眉头 他是按他们的食量做的 没有多做 好吃是好吃 吃成了胃会难受 没有了 正好煮的一人一碗 你们要是想吃 我明天再给你们做 听到没有了 平安马上松了手上的筷子 娜娘 明天记得也要做这个 很好吃 乔思把三个八角碗 放到厨房水龙头下放着 准备一会再洗 然后去给平安他们收拾书包 临时照样会放 但是量比之前要少了些 等乔思拿着小水壶去装温水的时候 才发现赵元明正蹲在厨房水龙头前洗碗 乔思看到他蹲在那里的小小身影 心里一愣 小明 放着 本意来洗 一会要把衣服打湿了 赵元明转过身看向乔思 不会弄湿衣服的 我会特别小心的 也不会把碗摔了 他在心里补充了后面一句 乔思看到他这个样子 没有再出声阻止 只是上前帮他把衣袖碗高 然后摸摸他的头发 笑着道 乖孩子 在乔思走出厨房的时候 赵元明嘴角的笑容慢慢越来越大起来 能看得出来 他这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差不多到时间了 乔思叫上两个孩子准备出发去托儿所 平安脸上的抓痕已经结痂脱落了 现在他脸上还有浅浅的三道疤痕 恢复成之前那样只是时间的问题 乔思没有用灵力把他去掉 这点伤就让他自然愈合就行 在经过街道那条大路时 好多小朋友也背着书包去上学 这帮孩子大多数都是自己走路去学校的 只有一些年纪小的才有家长送去 但是也不多 像乔思这样领着两个孩子走在路上的 就成了人们的风景线了 乔思平日里虽然懒 但是基本的卫生还是会注意的 两个孩子被收拾得很干净 穿的衣服又是乔思给做的百货商场的最新款 孩子理着平头脸擦得干净 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 不是衣服穿不好 就是脸没有洗干净 鼻管下的两管鼻涕 乔思看到就受不了 再看自家的孩子 那才是原本该有的样子 乔妹子 平安和元明去托儿所了 伤都好了 和嫂子看到乔思总要打声招呼 不碍事 只要不是大动作问题不大 到时再跟老师单独说一下 乔思看了一眼赵元明挂在胸前的手 其实他手正常活动是没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会用布条挂在胸前呢 这个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这块布条还是他出门的时候才给他挂上去的 孩子被你带得真好 干干净净的看着就十分赏心悦目 平安那张脸跟你男人长得真像 长大后不得把那些姑娘迷得五迷三道的 乔思听到和嫂子的话 低头看向平安的脸 像确实像 那小鼻子小嘴巴特别是眉眼 简直是林俊辉的小翻版 就是有时候偶然间的一个小动作 乔思都觉得像极了林俊辉 平时跟着他跌完的多 有些动作潜意识就被同化了 林俊辉离开有好几天了 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到处任务的地方了没有 有没有危险 饭吃得饱吗 早知道就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带上了 怎么了 乔妹子想孩子跌了吧 乔思反应过来马上回了句 没有的事 我想他做什么 别不好意思 我是过来人 我刚来那回 我男人出任务时 我也特别想他 那回想到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是担心他 你难道不担心他 不想他 乔思愣了一下 随后尴尬一笑 那个 时间快到了 我先送他们上学去 说完 他拉着孩子 加快脚步往托儿所走去 和嫂子看到乔思走远的身影 笑了起来 看他这个样子 铁定是想林团长了 还嘴硬 乔思一边走在去托儿所的路上 一边在想 刚刚和嫂子说的话 他想林俊辉了 放屁 他有吗 没有 他就是刚刚和嫂子说 平安长得像林俊辉的时候 才想到了他 之前也没想他 真是 结了婚的女人说话就是露骨 还说 晚上想男人想的睡不着觉的 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能说出来的话吗 真是 怪不好意思的 乔思这样想着 丝毫没发现 他也是那种结了婚的女人 第148章 一个人在家太无聊 把孩子放到托儿所后 乔思就回家了 家里一下子空了 林俊辉出任务 两个孩子上学 坐了好一会 心里总不得静 想东想西的 没坐多久 乔思就待不住了 决定进山看看 李沈也在家 正好看到乔思一个人 傻傻地坐在院子里 怎么了 看你怎么有点呆 家里一下子空了 剩下我一个人 有点无聊 剩下自己还不好 想干嘛就干嘛 乔思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叹了一口气 进山看看 李沈 要是有人找我 就说我进山去了 笑晚点再回来 行 李沈笑着应了一声 随后进屋去了 乔思背着贝勒 拿上镰刀 带着草帽 把家里门关好后 一路往山上走去 再说林俊辉这边 出发这么多天了 特战队的人员 现在还坐在火车上 这些大小伙子们 自从上了火车 就安静下来了 只是偶尔会说两句话 明早一早就能到达 下一个站口 林俊辉决定 在这个站口下车 然后所有人换回便装 林俊辉把指令传达下去 特战队的人 接收到命令后 准备默默收拾行李 坐在林俊辉前排的是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 她是上一站台上的车 看到身后 这帮精神小伙后 她心里好奇 她还没有一下子 遇到这么多军人 而且 这帮军人同志 有得长得真俊啊 特别是前面这人 身材高大 那连也好看得紧 这些人似乎都听她命令的 想到家里的闺女 大娘不由想到 要是有个军官女婿 家里什么事都解决了 还能帮衬着家里 想到这 她不由笑着打起了招呼 解放军同志 你们这是去哪里 王志坐在林俊辉隔壁 听到身后的大娘问话 不由好奇地看过去 看到是个大娘 她就放松了警惕 大娘 你去哪里 我们这正回部队呢 哟 这样 我回家呢 你们这一帮小伙子 长得真俊 娶媳妇了没有 没有呢 大娘 你要帮我们介绍对象啊 大娘偷瞄了一眼 坐在旁边的林俊辉 也不是不可以 这话一出 好几个战友看过来了 王志听到这 不禁笑了起来 林俊辉突然咳了一声 是一大火安静 王志本来还想说话的 不敢出声了 大娘看到这 嘴角不禁笑了起来 看来她的猜想没错 这帮军人 确实都是 以这男人为首 小伙子 你喉咙是不是不舒服 我这里有甘草 寒一片会舒服一点 大娘说着话 就去翻找怀里的行李袋 林俊辉听到对方问自己 马上回了 不用了 大娘 我喝水就行 说着话 林俊辉把军绿色水壶拿出来 打开盖子喝了一口 这水还是乔思为他准备的 在路上他舍不得喝 现在水壶里还剩下大半 小伙子 我给你介绍对象要不要 大娘又说道 王志在旁边坐不住了 马上转过头来 大娘 你真的要给我们介绍对象啊 他在哪里 王志往大娘身边看去 旁边也没有年轻的女同志 大娘不要笑了起来 急什么啊 对了 他是不是你头儿 王志看大娘指的位置 正是林俊辉的位置 他心里不由警惕起来 但是面上还是笑呵呵的 都是战友呢 大娘没看王志 伸手碰了碰林俊辉的肩膀 小伙子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我把我闺女介绍给你 他是当老师的 长得也不错 皮色很白 王志听到大娘的话 一下子傻眼了 原来人家大娘从一开始 就看上他家老大了 大娘 抱歉 我有媳妇了 林俊辉不慌不忙的说道 然后目光扫过一众八卦的队友 眼神带着警告 出任务呢 有着点 大家马上收起看好戏的目光 坐直了身体 大娘听到林俊辉说有媳妇的 瞬间收起了笑容 这样啊 可惜了 直到下车 大娘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到站台后 林俊辉扫了一眼中人 率先带着人下了火车 下一站就直接到地省了 进入到地省 所有人员就要进入警备状态 在附近找了家招待所安顿下来 大家吃过干粮后 就开始打起地铺来 没有一个人或两个人一间房的 房间地上打满了地铺 一间房间里挤满了人 只留了一个小小的过道 林俊辉躺在他打好的地铺上 脑海中突然就响起乔思来 他一个人在家带着两个孩子 累不累 赵元明的手怎么样了 好点了没有 平安脸上的伤应该快好了 这小家伙会不会想跌了 想到这里 林俊辉翻了个身 手放在头上枕着 眼睛睁着 心里是他一直记在心上的妻儿 旁边已经有好几个队友 进入了梦乡 张刚强就躺在林俊辉旁边 看到林俊辉这样 压低声音问道 老大 怎么 睡不着 林俊辉听到张刚强的话 马上看了过去 我没事 大家今晚好好休息 到了地省 可就没有时间好好休息了 哦 车里睡多了 这回睡不着 张刚强扫了扫四周打地铺的兄弟 坐了几天火车 大家都累了 对了 老大 你带好吃的没有 张刚强压着声音 贼没贼眼的问林俊辉 林俊辉扫了他一眼 带了干粮 你刚刚没吃饱 干粮我也有 我就是问问 扫子有没有做好吃的 让你带上 张刚强嬉皮笑脸的说 林俊辉听到这话 脸马上就黑了下来 原来是惦记着他媳妇做好吃的 没有 出来多少天了 油也坏了 别说话 大家都睡了 张刚强失落地移开了视线 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昨天才刚下过雨 山里的野蘑菇 好多都冒出来了 乔思一边往深山里走去 一边踩着蘑菇 他跟梁大姐来过山里 认过蘑菇 一路走来 他只敢踩一些他认识的 能吃的蘑菇 突然 前头传来声响 乔思抬头看去 一只雪白的狐狸 从草丛里窜出来 看到这只狐狸 乔思就笑了起来 昨天平安还说 要找他玩呢 没想到 他才刚进山 这狐狸就找过来了 小狐狸看到乔思后 尾巴摇得欢快 咧着嘴角 好像还挺高兴的样子 小狐狸走到乔思脚边 用头蹭了蹭乔思的裤腿 好像在撒娇一样 乔思有点好奇 他是怎么能准确地找到他的 难道他身上有什么味道 不对啊 就是他有流气味在他身上 他天天洗澡的 也好久没来山里了 气味早就没有了 小家伙 狐狸呜呜叫了两声 然后又蹭了一下乔思的裤腿 然后眯起眼睛 特别享受地趴在他脚边 乔思好奇 蹲下来摸了摸狐狸的头 他又眯起眼睛 还会用脑袋去拱乔思的手 乔思神色一顿 不会是因为他的灵力吧 乔思试着把灵力运在掌心 灵力一出 小狐狸马上抬头看过来 然后从地上站了起来 跳起来去够乔思的手 还真是 怪不得之前这个狐狸 一直喜欢待在他身边呢 这是受他灵力吸引 没有人不喜欢灵力 动物也是一样的 小狐狸不同的是 他能感知到灵力的根源 其他动物就感知不到 乔思一路往山里走去 小狐狸一直跟在他身后 进了山 乔思直接放飞了自我 把贝罗和镰刀丢到了空间 就连碍尸的草帽 也被他丢到了空间 一个人沐浴着阳光 一路在山林间跳跃 乔思看到了梅花鹿 看到了老虎 狮子 还看到了 很多 以为狐狸会跟不上他 乔思一回头 发现狐狸一直跟在他身后 看到乔思看过来 他马上跑过来 蹭了蹭乔思的裤腿 乔思弯腰摸了摸他雪白的毛 继续往深山里跑去 中午的太阳慢慢升高 很快就到了中午的时候 乔思发现一个盆地 不远处还有水流声 顺着水流声 乔思很快看到一条小溪 四周的密林里 突然发现这里特别安静 乔思临时一出 马上发现不远处的洞穴里 盘着一条水桶粗的蛇 洞里的蛇此刻正安静地在躲音 突然发现有人入侵 马上睁开了眼睛 他细细听了一下 马上往传来声音的地方爬去 所有的动物里 乔思最怕的就是蛇 并不是他多么可怕 也不是他打不过蛇 而是他怕蛇那滑不溜溜的身体 还有蛇是个冷血动物 摸上去冰凉凉的 再加上还有一个 他并不知道这条蛇是不是有毒 围经之际 乔思马上逃 他蒙着头就往一个地方跑 跑了好一会 才感觉身后的大蛇没有追过来 乔思停下来 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个湖 湖很大 乔思往前走 湖边上有好些小型动物 有趴着的 眼睛警惕地看着四周 有站在湖边喝水的 只要有水的地方 肯定就有很多动物 乔思目光微微一转 看了看头上的太阳 意识一动 马上闪身进了空间 他进空间后 突然想起外面的狐狸 想了想 罢了 让他进来吧 乔思又闪身出了空间 发现狐狸正在不远处 焦躁地左看看又看看 突然 他鼻子一动 一转身 就发现 乔思站在身后 乌叶一声 就跑回到乔思身边 仰着头看着乔思 不知为何 乔思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委屈 看着他的样子 乔思突然就笑了 这狐狸也太聪明了 乔思一时一动 连同狐狸一起进了空间 狐狸一进空间 马上就愣住了 感受到四周浓郁的灵气后 撒开脚丫子就跑了 跑出大概有十来米 他突然就停了下来 然后转过身 看向乔思 呜呜叫了两声 不知为何 乔思居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他挥挥手 去玩吧 别糟蹋我中的菜 狐狸对着乔思又叫了两声 这回是真的撒鸭子 就跑了 一下子跑的影子都不见了 木屋和菜地 都被乔思用阵法隔开了 他就是想进去也进不去 除非乔思允许 笑了笑 肚子也饿了 乔思来到木屋 从空间里 拿出之前存放在空间里的饭菜 吃起饭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 乔思发现 外面有动静 走出屋的时候 看到狐狸嘴里 叼着一只野鸡来到阵法外 乔思看到他嘴里的野鸡 抿了抿唇 瞬间就无语了 好家伙 忘记跟他说 不要打空间里动物的主意了 晚了 那野鸡明显已经被狐狸咬死了 你怎么把我的野鸡咬死了 这里的动物 都是我捉进来养着的 我忘记跟你说了 说完 乔思叹了一口气 狐狸似乎听懂了乔思的话 他把野鸡放下来 呜呜叫了两声 把野鸡往乔思这边推 小心意义中带着点讨好 去吧 野鸡就当你的午餐了 一会出去再多捉点活物 进来就好 多羊点 到时要吃就可以捉 狐狸已经进了空间 把他放在这里 羊也不是不可以 听到乔思的话 狐狸看了看乔思 又看了看野鸡 低头咬上野鸡 往乔思前面放了放 乔思不解的看着他 狐狸这时却又跑开了 被他咬死的野鸡就放在地上 他跑几步又停下来看看乔思 这样一步三回头的 到最后 他又消失在树林中了 看着地上的死鸡 他还知道先把食物给乔思送来 然后再自己去抓 乔思往前走了几步 把地上的野鸡丢进空间 浪费不好 这个就晚上炖了 给平安和小民补身体 等乔思吃过午饭后 发现狐狸还没回来 零食一叹 好家伙 这狐狸正舒服的 躺在林泉边上睡着了 空间里只有鸡鸭兔 对他造成不了伤害 零食一扫过来 狐狸就发现了 他慢慢睁开眼睛 看看四周 眯着眼睛 享受着空气中的灵气 他马上站起来 甩甩尾巴 然后往木屋的方向跑去 乔思正在看菜园里的蔬菜 把一些可以吃的摘下来 放到空间里放好 他一出菜园子 就看到狐狸正站在那里 仰头看着他 嘿 小狐狸居然找过来了 第149章 丰富空间物种 乔思把手中的菜放下来 然后反手就丢进了空间 不知道狐狸吃不吃杨世子 乔思随手摘了两个 用衣服擦了擦灰 直接就咬了一口 空间里的杨世子 比家属院里中的杨世子好吃多了 清甜可口 把手中另一个杨世子 放到了狐狸前面 狐狸看了看乔思 又看了看乔思 放在他面前的杨世子 低头就咬了一口 咬过一口后 他连头也没抬 直到把整个杨世子吃进去了 才抬头看向乔思 还想要 乔思又摘了一个放在他前面 这次狐狸很快又把杨世子吃完了 狐狸居然吃素 他还以为狐狸是肉食动物呢 好了 我要出去了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不能太久 你是跟我一起 还在待在这里 狐狸呜呜叫了两声 乔思皱眉 他真的不懂狐狸语 听不懂 听不懂 是在这里吗 狐狸摇了摇脑袋 乔思一愣 那你是要跟我一起出去 这一下他是点头了 乔思闽纯 行吧 意识一动 乔思和狐狸又出现在密林中 抬头看到 湖边正在喝水的几只梅花鹿 乔思临思一动 梅花鹿吃草 可以放空间养起来 听说鹿角 鹿血 都是大补的东西 它身上都是宝啊 养着并不亏 这三只梅花鹿 看着像是一家三口 乔思与狐狸对视了一眼 伸出一根食指 在嘴里做过了近身的动作 然后偷摸着 往梅花鹿的方向摸过去 要摸到东西 才能把物品放到空间 梅花鹿跑起来 速度并不慢 悄悄摸过去最合适 小心翼翼摸到梅花鹿身后的地方 然后猛的跃起往前扑 双腿做了个劈刹的姿势 然后一只手摸向中间的小鹿 乔思感觉自己 这个动作 看起来有点像老鹰抓小鸡的 那个经典动作 真的 特别像 不过 这效果真是杠杠的 摸到了 摸到的一瞬间 三只鹿直接原地消失了 接着就出现在乔思的空间里去了 梅花鹿看到换了个环境 警惕的左看看右看看 过了一会 发现四周什么动静都没有 突然感觉四周的空气特别舒服 看到这里的草特别多 低头就吃了起来 连草都比之前的好吃 它也就没再多想了 慢慢的安静下来了 乔思收回意识 继续往别的地方走去 刚刚他的动作惊动了四周的动物 湖边这回连一只动物都没有了 接着 乔思又打起狐狸鱼的主意了 可以养在空间 乔思一头就扎进水里 他在水里就像鱼一样 动作特别灵活 以前在修真界的时候 有时无聊时 他就会跑到师父养鱼的湖里 去追鱼玩 那鱼还是师父为了钓鱼特意养的 他有时期不过 就会偷偷把师父的鱼桌上来烤来吃 师父其实是知道的 但是他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说过他 乔思扶起水面换气的时候 突然发现湖边的狐狸 在他脚下 还有两只活蹦乱跳的野鸡 他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往狐狸游过去 狐狸看到乔思后 想往乔思走过去 但是他却望了脚下踩着的野鸡 一只脚一松 野鸡抖了抖身体 马上就要跑了 狐狸动作也快 用嘴一下就咬住了要跑的野鸡 把乔思看得哈哈大笑起来 狐狸看着乔思走过来 然后呜呜叫了两声 为什么要捉活的 不会是让他养起来吧 行吧 乔思一时一动 把他捉来的两个野鸡 放进了空间 狐狸看到野鸡不见了 看了乔思一眼 又往蜜铃跑了 惊得他 他刚刚在空间说的话 估计他是听懂了 这回要自己去抓食物了 乔思心里总有股怪异的感觉 算了 这回狐狸已经跑了 他也要到水下去抓鱼了 乔思又扎进水里 只要一摸到鱼 鱼就进了空间 很快 空间里的小夕游了 好多各种各类的鱼 大的 小的都有 感觉差不多了 乔思越出水面 往岸边游去 一上岸 他先把狐狸抓来的两只野鸡 收进空间 看着他又跑进了密林 乔思马上就进了空间 因为在空间里 他的实力是金丹七 很快 他就能用灵力 把身上的衣服烘干 空间里乔思放了两套换洗衣服的 就是为了以备不食之需 进空间后 乔思没有先把身上的湿衣服烘干 而是到木屋把衣服换了下来 然后到小溪边 又把衣服穿回到身上 这个时代做什么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然等会回去 别人会说 怎么进个山就换了身衣服 道士真是有嘴 也说不清 做完这些 乔思从空间里出来了 小狐狸还没有回来 乔思用零食查了查 没在附近查不到 算了 没事 他能闻到他的气味 自己会找过来 想到这 乔思继续往密林走去 一路上野鸡 野兔 凡是活物 水里游的 地上走的 天上飞的 他都不放过 除了大型肉食动物 他不敢放进去 不然捉多少动物进去 都不够他们造的 他要把他的空间的物种 丰富起来 可不能浪费 他空间的作用了 没过多久 狐狸的身影 就出现在乔思的零食内了 果然找过来了 这次他嘴里叼了三只野鸡 他是不是最喜欢吃鸡呀 怎么不捉兔子 不记得捉了多少 乔思觉得差不多了 就住手了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乔思把贝勒 从空间取出来 戴上草帽 拿上镰刀 在密林里的蘑菇更多 还有木耳 乔思踩了一些 开始下山了 狐狸一路跟着乔思 积极地为着自己的伙食 努力着他 到了最后 乔思实在看不过眼 好了 够了 别抓了 够吃好久了 狐狸对着乔思叫了一下 咬着乔思的裤脚 往一个地方拖去 乔思现在是 完全相信狐狸了 看他这样 顺着他拖的力度 往前走了一步 去哪里 狐狸呜呜又叫了两声 乔思又道 行 你前面带路 狐狸这才转过身 专心往前走去 乔思跟在狐狸身后 第150章 狐狸 直到走到一处山坳间 这里的树木很粗 树长得特别高 树与树之间很密 因为树多又高的缘故 这里比别的地方都阴暗 狐狸转到一棵大树后 乔思跟着走过去 才发现 这里有一棵看着年份 很大的人参 乔思惊喜地看向狐狸 有这么一个狐狸 也不是没有好处 乔思落了一下狐狸雪白的毛发 松开手就蹲下来 准备挖人参 轻轻把四周的土挖开 最后挖出来一看 两个手指粗 起码是百年以上的人参 把人参放进空间 乔思看了时间 不能再待下去了 要回去接孩子放学了 狐狸摇着尾巴 对乔思叫了两声 又往另一个地方走去 乔思马上叫道 不去了 下次再来 我要回家了 狐狸停下来 看着乔思 已经往另一个地方走了 他马上跟了上去 乔思一路不停往山下赶 又顺手捉了两只野鸡 把之前狐狸摇死的野鸡 从空间里拿出来 丢到背后的背楼里 到了山脚 乔思转身 看到狐狸还登在他身后 这里再往外走 就会有人过来 乔思想了想 直接挡住了他的去路 不能往外走了 会被人看到 你回去吧 我下次来看你 以为狐狸听了后 就会跑回山里去了 但是没有 他眼巴巴看着乔思 别人看到你 我可不敢保证 他们会不会伤害你 你还是回到山里 据比较好 狐狸呜呜叫了两声 在乔思脚下趴了下来 前腿抱着乔思的左腿 乔思皱眉 这是不愿意走 不会要进他空间吧 乔思眼睛一正 你要进里面 狐狸比较人性化的点了点头 点完头 又呜的一声 抱紧了乔思的腿 乔思叹了一口气 放你进去可以 但是你要听我的话 狐狸又点了点头 可怜巴巴的看着乔思 没撤 乔思只能把他丢到空间去了 把狐狸丢空间后 乔思转过身 就匆匆往家属赶 赶到家里 已经四点多了 孩子马上就放学了 乔思放下东西 就往托儿所赶去 到了托儿所 已经晚了 好在 托儿所里还有孩子没走 平安和小明 看到乔思出现 跑着走出来 娘 你怎么才来 咦 平安忧愿地看着乔思 赵元明叫了声音后 什么都没说 特别乖巧地站在平安身边 眼睛亮亮地看着乔思 细看 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我来晚了 对不起 乔思马上道歉 算了 我原谅你了 谁叫你是我娘呢 平安嘟着嘴 十分臭屁地说 乔思看到平安这样 抿着唇笑了起来 那我谢谢你哦 不客气 乔思轻轻点了点平安的额头 这家伙越来越臭屁了 乔思拉过两人的手 走 我们回家 才刚走了两步 乔思突然看向赵元明 今天的手有没有痛 赵元明仰头看向乔思 不痛 等回到家 乔思就忙着去做饭了 娘 我想出去玩 去吧 天黑前要回家 娘 我能带元明哥出去玩吗 乔思走出厨房 看向赵元明 赵元明原先正在看平安的 看到乔思出来 他又把目光看向乔思 小明 你想跟平安去玩吗 咦 我想去 那去吧 你要小心手 别摔了 打球什么的大动作不要玩 好 赵元明硬下来后 平安高高兴兴 拉着赵元明出了院子 往街道那边跑去 现在才五点 天还没黑下来 让他们玩一个小时后 再回家吃饭 也不迟 正好他还有时间 可以把野鸡炖上 乔思利落地把狐狸 在空间里咬死的那只野鸡 处理干净 这只野鸡 可是在空间里养了好久 吸收了空间里的灵气 用加了灵泉的水来炖 炖了对身体好着呢 这个野鸡 不能便宜了别人 得自己人吃了 突然旁边院子里传来声响 李沈家有人回来了 乔妹子 厉害啊 进一趟山 又抓到野鸡了 李沈伸着头 笑着看向乔思 乔思抬头 正好对上李沈羡慕的目光 放下手中处理好的野鸡 乔思走到屋檐下 从背楼里 抓了一只野鸡出来 野鸡还活着的 只是被乔思绑了脚 给你加一只 炖汤喝 给孩子们补补身体 看着乔思递过来的野鸡 李沈不好意思笑道 怎么能拿你的 拿吧 我自己吃一只 给你一只 还剩下一只 今天运气好 抓到三只 不 不能 总不能次次占你便宜 李沈把野鸡推了回来 乔思直接把野鸡 丢到了李沈院子里 对他来说 一只野鸡不算什么 从他搬来家属院 李沈就帮他挺多忙的 乔妹子 你这 李沈无语地看着乔思 乔思笑了笑 回到水龙头下 把斩好的野鸡端回到厨房 准备下锅炖 李沈看到乔思这样 也没再推来推去 想着后面再回点什么给乔思 他们家已经占乔妹子家 很多便宜了 他家最多的 就是在他家拿点土豆 红薯这些不值钱的 乔思把鸡放到砂锅里 放上淋泉水 加上一些配料 直接放到炉子里炖 炖着鸡汤 乔思准备拿米煮饭 米下锅 乔思洗了茄子 想做个红烧茄子 再炒一个青炒丝瓜 一顿饭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好菜 差不多时间的时候 乔思本来要去叫平安和赵元明两人的 没想到刚走出门口 就看到这两个已经回来了 乔思折返回厨房 把鸡汤盛出来 看着锅里还剩下好多 乔思想了想 决定给城市长送点过去 这鸡汤喝了对身体好 他身体不好 不知生的是什么病 他们一直当救伤来医 但是书中说两年后 他就会病死 林俊辉对城市长特别上心 上次城市长住院了 就是林俊辉去医院守着的 直到出院 乔思觉得俩人的关系 似乎比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要更好一点 乔思把汤盛出来 叮嘱平安 两人先吃饭 他端着汤就出了屋 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但是还是能看到路 路上基本没什么人了 大家都回家吃饭了 到达城市长院门外面 屋里一片黑暗 灯也没开 难道人没有回来 乔思上前拍门 拍了好一会 也没见有人来开门 正在乔思想回去的时候 旁边这户人家 走出来一个女人 看着大约三十几岁 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城市长没出来开门吗 咦 他家怎么没开灯 我明明看到他回家了呀 乔思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不对劲 你确定他回来了 对 回来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女人说道 第151章 城市长出事了 乔思马上意识到 可能出事了 马上用零食查探屋内 接着 他脸色马上就变了 当下顾不得别的 抬起脚 就把院门一脚给踢开了 动作之利落 表情之凶残 那门当场就被踢坏了 旁边的张婶子看到他这个架势 惊得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乔思端着的那碗汤 动作这么大 居然连一滴汤水都没有洒出来 他甚至都没看到 汤面上有一丝波纹起伏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 他都要开始怀疑人生了 门被踢开后 乔思冲了进去 目光直接落在乌门口水龙头的位置 城市长正蜷缩着 倒在了地上 人已经没有意识了 显然已经晕死过去 乔思把碗往台阶上一放 马上伸手往城市长笔下探去 然后又往脖子上大动脉摸了摸 摸到有跳动后 他悬着的心这才终于放了下来 还好 人还活着 只要活着就好 乔思把城市长扶起来 在扶他的时候 灵力顺着经脉流过他全身 同时查查他的身体情况 当灵力查探到他头部的时候 乔思微皱起眉头 乔思又不信邪的细细 再查了一遍 没错 他脑里确实长了个东西 已经都压迫到脑干部分了 难道这个东西 就是导致他两年后死亡的原因 张婶子从门口往里看去 看到乔思直接停在了屋门口的位置 幸好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了 他能看到 乔思蹲下身体去扶一个人 他这才从刚刚的震惊中反应过来 疑惑地走进来 当看到那人是城市长后 吓得马上后退了两步 这是怎么回事 城市长咋会躺在门口地上 他晕死过去了 婶子 麻烦你找两个人过来 要把城市长送到医院去才行 听到乔思的话 张婶子马上应道 好 我这就去 他慌里慌张地跑回家 正好看到自家男人刚到家 他马上跑进去 保重 快 城市长晕死过去了 乔妹子在看着人 你快找两个有力气的人 给送到医院去 妇女长于保重听到妻子这么说 帽子脱到一半顿住了 马上看过来 你说什么 哎 城市长在家里晕死过去了 你找人给他送医院去 快 于保重直接把帽子往椅子上一丢 大踏步出了院子 往旁边院子走去 脸色凝重 乔思等隔壁女邻居走了之后 尝试着能不能用灵力 把他脑里的东西净化掉 他的灵力具有治疗的功效 要是能净化掉就好了 身上的灵力 源源不断地从乔思手上 进入道城市长身上 头是人体的主干区 要真出了什么问题 那不是开玩笑的 他要特别小心地引导灵力 去净化那个 不该出现在脑里的东西 很快 乔思额头上 就渗出了一层秘密的汗水 他在这个世界 灵力不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来 只能使用十分之一的实力 乔思恨不得把城市长丢到空间去 但是刚刚邻居已经去找人了 一会回来 看到院里子没人 他要怎么解释 灵力他不缺 因为用了 空间里可以补给 问题是 城市长脑中的这个东西特别顽固 虽然可以用灵力净化掉 但是进度太慢了 若是按他现在的这个速度来算的话 他要足足给他净化一天一夜 才能把这个东西净化干净 再说 他根本坚持不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他整个人会虚脱的 能帮到别人的同时 他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虽然他原来的实力也不算很厉害 只有金丹顶峰还没到原因 若能发挥出金丹顶峰的实力 快则两个小时 慢则三个小时就能净化干净 前提是 期间不能有人打扰他 显然这个问题很难做到 现在只能慢慢来了 能净化一点是一点 乔思只想低调做人 不想给自己找大麻烦 一旦暴露了他的实力 他的生活将会被打乱 他是讨厌麻烦的人 在乔思运转灵力净化的时候 院里猛地扎进一个高大的身影 乔思马上收起灵力 转过身看向来人 发现这人看着有点面熟 但是没想起是谁 于副组长看清院子里的人是乔思后 担心问道 弟妹 城市长怎么样了 醒了没有 没醒 快把他送医院去 乔思识相地把位置让出来 于副旅长马上上前 于副组长直接背起人 就往军区医院走去 乔思本来想跟着去的 但是想着平安和小明在家没人看着 没有跟过去 他现在家里可没有人帮忙了 林郡辉出任务去了 他要看好两个小家伙 这才是他的首要责任 别的都是次要的 张婶子跑出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自家男人 背着人往医院去了 乔思看到他 温生说道 婶子 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走不开 那我就先回去了 麻烦你把我刚刚拿来的鸡汤 送到医院给城市长 等他醒了再喝 是补汤 喝了对身体好 林郡辉出任务的是 家属院的人是知道的 也知道乔思家有两个孩子要照看 张婶能理解 行 你回家去吧 我送过去 他家两个孩子 在镇上读书没回来 家里就他们两口子 倒是没什么事 谢谢婶子 谢啥 城市长是我邻居 又是我男人战友 大把手的事 幸好 与婶子是个好的 交代好后 乔思就往家的方向赶回去 回家的时候 因为耽误了时间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原以为乔思回来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已经吃饱饭了 没想到 乔思到家的时候 桌上的菜 还原封不动摆放在桌上 乔思惊讶到 你们怎么没吃饭 平安嘟着嘴说道 袁明哥说 要等娘回来再吃饭 乔思听到这话 马上把目光转到赵原明身上 对上他 那双清澈纯真的眼睛 他心里愣住了 随后心里一暖 这孩子 懂事得让人心疼 出去有半个多小时了 桌上的菜有点凉了 乔思重新把菜热了一遍 最后坐在饭桌上的时候 乔思语重心长地 对着两个孩子说 下次遇到这种事 不用等我 你们先吃 知道吗 平安点了点头 这回他已经顾不上别的了 娘做的菜就是好吃 赵原明停下来看着乔思 轻轻嗡了一声 看到小明印下来了 乔思也没纠结平安听没听到 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平安一般都会听小明的话 三人吃饱饭 乔思去洗碗 安排两个孩子去洗澡 谁知这个时候 平安拿了个东西 蹲在乔思身边 娘 这个东西是李可欣给我的 我能不能拿 听到李可欣这个名字 乔思侧身看向平安手上的东西 咦 我也有 旁边的赵原明 也拿了一个给乔思看 乔思皱眉看着 这是个什么东西 白色的 小小一个 四四方方的 他拿起来摸了摸 摸上了一刻乔思就知道是什么了 是橡皮擦 那你想不想要 乔思这几天 也了解过李可欣家里的情况 说实话 孩子是被父母宠坏的 那天看他们一家人道歉的态度 还算可以 当时说了 让孩子自己处理 若是孩子们能够原谅李可欣 他不会插手 孩子的事 让他们自己处理 有不合理 他在旁边看着 能及时纠正 反正他们家已经赔钱了 接下来就看三个孩子怎么相处了 这件事 若是能挽回一个家庭 倒也不错 乔思把橡皮擦还给平安 这时的橡皮擦 娘倒是忘记给你们买了 娘 我其实不想要的 他把原民哥的手弄坏了 是坏蛋 这是他放学的时候 硬赛给我们的 你们自己抓主意 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们 按你们心里的想法来就行 乔思把碗拿起来 站起来看着两个小不点 随后他温柔的笑了一下 就端着碗回厨房去了 把碗放回碗柜 乔思对窗外两个发呆的孩子说 别耽误时间了 快去洗澡 原民哥 咱明天还他 不要 走吧 一觉洗澡了 次日早上 乔思把孩子们送去托儿所后 本想去医院看看的 但是 想到现在林俊辉不在家 他一个女人 要是去医院看望一个男人 会不会被人嚼舌根 家属院的人最是八卦 还是不要去喂好 但是他又想知道 情况怎么样了 于是他就来到了街道树荫下 想要知道点什么事情 这里是最快获取消息的地方 前两天 军区医院来了个实习女医生 听说长得很漂亮 有多漂亮 我还没见过呢 只是听说的 我还听说 人家家里背景挺大的 是靠关系进来的 看来医术也不怎么样 一般靠关系进来的实力都一般 说不定连护士都不如 噓 别乱说 人家有背景 不怕报复 我听说是个老姑娘 都25岁了 还没对象 25了 那确实挺大了 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别乱说 咋就不是 说不定不能生 不然哪个姑娘25了还不结婚 可能人家是要求高呢 家里条件好的 条件怎么了 咦 乔妹子 你怎么来了 这时有人看到乔思坐在树下 那你看 那姑娘有乔妹子好看 那她确实就漂亮了 乔思马上抬头看过去 怎么聊着聊着 就说到她身上了 哎 你们聊归聊 别拿我来做比较 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万一人家姑娘听到了 要来找她一较高下 说句不好听的 到时跟她逗上了 她找谁说理去 咱就做个对比 别这么小气嘛 乔思正了正身体 眼神直直看着说话那人 那万一人家姑娘听到 不服气找我来了 到时看我不顺眼 你都说了人家背景强大 要整我怎么办 不 不会 乔妹子说的不无道理 别这样说了 家里背景强大的 咱小老百姓惹不起 我没想到这一点 是我的问题 那人笑笑便没说话了 乔思看了她也没说话 这件事并不是她矫情 而是真有这类事情发生的 以前在修仙界 就发生过这类事件 那女人就因为长得好 看出了名 被拿来跟另一个大宗门 一个宗师的女儿做比较了 因为女人所在的是个 不起眼的小宗门 大宗门那个宗师 为了给女儿出气 就派人把这个小宗门给灭了 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可以说是无妄之灾 这个小宗门冤死了 乔思又做了好一会 他们都没有说 到城市长住进医院的事 没办法 他想知道点情况 只能自己提起这件事了 昨晚城市长在自己家里晕倒了 送进医院了 不知道这会怎么样了 乔思这话一出 马上有人看过来 又进医院了 这段时间 城市长进医院的次数 有点多呀 听说是旧伤 一直没好 城市长媳妇 怎么还没回来 城市长明显看着身体不好了 也不见回来照顾一下 能回来吗 听说媳妇不让回来 要带孙子 城市长都这样了 而媳妇也不能不放人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以为廖婶子他不想回来啊 大儿媳妇为人好 不用他帮忙 小儿媳妇强势着呢 死活要廖婶子回去伺候他们 那小儿子也不管管他媳妇 谁知道啊 不对啊 乔思听着听着 怎么竟是听这些 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乔思轻轻咳了一声 有没有人知道城市长醒来了没有 任婶子转过身看过来 醒过来了 吵着要出院呢 早上我听于副旅长媳妇说的 另外一个女同志 悄悄伸过头来 神秘兮兮的说 早上我经过城市长院子的时候 看到他院子门坏了 断开了两半躺在地上 真的 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连门都坏了 这是谁的杰作 乔思听到这 不好意思的收了收脚 那门是他踢的 他怎么把这事忘了呢 趁城市长还没回来 他要赶快把他家的门修好啊 乔思趁别人没留意他 乔乔溜走了 第152章 我再想要不要原谅他 从街道偷溜回来的乔思 乔乔往城市长柱的方向走去 修门难不倒他 到了地方 乔思看到 门已经被人叠放在一起 放墙根下 这扇门 还真是从中间断开的 他昨晚这么凶残的吗 快 趁这会没什么人 把门修好才是正道 不然一会被人发现了 真是没脸见人了 乔思悄悄走进城市长的院子 带着门闪身就进了空间 在空间里 就没人看到他了 乔思开始修门了 这对他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 没多久 门就修好了 乔思查看了一下 外面有没有人经过 然后闪身出了空间 准备把门安上就走 很快 门就安上了 乔思转过身正想悄悄溜走 突然 乔妹子 你来了呀 你这是 乔思转身看到张婶子时 恨不得挖个洞 把自己藏起来 他悔恨的闭了闭眼睛 抿了抿唇 转过身 笑看着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张婶子 大意了 早知道这样 临时就先别收回来了 乔思尴尬的笑着 张婶子 你回来了呀 怎么就不晚上几分钟再回来呢 这门你修好了呀 我还想着 让我男人晚上回来再修呢 乔思更尴尬了 这不是 我弄坏的吗 我看没什么事 就来把他修修 还别说 你昨天是真的厉害啊 张婶子往前走了两步 神秘兮兮的说 你端着碗汤踹门 那汤是怎么做到不洒出来的 乔思第一个想法就是 完了 他要暴露了 昨晚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他下意识就运起灵力 稳住了手里端着的汤 他自己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没想到张婶子却注意到了 乔思开始打恰恰 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有吗 我都不知道 可能是意外 我真不知道那汤为什么没撒的 张婶子皱起眉头看着乔思 然后一脸纠结的样子 我看你踹门的姿势可溜了 以为你真这么厉害呢 没有的是 我就一普通人 昨晚不是紧急情况吗 突然就爆发了 那就是一瞬间的事 现在你叫我在踹门 那门肯定纹丝不动 哦 原来这样 张婶子喃喃道 还有这种应急反应 那也太神奇了 想着是 张婶子回过身 就往家的方向走去 走了两步 才想起要跟乔思打招呼 又转过身看向乔思 那我回家去了 乔思赶快应了 嗯 好 你去吧 看着张婶子远去的背影 乔思暗暗松了口气 好险啊 对了 你昨天拿过来的碗还没带回去 你等我一下 我拿出来点你 还真别说 城市长喝了你炖的汤精神了不少 听到张婶子的话 乔思吓了一跳 马上陪着笑脸 好 好的 张婶子转过身进了自家的院子 乔思拍拍裤腿上的泥 又提了提裤脚 走到前面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张婶子特别快 没一会儿就看到 他拿着碗出来了 乔思马上迎了上去 乔妹子 你的碗 张婶子笑着递来碗 乔思拿上后 笑着告辞了 他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就怕张婶子又问什么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乔思回到家后就呆呆坐在厅里 脑中却在想着帮城市长治病的事 他的病要怎么治 把人打晕带回来放空间治 不行 这也太暴力了 难道等他下次发病 不行 这样的话 他的病到猴年马月才能治好 这个方法行不通 就是等到了 说不定他离个屁也不远了 乔思左思右想 还是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下午却从邻居离审口中得知 城市长出院回家了 至于病因 医院还是没有检查出来 就说是旧伤 让他不要太劳累 注意多休息 难道现在的医院还没这个能力 乔思眉头深锁 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天 这天晚上 乔思突然从平安嘴里 听到李可兴的名字 乔思诧异地看向平安 与上次不同的是 平安上次提到李可兴时 都是带着讨厌不喜的语气的 现在明显带着欢喜的神色 提到他 脸上还带上了笑容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这么快就反转了 乔思一边收拾家里的东西 一边留意着两个孩子的互动 袁明哥 李可兴今天带的麻花挺好吃的 你吃了没有 吃了很香 那天带过来的牛耳酥也好吃 嗯 我也喜欢 可是我们拿他这么多东西 会不会不太好 才不会呢 是他硬塞给我们的 可是总吃别人的东西不好 他这不是讨好我们吗 不怕 最多我不那么讨厌 他就是了 平安的脑回路 永远这么新奇 这回赵元明不说话了 平安感觉到赵元明不说话 马上转头看过来 元明哥 你是不是还没原谅他 那我也不 不是的 我再想要不要原谅他 赵元明打断了平安说的话 那我们吃了他家这么多东西 不原谅说不过去 只是你心里还怪他吗 刚开始时 我肯定讨厌他 但是现在 他好像知道错了 他都跟我私下道歉好几次 啊 他也找你了呀 我以为只找我呢 平安惊讶说道 乔思伸长耳朵听着 原来李营长他们家 做了这么多 这些肯定是大人教孩子这么做的 不然孩子是不会想到这些的 用好吃的去讨好人 再说 这年代吃的都紧缺 算了 咱就原谅他了 赵元明轻轻说道 随后他看向平安问道 要不要跟姨说一声 赵元明一眼 然后仰头大声叫了一声 娘 乔思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向平安 叫娘做什么 我和元明哥想原谅李可欣 可以吗 乔思做事思考了一会 可以啊 娘之前说了 你们想怎么做都行 娘不干涉 平安马上笑了 看向赵元明 娘没意见 乔思无语地看向平安 可真是简单粗暴 第二天放学回来 乔思很快发现 平安和赵元明手上多了一台 用木头做成的小汽车 小小的一只 做得很精致 能看得出来 小汽车刚坐好不久 边角打磨得很平滑 不会伤着孩子 乔思细细一想就知道 这辆小汽车 肯定是李营长亲手做的 他们家诚心诚意的 乔思笑笑没说什么 只是暗暗地 在准备吃食的时候 在他们两个孩子书包里 多放了些零食 总不能一味地索取 自己也要懂得分享 就看两个孩子 能不能悟出这个道理了 第153章 程师长媳妇回来了 这天 乔思正在家忙着家务 突然听到院子外面有人叫他 乔思同志 在家吗 乔思伸出头看向外面 因为被墙挡住了视线 乔思看不清来人是谁 他马上放下扫把 解下围裙 快步走过去 打开院门 院门一开 程师长的笑脸出现在眼前 不好意思 我现在才过来道歉 上次在家 晕倒送医院的事 我一直以为是老于旧的我 他媳妇今天才跟我说 是你先发现的我 我那院门听说 也是你帮忙修好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乔思听到修好门这句话时 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 随后很快又礼貌的笑起来 这没什么 我正好发现了 这就是搭把手的事 那鸡汤也是你炖的 可真好喝 我还以为老于媳妇的厨艺进不了呢 原来是你 怪不得啊 听到他提起鸡汤 乔思马上说 我那碗炖了鸡汤 吃不完 就给你端过去了 没想到就遇到这件事了 要不是你 我那碗就要在露天睡一宿了 真的感谢你 程师长笑着说 客气了 俊辉在时也会这么做的 只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走不开 没能去医院看看你 没想到 程师长在听到林俊辉的名字后 笑容更大了 去什么医院 我没事 还是孩子重要 你不去是对的 随后他叹了口气又说道 俊辉是个好孩子 人又肯努力 你们夫妻都很好 说到这 程师长想到他小儿子 笑容淡下来了 这是个不孝子 取了个脚势精进家门 乔思看着俩人站在门口就聊起来了 马上不好意思说道 哎呀 程师长不好意思 快进屋座 不了 我还有事就不进去了 这是给孩子准备的吃食 乔思看了一眼 程师长递过来的 用报纸包着的吃食 笑着说 让您破费了 你还是拿回去吃吧 我家里什么都有 拿着 别废话 你收养赵元明的事 我还没好好感谢 你们家 就一些吃食 不知道什么 听到这里 乔思不好再拒绝 伸手就接过来了 我替平安和小明谢谢您 程师长挥了挥手 那我走了 乔思把程师长带来的吃食 换了个手 马上叫住了程师长 等等 程师长 我还有一件事 程师长转过身来 乔思马上说道 我听林俊辉说过 你平时头痛的厉害 我以前学过按摩 对治头痛特别有疗效 程师长惊讶到 你还有这手艺 乔思点头 是呢 以前跟村里的大夫学过 要不要我现在帮你安安 程师长看了看 乔思身后的家 摇头拒绝了 下次吧 等人走后 乔思才知道 程师长刚刚是在避嫌 乔思想了想 也确实不合适 是他考虑不周了 艾米心慌慌的过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他想了很多 从刚开始的害怕 到现在慢慢冷静下来 乔思既然知道 银手拒的事 那他为什么不去认亲呢 再说 这银手拒 现在可是在他手上 想到这 他的底气一下子就起来了 知道又怎么样 他总不能上来 抢他的银手拒吧 还有 他是跟外面的男人有联系 但是他们 现在什么都没做 他一点都不怕的 他现在安安庆幸 上次没有做出 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不然真被乔思 抓到把柄就完了 以后 他还是和这个男人 断了为好 以免被别人抓到把柄 想到这里 艾米觉得 乔思现在可奈何不了他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什么事都要讲求证据 他什么都没有 空口讲白话 看谁会信他 想到这 他马上露出一抹 舒心的笑容 安静了半个月的艾米 一扫之前的阴郁 这天终于约了人 去招待所逛逛 他在路过家属院的时候 看到在一旁玩耍的孩子 这群孩子当中 就有乔思儿子 和赵斌儿子的身影 想到林俊辉 收养了赵斌儿子这件事 艾米突然灵光一动 记上心头 乔思既然恐吓他 那他就要 搞得他家鸡犬不宁不可 想到这 他阴森的笑了起来 他记得 上辈子赵斌儿子 最后流浪去了 林俊辉在找儿子的同时 一并在找赵斌的儿子 就是不知道 最后找到了没有 后来没听林俊辉 提起过这件事 他也没问 这辈子的林俊辉 居然光明正大的 把赵斌儿子收养了 倒是入了他的愿 这天下午 大家都在传 城市长媳妇回来了 乔思觉得意外 不是说 媳妇不放人吗 咋就回来了 不过 回来了也好 要不然到石城市长 再在家里晕死过去 就有人照顾了 此时 城市长正坐在 自家客厅的椅子上 他对面坐着的中年妇女 正是他老伴廖春霞 廖春霞到了杯水 喝了两口 然后对着他家老头子 就是一顿臭骂 能耐了 生病都不跟我说 要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到底是不是你老伴 啥事都瞒着我 城市长善善说道 我这不是没事 现在人好好的 廖春霞可不听城市长的话 语气有点充 一个月不到 就住了两次院 你这叫好好的 城市长皱眉 到底是谁跟你说的 他要是知道 非得找他好好说说才行 怎么 想找人算账 没有 城市长马上否认了 他家老伴脾气他知道 一个不满 就能被他说半个月 为了耳根清静 还是认耸为好 没有就好 廖春霞说完 又打量起城市长来 把他从头看到脚 再从脚看到头 最后才问 你身体真没事 没事 吃得好 睡得好 就是偶尔头有点痛 这是以前的就伤了 不碍事 廖春霞叹了口气 他家老头子才五十多岁 还年轻 要是真有什么事 他不敢想 明天跟我一起 去一趟市里的医院看看 既然军区医院看不出来 到其他医院再看看 以免落了什么 不知道的病就惨了 军区医院查过了 都说没事了 市里的医院 还不一定有军区医院好呢 廖春霞瞪了他一眼 军区医院要查 市里医院也要查 万一真有问题呢 城市长看着老伴 他发现 妻子比一年前瘦了些 皮肤皱纹身了 想到小儿子 他又问道 这么容易就放你回来 小燕不闹吗 他闹他的 我回我的 我看啊 以为别指望小儿子一家了 养不熟 城市长叹了口气 小儿媳妇是儿子自己找的 结婚后才知道 这个小儿媳妇 特别不好相处 人小气还爱计较 廖春霞看着丈夫 问道 女儿谈对象了 你知道吧 城市长抬头看过来 皱眉道 不知道啥时候的事 对方是怎样的人 做什么的 是个医生 其他一无所知 城市长低着头 过了一会 他才说到 找个时间去看看人 别稀里糊涂 就让人给骗了 空了再说 这么大的人 又不是小孩子 我之前打过电话给他 该说的我都说了 第154章 就是上次的新娘子啊 凶巴巴的 乔思没想到 城市长媳妇 这么快就到了 上次在街道上 才听到家属院的人八卦 没想到 人这么快人就到了 就是不知道 城市长媳妇 会怎么处理城市长的病 乔思想到空间里种的菜 这些菜有灵气润养 吃了 对身体有好处 就是不知道 吃了带灵气的东西 能不能把它脑里 多出来的东西净化掉 乔思想到这 心想 现在不妨试一试 现在正好就有这个机会在 城市长对林俊辉的照顾他 看在眼内 当然能得到这些 也有林俊辉 自己努力的因素在 既然这样 这个是乔思 也不能袖手旁观 乔思把存在空间里的 带着灵力的菜取出来 用篮子装上一篮子 禁止往城市长住的地方走去 到了他院子 乔思盯着那扇 他之前修好的门 微抿了抿唇 沈子 在家吗 乔思拍了拍门 城市长正在和廖春霞说着话 听到有人叫 马上住了嘴 廖春霞听到叫人的是个女婴 诧异的看向自家老头子 脸色有点不好 城市长看到老班的脸色 暗道不好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对方就是个醋坛子 想什么呢 人家是林俊辉媳妇乔思 上次就是他救的我 廖春霞听到这话 刚刚还十分难看的脸色 马上缓和下来 然后扬着笑脸 走出屋门去迎接 乔思看到院门打开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 正慈祥地笑看着他 沈子 我是林俊辉媳妇乔思 我听家属院的人说 您回来了 我想着你家菜地没种菜 就将我们吃不完的菜 带了些过来 你看用不用的上 廖春霞听到乔思的话 笑容更大了 林俊辉是个上进的青年 跟着老头子好几年了 为人也好 见了他都会礼貌地打招呼 对老程也特别照顾 是个老熟人了 原来这就是他媳妇 长得真好看 脸上笑容也真诚和解 还知道他回来了 没菜送了菜上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媳妇也是个好同志 用得上 用得上 真是太谢谢你了 快进屋座 廖春霞热情地拉着乔思的手 乔思张了张嘴 想拒绝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半推半就间 就被他拉进了院子 乔思只能陪着笑脸 进了院 城市长正站在屋门口 往这边看来 看到自家热情的老太婆 心想 不要把乔妹子吓到才好 站在这像门神一样 让开 挡到了 廖春霞轻轻一推 直接把城市长推得一个呛亮 吓得乔思伸手就想去扶人 幸好城市长 最后自己稳住了身影 廖春霞看着城市长 眉头皱得死紧 这才半年没见 他的身体 怎么变成这样了 他刚刚明明没怎么用力 怎么就差点站不稳了 他身体这么虚了 更坚定了他想要 带着老头子去医院的决定 乔思看到廖春霞担忧的眼神 并将刚刚的一幕看在眼内 乔思知道 廖婶子已经怀疑 城市长的不对劲来了 来 进屋坐 廖春霞很快地回过神来 把乔思迎进了屋 你给我劝劝他 我想带着老城到市里 检查一下身体 他这脾气越老越酱 死活不肯去 乔思看向城市长 城市长刚好看到 乔思看过来的眼神 叹了口气 都说在军区医院看过 他死活要带我 再去室里检查一下 我自己身体自己知道 就是以前的旧伤 没什么大问题 知道原因的乔思 神色微微一顿 城市长 我觉得沈子说的对 去看看能让他安心 你自己也心里有数 去看一下也好 乔思虽然不知道 现在的医院 能不能查出来病因 但是万一能了 检查一下没坏处 说不定查出病因后 有治好的可能了 听到乔思这么说 城市长皱眉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也这样说 你们就是瞎操心 廖婶子 我之前学过按摩 对治疗痛很有效果 你看 要不要我帮城市长按摩按摩 张婶子听到这个 马上睁了睁眼睛 惊讶到 你还有这本事 从城市长家出来 乔思走出老远了 还回过头 看向那座院子 现在不治 恶化了就治不好了 这城市长 果然是个脾气匠的 这天晚上 平安回家吃饭的时候 气愤地找到乔思 娘 我发现了一个坏人 看他那气得鼓起来的脸 乔思好笑地伸手捏了脸 平安马上打掉乔思的手 娘 我说认真的 乔思看到平安这样 马上收起了笑容 行 你说 娘听着 看看是那个坏人 得罪了我们平安 这时 赵元明洗完手 也凑上前来 今天有个姨姨 偷偷去找我 说爹和娘最爱元明哥 一点都不喜欢我 他是坏人 乔思听到平安这么说 马上收起笑容来 抬头看着平安 这是不是完结了吗 怎么又来了 记得哪个姨姨说的吗 上次杨主任 才教训了范婶子 这才过去没多久 怎么还有人吃饱 撑着没事做 又撞上来了 记得 新娘子 什么新娘子 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上次的新娘子 凶巴巴的 可讨厌了 新娘子 最近结婚的人 乔思想了想 最后只想到一个人 不知想到了什么 乔思睁了睁眼睛 不会是爱你吧 最近结婚的人 只有爱你 而且平安也见过他 想到这 乔思马上蹲下来 与平安对视着 目光不经意间 对上旁边的赵元明 只见他低头看着脚尖 右手紧紧揪着衣摆 乔思看到他这个样子 马上把赵元明也搂了过来 这敏感的孩子 又想多了 把两个孩子 都搂入怀中 小明别怕 平安说了 他们是坏人 你不要多想 跟你没关系 赵元明这时候 才抬头看向乔思 然后才慢慢清点了点头 无论是谁 以后跟你们说这些话 都是坏人 要回家告诉我 知道吗 平安是个没心眼的 听到乔思的话后 就活蹦乱跳起来了 乔思松开平安 这时他看向赵元明 他仿佛还沉浸在 自己的思绪中 乔思真是狠毒了爱你 这人就像阴沟里的老鼠 对付了一个又来一个 永远都搞些 见不得光的手段 看来有些是不得不做了 这天晚上 乔思搂着两个小家伙 说了好多话 我们是一家人 遇到坏人 我们要一致对外 不能让坏人 破坏我们的感情 知道吗 说完这句话 乔思把目光 看向赵元明这边 小明 你千万不能多想 不然你要是真不高兴了 那坏人就达到 自己的目的了 可不能如了他的愿 知道吗 赵元明抬头 看着乔思的眼睛 委屈到 他们为什么要破坏 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我好喜欢这里 喜欢姨姨 喜欢林叔叔 喜欢平安 乔思闽唇笑了 姨姨也喜欢小明 平安你喜欢元明哥吗 说完 乔思看向一旁的平安 平安听到乔思问他 睁着大大的眼睛 看向乔思 想都没想都说到 喜欢 我最喜欢跟元明哥一起玩了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要相亲相爱的 永远在一起 乔思对平安点了的 大大的赞 真给力啊 赵元明听到平安的话 明显愣住了 若有所思的看向平安 又看看乔思 平安说的对 小明 你要勇敢一点 不管别人说了什么 在一眼里 你和平安都是最好的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乔思马上复合到 过了一会 赵元明似乎想通了 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轻声对乔思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们是一家人 四日早上 乔思再次找到了杨主任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杨主任也特别气愤 第155章 他跑不掉 你放心吧 乔妹子 你放心 这件事我来处理 乔思叫住了杨主任 杨主任 其实上次说 林俊辉害了战友的事 也是艾米找人散布的谣言 这件事孙政伟应该查到了 只是因为影响不好 后来才草草完事 杨主任皱起眉头 还有这种事 这个人看来是惯犯了 不信你可以问孙政伟的 他知道 行 这件事我查一查 如果真是 你说的这样 部队一定会严惩他 他跑不掉 你放心吧 不 杨主任 我有一个办法 乔思看了看四周无人 慢慢靠近杨主任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杨主任听到乔思说的话 我会采取你的建议 乔思放心了 高高兴兴往家的方向走去 到家的时候 李婶子正在和几个女同志 在他家门口说话 乔思好奇凑上去听了一耳朵 城市长小儿媳妇 真这么说 李婶不可思议的惊讶到 还能有假 廖婶子亲口说的 这女人 嘖嘖嘖 一点良心都没有 可不是 白眼狼一个 廖婶子都给他们带了一年孩子 现在就因为城市长身体有问题 回来看看 这样就被骂了 你是不知道 那骂人的语气特别难听 旁边的城市长都听不下去了 直接挂了电话 城市长脾气这么好 都被他气得这样 可见这小儿媳妇 肯定出到城市长的底线了 城市长的小儿子呢 他就这样看着自己媳妇 欺负父母不管 听说这小儿子 特别喜欢他媳妇 什么都听媳妇的 可真不笑啊 城市长发话了 就当这个小儿子白痒了 叫廖婶子 以后都别去了 就该这样 什么玩意 又不见他们家的 当牛做马伺候了一年 已经可以了 要是我 半个月都待不下去 乔思握了握手指 可真是 什么地方都不缺极品 这年代 还有这种是非不分的儿子 要真像他们说的 这小儿子 真不是个东西 乔思不发表言论 别人的事还是少管 他现在身上 还有一件事要做 杨主任在当晚孙政伟回来时 他就马上问了孙政伟 孙政伟倒是 十分大方地承认了 是有这么一件事 这个艾米心术不正 以前就喜欢林俊辉 就怕他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我提醒过林俊辉了 现在你问起 这是咋了 又出事了 杨主任把最近范婶子的事 跟孙政伟说了 又说了前两天 艾米去找平安的事 孙政伟听得皱紧眉头 咋又发生这种事 赵兵儿子才刚安顿下来 啪了一声 孙政伟把手上的文件重重 放到桌子上 这件事必须查 不查个水落石出 事不罢休 孙政伟生气了 赵兵可是他们部队的劣势 怎么能一而再 再而三的伤害劣势遗孤呢 本还想把以前的那件事算了 没想到 艾米居然又开始作妖了 有了孙政伟的加入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艾米此时正在暗处暗暗得意 这几天 看到平安和赵元明 没有再在一起玩耍了 而且 两人在路上碰到 也不多说一句话 看来 他上次跟平安说的话起作用了 平安跟赵兵儿子 果然起隔阂了 很好 这件事成功了 接下来就实施他的另一个计划 这几天 平安和赵元明 按照乔思说的 两人没有再在一起玩 在路上看到 也相互不说话 这天 赵元明正在墙角下 玩着他的小汽车 而平安则在另一边 跟小朋友们在打篮球 赵元明时不时地看向平安 他很想跟平安一起玩 但是也有交代 两人暂时不能在一起玩 这是他们和一玩的游戏 如果他和平安做到了 也会给他们炸肉丸吃 平安为了能吃到好吃的炸肉丸 每天要叮嘱他好几遍 可是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怎么还没结束呢 正在这时 艾米路过街道 看到赵元明一个人在墙角玩 心想 这个是极好的机会 于是 他暗暗看了看四周的人 发现没什么人注意到他 再走到树下 不远处 他脚步一拐 直接往赵元明走去 艾米不知道的是 孙政伟的警卫员 在艾米出现在街道的时候 他就掩藏在赵元明墙角下的另一面墙 而乔斯也隐藏在暗中 当一双黑色皮鞋 出现在赵元明视线范围内时 他疑惑地顺着皮鞋 看向鞋的主人 看到是艾米后 赵元明潜意识地缩了缩身体 靠墙角靠得更近了 几乎是贴着墙角的 艾米对赵元明来说是个生面孔 赵元明现在虽然开朗了不守 但是看到陌生人 还是有点害怕 艾米把他的这个动作看在眼内 嘴角露出一抹阴森的笑容 他蹲下身体 目光注视着赵元明 犹如惊弓之鸟一样的眼睛 笑得更欢了 想不想知道 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艾米这话一出 赵元明马上张开了嘴 惊讶地看向艾米 你爸的死是可以避免的 是有人使记害死了你爸 赵元明的眼睛不由睁大了 不可能我爸是大英雄 他是烈士 他是为了保护百姓才死了 艾米勾唇笑了笑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你是不是傻 看到赵元明不说话 艾米继续说 想不想报仇 赵元明一个劲地摇头 眼里的泪水慢慢聚集起来 我告诉你 你爸就是你林叔叔害死的 他们俩人在出任务的时候 你林叔叔故意不救你爸 所以你爸才惨死的 赵元明原本还挺悲伤的神色 听到艾米说的话后 眼睛轻轻一眨 泪水一瞬间就掉下来了 随之过后 他的脸色慢慢恢复平静 林叔叔才不会害死我爸呢 你走 你是坏人 你是一一说的坏人 我不要跟你待在一起 艾米不可置信地看向赵元明 本来他刚刚已经相信他说的话了 为什么在他说出是林俊辉害死赵兵后 他反而不信了呢 你怎么这么肯定 林叔叔不是害死你爸爸的凶手 第156章 艾米心里无来由地慌了起来 林叔叔为了救我爸爸 差点死了 赵元明愤愤地说道 你是坏人 艾米一听 马上愣住了 这件事 他是怎么知道的 骗你的 小孩子就是容易被人骗 他们为什么领养你 这是因为他心虚 艾米还是不死心 试图说服赵元明 再说 这孩子 怎么这么向着林俊辉 这在他看来并不正常 林俊辉有自己的孩子 他不可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就是林俊辉看在赵兵的份上 能做到对儿子和战友儿子一样好 那乔思不可能能做到 谁都不可能对领养来的孩子 和自己的孩子一样好 坏人 你是坏人 赵元明站了起来 声音也不自觉加大 艾米看到他这样 马上意识到不好 他要是这样大声嚷嚷 不得把附近的人都惊动了 到时被人知道了 那他不就完了 于是他想都没想 上去就伸手 把赵元明的嘴巴捂住了 误误 赵元明被人捂住嘴巴 想说话也说不出来 开始用力挣扎 艾米为了想把赵元明的压制住 力气自然也要加大 正在这时候 旁边突然窜出一个身影 一个飞身 就把艾米扑倒在地 艾米只觉得头翁的一声 身体猛地一痛 接着他就发现 自己身体被人压住了 他意识到不好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 不是 他说林叔叔害死了我爸爸 他是坏人 他说林叔叔的坏话 赵元明从艾米手下挣托后 起身就指着艾米叫了起来 乔思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赵元明的身边 他知道小家伙被吓坏了 虽然现在他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他内心肯定很惶恐 这是乔思第一次看到 赵元明这么激动 这么大声地说话 上次他被李可欣推倒骨折了 都没有这么激动 他马上抬头看去 看到是乔思后 身体才没有这么僵着 刚刚他身体是紧绷着的 姨姨 这人是坏人 我爸爸才不是林叔叔害死的 他诬陷林叔叔 他是坏人 上次林叔叔受表扬我在场的 我听到了 林叔叔还为我爸挡过子弹 他还想骗我 他好坏 乔思摸摸他的头笑了起来 原来小家伙上次的表彰大会 他在 我们小明真聪明 别怕 他诬陷不了你林叔叔 有姨姨在 没事了 听到乔思这么说 赵元明才慢慢恢复平静 乔思摟着他安抚了一会 轻拍他的后背 看到乔思出现后 艾米突然就傻眼了 他看向将他制住的男人 这不是孙政伟的警卫员吗 想到这 艾米心里无来由地慌了起来 这怎么看着不对 放开我 我说我只是跟他说着玩的 阿信可不管艾米怎么说 他此刻把艾米前置住后 就拉着人 要往孙政伟的办公室走去 孙政伟找你 你随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他可是带了任务在身的 刚刚所有的事情 他都听在耳里 看在眼里 他相信他所听 他所看的 松开手 我自己去 艾米开始挣扎起来 阿信是个男人 男人的力气 天生就比女人的大 艾米自然挣脱不了他 这边的动静弄得这么大 很快就被那边在玩的孩子看到了 还有大人也被吸引了注意力 纷纷往这边看来 有些人更是往这里走来 想看看热闹 平安看到娘和元明哥也在 屁颠屁颠地抱着球跑了过来 球被他拿过来了 那些跟他一起 玩球的孩子 也都跑了过来 乔思看到平安要过来 赵元明也没事了 就慢慢松开了赵元明 娘 元明哥 到了跟前 平安叫了人后 他的注意力 就好奇地看向那边的艾米 和阿信俩人 新娘子被抓住了 坏人被抓了 他显得有点高兴 平安 我能玩玩你的球吗 元明早就想玩球了 这回看到平安过来了 马上问道 平安把球顺手就给了赵元明 然后继续看着那边的艾米 和阿信 赵元明很快就玩起球来 玩着玩着 他的脸不自觉地就扬起笑脸 艾米看到这一切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 但是他没有机会看了 阿信很快 把他拉着 往部队的方向走去 等阿信和艾米走后远后 乔思把两个孩子叫了过来 怪不得上辈子的赵元明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极端了 中间肯定也有艾米的手笔 不过乔思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这么容易 就得到了解决 可真是大快人心啊 他不是想挑拨 平安和赵元明的关系 乔思干脆来个将计就计 想看看艾米到底想干嘛 原来人坏起来 真是无下心啊 居然对孩子下手 这件事情 乔思还是不放心 艾米可是书中的女主角 主角光环这个东西太玄乎了 他得亲自盯着才行 不错 你们俩做得很好 今晚我们就吃炸肉丸 乔思把当初的承诺兑现了 耶 太好了 平安高兴的 马上就跳了起来 赵元明看到平安这样 他也高兴的笑了起来 随后又抬头看向乔思 他的眼里 已经没有了愤恨的表情 有的只是高兴 可见 孩子是真的把乔思几人 当成了最轻的人来看待的 是信任他们家的每一个人的 人心换人心 乔思相信这个道理 游戏现在结束了 你们可以自由玩耍了 我还有事 你们俩自己在这玩行吗 行 你要你去忙吧 一一一再见 得到孩子们的应答 乔思就往孙政伟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孙政伟的办公室内 艾米被阿兴拉着走进去了 阿兴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的 说给孙政伟听 艾米听到阿兴说出来的话后 脸色死灰一样 他还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 阿兴怎么刚好就在附近 而且那个角落十分隐秘 他是特意在哪里的 还是凑巧刚好经过 孙政伟 我就是和赵元明说着好玩的 孙政伟冷冷看了一眼艾米 那眼神毫无温度 艾米心下一颤 是不是说着好玩的 等一会你再说 孙政伟对艾米说完后 看向阿兴 乔思他没有跟着来吗 他在安抚两个孩子 应该还要一会 艾米听到这 手紧紧揪着一百 越听越不对劲 没多久 孙政伟的办公室就响起敲门声 敬孙政伟马上硬了 门被推开 乔思看了屋内的人一眼后 就走了进来 进来后 他又顺手把门关上了 艾米咬着牙 死死盯着乔思 眼里的怒火特别明显 孙政伟把艾米的神色看在眼内 这看着一点也不像是说着玩的 看他看乔思的眼神 就知道艾米对乔思的恨意 由爱生恨 这事得不到就想毁掉 孙政伟 孙政伟看向乔思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你想怎么办 我觉得艾米不合适 再待在这里了 他丈夫邓学凯不是调往别的部队了吗 让他去哪里吧 有他丈夫看着 让他再也坐不了腰 乔思打听过了 邓学凯那里环境恶劣 艾米去了那里 绝对会受不住的 比起不痛不痒的惩罚 乔思更喜欢慢慢折磨他 在精神上让他受到重创 书上就说了 他特别喜欢军营里的生活 最后他可是做到了团级干部 最后调往京都军部任职 邓学凯更厉害 有林俊辉升副的扶持 直接任职到了大军区 前途只会越走越顺 彼时 他和邓学凯还遇了两子一女 住进了京都部队 分发给邓学凯的房子 他们一家人的风光 都是偷别人的 可真是无耻 他要逐步逐步 把他们两人 从精神上把他们击溃 艾米听到乔思这么说 马上拼命的摇头 不要 邓学凯那里是高原 而且一年中大半年都是冬天 天气还特别冷 食物稀少 还缺水 之前他就怕邓学凯要把他带走 现在真的要把他调到那里 他会生不如死的 我不要去邓学凯那里 你惩罚我吧 我愿意受到任何惩罚 你别把我送到那里 艾米哭着对孙正伟说 孙正伟静静静地看着艾米 哭得眼泪鼻涕都糊在一起 一点波澜都没有 好 你的提议很好 就按你说的来办 孙正伟自然也知道 邓学凯现在所在的地方 环境条件都特别差 有邓学凯看着 他也不敢再翻起什么风雨 艾米听到孙正伟的话 神色一顿 脸色死灰一样白 他往地上一躺 连滚带爬的爬到孙正伟面前 我不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不过就是和赵元明说了两句玩笑话 你就要这样对我 你就不怕我上报给上面 让他们治你 乔思听到他这么说 冷笑两声 你这是说两句玩笑话吗 之前林军辉受伤的时候 煽动于沈子和无沈子两人闹事 不过无沈子明智没上你的当 但是于沈子却被你利用了 你以为部队不知道这件事 说到这里 乔思再次笑了起来 他们后面又去调查了 证据都指向你 不过那是风波平息下来了 部队想着给你一次机会 就先放过你了 谁知你还是不死心啊 你不敢直接找林军辉 却找到了我 说要和我合作 把林军辉弄出部队 林军辉是我丈夫 我不可能这么干的 我拒绝了你 谁知你还是不死心 前段时间找到平安 想挑拨平安和赵元明的关系 想从他们入手 搞垮我们家 我儿子可不笨 回来就跟我说了这件事 一而再 再而三的 谁受得了 我没办法 把这事跟杨主任说了 然后就找到孙正伟 我们就想来个将计就计 真是不负众望 你居然找到了赵元明 你说只是说两句玩笑话 孩子才多大 你有没有想过 他真当真了吗 你这玩笑 开得可真大 我不知道 我们家哪里得罪你了 让你这么费尽心思 也要对付我们 你这种人 若是再待在部队 我不敢想象 接下来 你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孙正伟听得直皱眉头 之前虽然知道艾米的恶行 但是从乔思嘴中说出来 他更加觉得 艾米的心思恶毒 他应该庆幸 他的丈夫是邓学凯 不然直接让他回家吃自己了 调到邓学凯那边 让他好好反思 认真做人 好好和邓学凯过日子 艾米听到乔思的话后 马上软了身体 呆呆看着这里的人 他知道他完了 是真的完了 我要退伍 他宁愿退伍 也不要去邓学凯那里 乔思马上看向孙正伟 他可不想艾米退伍 他只想折磨他 退伍太便宜他了 这辈子他有了污点 在部队想往上走势不可能了 他现在再也不可能 像书中一样风光 乔思看到他这样 有点担心孙正伟答应他了 到时他退伍 还可能分配到工作 出去后一点事都没有 这样也太便宜他了 孙正伟 他要是退伍了 邓学凯不就和他长期分居了 这样不太好 乔思说 不 我要退伍 我回家 我不去邓学凯那里 孙正伟 艾米眼巴巴看着孙正伟 孙正伟看了乔思一眼 然后再看向艾米 退不了 部队安排 你调到邓学凯那里 下周就走 艾米听到这 还想闹 但是阿信接收到孙正伟的眼神后 马上把艾米拖走了 等艾米走后 孙正伟笑看着乔思 你这女同志 他也没点名 只是笑 不过 乔思这个做法 孙正伟是认同的 退伍了回到家里 还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 若是掉到邓学凯那里 艾米就要受苦了 环境太恶劣 他又是女同志 会更艰难 至于邓学凯 他还是挺看好这个人的 希望邓学凯能管得住艾米 让他们夫妻在一起吧 如了乔思的愿 还能成全邓学凯 他何乐而不为呢 乔思装傻 怎么了 这不是部队的安排吗 孙正伟笑着看向乔思 行了 就是部队的安排 跟你没关系 高兴了吧 当然跟我没关系了 部队明智 让人家小夫妻 能在一起培养感情 多好 乔思收起了笑容 一本正经的说道 同时还不忘表扬部队做得好 第157章 炸肉丸 从孙正伟办公室里出来 乔思的嘴角就没有下去过 讨厌的人都走了 可真是太好了 他哼着歌 从家属院街道上走过 平安和赵元明 看到乔思后 丢下球就跑了过来 娘 姨姨 乔思看着两个孩子 笑着把两人搂入怀里 走 咱回家吃饭 乔思一手一个 抱起他们 就往家的方向走去 娘 球 球还没拿回来呢 赵元明倒是没说话 他盯着乔思的脸 眼里满是依赖 乔思转头看向那边 玩球的小朋友 把俩人放下来 我先回家做饭 你们再玩一会吧 他想起 他今晚要做炸肉丸 时间上可能要久一点 现在回去也没这么快 干脆让他们在这玩一会好了 今天周末放假 明天两人就要上学了 肉丸可以多炸一些放空间里 想吃了 还可以拿出来当灵嘴 平安一下的 就往那边跑过去 赵元明则站在乔思身边 姨姨 我也跟平安去玩了 以后我会带上平安回家的 乔思摸摸他的头 笑着说 行 你也去玩吧 可真是个乖孩子 心系 当哥哥太合格了 乔思回到家 先把黑牙猪的猪肉拿出来 然后把猪肉洗净剁碎 葱 五香粉 味精 搅拌在一起 炸肉丸废油 这也是乔思 为什么没有经常做的原因 等赵元明带着平安到家的时候 老远就闻到家里 传来炸肉丸子的香味了 平安撤开脚丫子 就往家里跑去 赵元明则跟在他身后 乔思刚从厨房出来 就看到平安跑进家门的身影 来 回来的正好 把肉丸送给大宝小宝家 然后再回来吃饭 平安听到 要送肉丸到大宝小宝家 结果往后没走 而是伸出脑袋 往厨房看去 看到灶台上 放着一盆满满的炸肉丸厚材 心满意足地端着碗出了屋 乔思将他的动作看在眼内 不禁摇头失笑 赵元明洗了手 跑到厨房去拿碗 乔思站在他身后 怕他够不到 还刻意帮了他一下 乔思把炸肉丸用碗装了一碗出来 剩下的 被他连同盆一起放到空间去了 并不是他不想给孩子吃 而是这东西吃多了上火 毕竟是炸的 还有中午炖的大骨汤 再加一个鸡蛋炒羊柿子 棒子骨乔思炖了两个 平安和小明正好可以一人一个 骨头里有骨髓 这个又滑又嫩 又很香 孩子都喜欢吃 平安从李沈家回来 看到饭桌上放着的肉丸 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伸头进厨房看了看 发现刚刚还放在灶台上的盆子不见了 他正疑惑着 刚刚不是有很多吗 这回怎么剩下一碗了 他还想着 今天要敞开肚皮吃呢 平安不幸邪 把家里所有地方都找了个遍 还是没有找到 乔思站在旁边 看着平安四周翻找东西 没有拆穿它 平安 快去洗手吃饭 乔思说 娘 炸肉丸 我刚刚不是看到有一大盆的吗 怎么不见了 你放哪里了 乔思指了指桌上的 一本正经的说 不是在这吗 不是 其他呢 那个盆装的呢 自然是放起来了 但是乔思没有告诉平安 你不吃 我一会就吃完了 到时就没有了 乔思说着话 马上加了一个放进碗里 平安看到碗里不多的炸肉丸 再也不纠结盆子里的 不然这碗炸肉丸都没有了 他火速的洗干净手 坐到桌上 专心吃起炸肉丸来 次日 乔思把平安和小明 送去托儿所后 回到家没事做 感觉特别无聊 以前林俊辉在的时候 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孩子不在 林俊辉也出任务去了 这一天中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孩子一走就是一天 中午也不回家吃饭 刚去那段时间 感觉没什么 时间久了 是真的无聊 他无聊的看着天空 寻思着 要不要找个事来做 天天跑去街道 六打野宴了 一帮无事可做的人 天天在聊着 别人的家常理短 有点像村里的老人 坐村口聊个家八卦时一样 他现在才二十多 怎么就过上 老年人的生活了呢 他是不是有点浪费青春了 现在也不用操心 宗门里的事 那是啥都要管 现在只要经营好 自己的小家就行了 白烂的人生 确实很轻松 但是现在 他有两个孩子 孩子还小 虽然林俊辉一个人 就能养活他们家 但是他要一直这样下去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李沈看到 乔思坐门口 静静仰头看着天空 一动不动 他好奇地伸出脑袋 看着乔思 咋的啦 天空有啥好看的 看得这么认真 乔思挣了挣身体 瞅了一眼李沈 李沈 你想不想出去找个事做 李沈想都没想 就回了过来 想啊 哪有不想的 这不是找不到吗 听到李沈这么说 乔思抿着唇 过了好一会 他又问道 我看你每天围着孩子和家转 也乐在其中 李沈晒衣服的动作一顿 我是闲不下来 其实也没什么事 现在孩子大了 比起以前好很多了 家里的事 我要是不做 指望我家男人去做 那是不可能的 虽说现在我男人会搭把手了 但是这大头的一份 一直都是我在做 习惯了 乔思没说话了 又继续仰头看天空 不管哪个时代 女人都是依附着男人过活 这已经成为常态了 乔思不想变成那个依附的人 还是觉得 什么事都没有自己做主的爽 李沈晒完衣服 点起脚看了看乔思院里 看到乔思 还坐在原地看天空 他把木盆放回到屋檐下 来到墙角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突然这么奇怪 乔思看了看李沈 然后又转回视线 人这一辈子这么长 我在想 接下来做点什么好 有啥好想的 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就想着 找份我能做的工作 多挣钱 分担一下家庭开支 不要过得这么紧巴巴的 这就是我想做的 挣钱 大人物 乔思灵光一闪 李沈 大人物是怎么样的 大人物多着呢 不说大的 就说我们部队 城市长和孙政伟 他们这些人 就是做大事的 我一个小妇人 我连想都不敢想 你说的这些都是男人的 有没有女人 也能干大事的 你别说 像我们女人 也是可以做大事的 现在妇女 也能顶半边天了 男人能做的事 女人也一样可以做 我听说原江市的书记 就是女人 那下面一帮子男人 还得要听她的话 可威风了 还有医院 前段时间 不是来了个女医生吗 人家可以和男人 一样做大事 做医生 就是做大事了 不过军区医院 好像没有女医生 她是头一个 女护士 倒是有好几个 乔思目光微微一动 林俊辉生母 好像是京市军区医院的院长 不能再这样摆烂下去了 现在舒服是舒服 但是太无聊了 一眼就能忘到头的生活 没意思 管好小家的同时 她还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她要充实自己 明天就去找份工作做 乔思喜笑颜开地站了起来 深吸一口气 闭上眼睛 感受清风拂面的感觉 怎么了 感觉 你想做了什么决定呀 李沈笑看向乔思 嗯 去找份试做 在家太无聊了 乔思如实说 哎 你想做事还不简单 杨总部长上次 不是还让你到食堂上班 乔思神色一顿 愣住了 去食堂做菜 乔思前一时就想摇头 那得多累啊 要煮大锅饭 还是这么多人的量 她舒服惯了 突然想到 要接手这么大量的工作 思想里 她还是不能接手 有没有能轻松一点的工作 有倒是有 但是人家都不要人了 乔思叹了口气 想找工作 得了解一下 都有些什么工作 那我们部队 都有什么工作可做 李沈也做完事了 看乔思坐在院里 他也进了乔思的院子 乔思给他拿了把椅子 又把瓜子拿出来 轻松的就只有当老师了 不是托儿所 是小学老师 托儿所的老师也嘞 乔思按点头 要是去托儿所工作 他宁愿到食堂上班 一帮孩子 不是这个哭 就是哪个哭 哭的人都头痛 在他看来 托儿所就是给人带娃的 乔思是个没有耐心的人 让他哄这么多孩子 还不如要了他的命 幸好他家两个孩子 都特别懂事 给他省了不少的心 最多岗位就是食堂了 鱼堂也有两个岗位 但是都满人了 人家不走你也去不了 乔思惊讶 咱部队还有鱼堂 他一直都不知道 有的就是东边头那个池堂 圈出来养了鱼 天天吃素也不行 军人平日训练很累的 没有点荤菜不行 乔思皱眉 想吃荤菜 为什么不直接养猪 部队养有猪 但是有量的不能多养 乔思抿了抿唇 不再说话 这国家现在就是这个政策 有点无语 连养个猪都管 不给百姓养猪啥都管 这不是让百姓没活路吗 他是真的搞不懂这个规定 不过他也只是在心里吐槽一下 不敢到处说 听了一圈 乔思才发现 部队能工作的地方是真的多 只是可惜都有人了 部队也在尽量跟附近的工厂 推荐军扫入职 但是就算这样 也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 当然也有些是不想工作的 就像乔思之前一样 看来现在能给他工作的 就只有食堂养总务长那里了 之前他就找过他好几次了 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他 对了 天气快冷了 你要不要给孩子们做两身厚衣服 厚衣服 天气这几天早晚确实有点凉 都十月份了 已经入秋了 要做 长袖衣服我已经做好了 还要给他们做厚的棉衣 等你做好了 能不能把缝纫机借我用用 好啊 这有什么不行的 乔思爽快硬下来了 缝纫机放在哪里也是放着 李沈平日里对他帮助这么多 没理由拒绝 临近中午 李沈要回家煮饭了 他家大宝和小宝 中午要回家吃饭 乔思中午随便吃了点填饱肚子 想起刚刚李沈提起做衣服的事 他一个人躲在房间 整理起空间里的布 还要给孩子做棉衣棉裤 穿里面打底的长衣长裤 乔思已经给每个孩子 做好了两身 想着还有这么多布料 他去翻了翻林俊辉的衣柜 发现他的衣服少得可怜 一件毛衣 还有一身磨损严重的 深蓝色的长衣长裤 最打眼的 就是那件军绿色大衣 好大一件 乔思提起来看了看 他穿着能拖地了 保暖 其他别的衣服就没有了 看来给平安和小明做衣服时 还要给林俊辉做两身 空间里灰色的布料 正好可以给他用了 这布料摸起来柔软 正合适穿在里面 按照林俊辉衣柜里的衣服 再结合乔思记忆里 林俊辉的身形 乔思很快把尺寸定下来了 下午 乔思坐在缝纫机前 埋头做起衣服来 他的动作很快 才好不 半个小时就做好了一身 两身衣服 一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顺带的 他给自己也做了两身 一套浅灰色 一套是桃红色 刚好 一家四口 每人个两套 做好后 他把衣服抛在盆里清洗了一遍 然后把衣服晾晒在屋檐下 看了看时间 是时候要去托儿所接人了 而正在这个时候 林俊辉准备到公安局 看昨晚抓获到的几个歹徒 他抿着唇 冷着脸 高大的 身影掩在昏暗的牢房里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他停在一间封闭性很好的牢房前 牢房外有两个军人把守 看到林俊辉进来后 其中一人马上去开门 从昨晚抓到这五人后 公安局和他们的人轮番上阵 这些人的嘴巴特别紧 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说 要不是对方是歹徒 是无恶不作的坏人 他都要为他们鼓掌 这帮人的团结和忠心 让他们十分头痛 第158章 那女人原来是乔斯 老大 方海涛叫了一声林俊辉 林俊辉看向方海涛 随后轻点了点头 方海涛把位置腾出来 林俊辉走了进去 里面的五个歹徒 用铁链锁在墙上 身上的衣服被人抽得稀巴烂 依稀能看出衣服下的皮肤 已经千疮百孔 林俊辉冷眼看着这几个凶徒 目光冷冽 其中一个男人 在看到林俊辉的相貌后 目光微微一缩 身体差点站不稳 这男人 怎么跟几个月前那女人的儿子 长得这么像 他是那女人的什么人 想到某种可能 男人吓得马上低下头来 上次三个人中 就只有他活了下来 并且被人救了出来 要不是凭日他喜欢巴结人 估计也没命了 幸好他当时的伤势轻很多 不然他就是被救了出来 也活不长久 另外两个兄弟 到现在都没影踪 估计已经凶多吉少了 林俊辉明显感觉到 其中一人的异动 目光马上扫过去 正好看到 他低下头的样子 徐文杰坐在公安局 休息室的长椅子 皱眉看着王志 你说 他们会招吗 会 以老大凶残的程度 没有人能从他手上 站着走出来 徐文杰惊讶到 什么意思 不是让他们供出窝点和计划 怎么就说到 不能站着走出来了 一会你就知道了 刚强徐文杰 搭上张刚强的肩膀 王杰打的哑迷 我听不懂 你知道 老大能让他们 说出接下来的计划吗 张刚强把徐文杰的手抖掉 别勾肩搭背的 你要是这么想知道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倒是想去 老大不让啊 老方跟着去了 我听说这里是老大的老家 你说我们完成任务后 老大会不会带我们 去他老家玩会 老大这几天脸色越来越黑 你还是别往枪口上 撞比较好 任务还没完成呢 我也发现了 是不是你们 谁得罪老大了 那脸黑的都像关公似的 王志站远了张刚强身边 看到徐文杰 也离远了点 这几人是真不懂 还是装傻 到这里都快半个月了 还没完成任务 老大能有好脸色才怪 现在连贼人的窝点都还不知道 昨晚好不容易抓到 几个出来作案的 招了 招了 一个公安激动的 在长廊跑过去 在经过休息室的时候 伸长脑袋 往里面喊了一声 然后就往他们局长的办公室跑去 王志看了看张刚强 两步冲出休息室 往地牢的地方跑去 徐文杰马上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 公安局局长 是个四十几岁的男人 他也是军人出身 听到手下的人说 对方已经招了 目光马上露出一抹赞赏 果然 不负他所望 林俊辉这个后生 果然是个有能力的 怪不得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正团级 前途不可限量啊 他想到自己闺女 目光微微一亮 若是林俊辉能做他女婿 他睡着都能笑醒 徐文杰走到地牢入口 看到歹徒是被人架着出来的 那腿拖在地上 看着都不会走路了 张刚强目光微微一凝 马上看向方海涛 方海涛没说话 跟在林俊辉身后 往审讯室走去 把人架到审讯室做好 林俊辉和公安局局长 从审讯室出来后 徐文杰好奇地跟了上去 方海涛拿着手中记录的笔记 跟在林俊辉身后 徐文杰碰了碰方海涛 压低声音问 老方 老大用了什么办法 那些人这么容易就招了 方海涛凉凉地扫了徐文杰一眼 公安局局长走后 林俊辉脑中闪现 刚刚其中一个凶徒跟他说的话 你是不是那女人的男人 林俊辉冷冷地注视着那个人的时候 那人又说话了 他儿子跟你有八分相似 那女人太凶残了 抱着娃娃 都能轻松把我们兄弟三人打趴下 林俊辉不笨 相反 他的智商比一般人要高 联系之前程师长说的那件事 又结合从上面传下来的消息 此时 他又想起上回平安和他说的话 乔思在火车站上抓坏人 公安局找他合作 很明显 几个月前在火车站教训歹徒的女人 应该是乔思没错了 幸好那人跟他说话的时候 只有他一人在场 要是被别人听到了 肯定会引起怀疑 这件事 既然他不想被别人知道 那他一定要帮他 把这件事捂紧了 林俊辉大踏步往前走去 来到公安局给他们安排的住处 歹徒供出来了 两天后 他们有一批儿童女同志 要运往另一个地方 具体时间 运输方式 对方都一一招了 林俊辉怕事情有诈 他要先派人去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是否属实 然后再实施救人 救人的同时 要把歹徒团伙一网打尽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林俊辉想 安排今晚就派人去核查情况 林俊辉在想方案 战略 楼下的特战队成员 围在一起说话 而被他们围在中间的 正是方海涛 老方 你就说说 老大是怎么让他们 什么都招了的 对 都被打成这样了都不招 老大进去没一会就招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玄乎了 我看他们被人拖出来的时候 脚都站不稳 脸色苍白 神色后怕 看着就像被人摧残的不成样子 方海涛看着这帮八卦的战友 抿着唇 用蛇 用老鼠 没几下就招了 啊 这么简单 不可能 我不信 他们会怕蛇和老鼠 胆子也太小了 这不合常理 那如果把人放在一个小小的铁笼子里 再把蛇和老鼠倒进去呢 哇靠 那不得吓破胆啊 他们几人都安静下来了 老大用的办法 可真是阴险啊 那蛇要是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去了 也怪不得这几人会这么快就招了 这招虽然损 但是有用 怪不得刚刚那些人在搬铁笼子 王志听到这 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在野外看到蛇他不怕 但是如果把人关在一个小小的铁笼子里 倒一堆蛇进去 那真的有可能会升天的 会被吓破胆的 晚饭过后 林俊辉叫上方海涛和张刚强 三人准备晚上悄悄深入歹徒窝点 查看是否真的抓了很多孩子和女同志 再打探一下 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两天后 就准备把人运走 张刚强听到老大叫上了自己 兴奋的同时又有点紧张 林俊辉这个计划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 连公安局的人都没有告知 记住 这次我们只是打探消息 不是正式行动 不要打草惊蛇 如果没有把握要马上撤退 生命安全最重要 收到 收到 两人马上硬了 与林俊辉这里紧张的气氛不同 乔思在家里却显得十分温馨 吃过饭后 平安和赵元明拿出小本子和笔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写着作业 乔思站在他们身边 静静地看着他们 这是他们上托儿所以来 第一次写家庭作业 本子和笔是乔思之前买好的 他扫了一眼赵元明的本子 原来是写阿拉伯数字一和二 一行写一 一行写二 已经快写满一页了 就连平安也安安静静地在认真写 乔思没有打扰他们 坐回到沙发上 准备裁剪做棉衣要用到的布料 现在的孩子都喜欢菌绿色 百货商场上挂着的棉衣款式 也大多以菌绿色为主 现在的百姓十分拥戴军人 连穿的衣服都要和菌装一个颜色 谁家要是有菌绿色的衣服 那是相当神奇的 乔思给两孩子做的棉衣 也用菌绿色的布 这还是他特意托人去买的 没过多久 赵元明就收起本子了 很快 平安也完成了 两人收好书包后 就跑到另一边去玩玩具了 睡觉的时间没到 乔思也没管他们 他把布料 按孩子的尺寸裁剪好 准备第二天再整理棉花 把东西收好 他就找衣服出来 去洗澡 两个孩子已经洗好澡了 从洗澡间出来 乔思想到接下来想找工作的事 觉得 还是要跟两个孩子说一声比较好 他看向两个孩子 走过去 我有事要跟你们说 两个孩子看过来 大大的眼睛盛满了好奇 咦 什么事 这么快就到点睡觉了吗 平安的脑回路 永远只有玩和吃 乔思笑着摇头 你们上学了 你爹 林叔叔 他又出任务去了 我一个人 在家有点无聊 就想找份工作 做做打发一下时间 可以的 依依你要是无聊了 就可以去工作 我可以带平安走路回来的 他们都这么走 赵元明永远都是最懂事的一个 还会为大人分担 平安可就没这么乖巧听话了 你啊 你想找工作上班 但是谁会让你啊 你以前又没去上过班 乔思听到平安这句话后 皱起了眉头 小屁孩真想打他屁股 你娘我好差吗 怎么就没人要 看娘瞪起的眼睛 平安怕被打 马上又说 娘 我不是这个意思 娘你厉害着呢 只是二主说 他娘来这里都两年了 还没找着工作 工作这么难找 你去哪里工作啊 乔思把抬起的手收了回来 原来是这样 先放滚 你也知道娘厉害 娘自然有办法 你看着吧 就不能让小屁孩看清了 好吧 好吧 娘你要是真找着是做了 我和元明哥放学 就自己走路回来 我们班好多人 都是自己走路回家的 乔思听到这 笑了起来 平安虽然现在 看起来疲了点 总的来说 是个活泼懂事的孩子 到点后 乔思就把两人赶到 林俊辉的房间去睡觉了 现在赵元明的手臂已经好了 没有什么大动作 是没什么问题的 两个孩子 让他们睡一个房间就可以了 乔思在他们睡着后 就悄悄回了自己的房间睡觉 次日早上 送两个孩子去托儿所后 乔思把空间里存的棉花拿出来 准备给两孩子 各做一件棉衣 在这期间 艾米的调令批准了 正是下来了 公道出来的时候 艾米表情特别平静 别人问她 她就说 去找丈夫邓学凯 有人相信 自然就有人不相信 那天发生那件事的时候 街道上有人看到了 而且 还有好多的孩子也看到了 这些孩子回到家 都和自己的父母 或多或少的说过这件事 因为那天 艾米是被阿兴拉走的 阿兴的动作并不温柔 乔思有天在路上看到艾米时 看到他那仇视的眼神 心里多了一个心眼 在他还没走之前 乔思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就怕他来个鱼死网破 平安和赵元明还小 真要对他们做出什么来 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人疯狂起来 是一点理智都没有的 乔思不敢赌 所以这几天 乔思先把工作的事先放放 等艾米走了再说 每天上托儿所接送他 都得亲自去 出去玩他也会跟着 哪怕晚点做饭 他也不能让俩孩子 离开他的事先范围内 在乔思跟得这么紧的情况下 艾米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期间 乔思发现 他们家养的兔子 有一只生了小兔子 这是乔思喂兔子的时候 发现的整整四只小兔子 他还眼间的发现 另一只兔子 好像也怀孕了 肚子鼓鼓的 当时乔思带回来养的 就是两母义工 兔子会自己照顾小兔子 乔思给他们的窝打扫了一遍 垫了一层厚厚的草 给他们保暖 再保证食物充足就行 乔思不想在家里养太多兔子 太麻烦了 养兔子 只是因为孩子喜欢才养的 他寻思着 过段时间等小兔子大一点 把大的兔子杀了吃 平安和赵元明得知 兔子生小宝宝了 高兴的从托儿所 就往家的方向跑 乔思跟在身后 跟着往家的方向赶 在路过一处巷子时 他看到艾米 正好从墙角走出来 乔思看到 他双眼冷冷地盯着孩子 瞬间警惕起来 他停下脚步 站定在艾米跟前 我劝你 最好别打他们的主意 不然我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不信你可以试试 说完 乔思一脚 往旁边的一块大石头踢去 大石头硬生裂开 石头旁边的土都被震翻了 艾米原本是不屑一顾的 心想 他都被他害成这样了 最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看乔思这么宝贝两个孩子 就从孩子下手 让他试试失去他们的滋味 可是 当他看到石头的一瞬间 艾米满脸震惊 不可思议地看向乔思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石头一半埋在地里 一半露出地面 少说也有好几百斤 一脚就能轻松踢裂 看他 也不是用了很大的劲 乔思从石头缝中 拿起一块石头 握在手中 威仪用力 慢慢的石头划成灰 慢慢落到地上 不想自讨苦吃 就乖乖服从命令 好好去陪你的丈夫 第159章 兔子生小兔子 艾米张大了嘴 他在部队好几年了 乔思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甚至连部队里的老爷们都做不到 能把石头握成灰 他还没有遇到过 有谁能做到 他是真的被震住了 有这个实力 他就是把孩子弄到手 还来不及做出什么 乔思就已经杀过来了 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所有的不甘兜 只能往肚子里咽下去 他的脸色 像比吃了大便还要难看 看到艾米的表情 乔思知道对方被震住了 目的达到了 乔思心满意足地 往家的方向走去 他不怕艾米把他的是说出来 因为他肯定不会现在说 把他的本领说出去 就是在夸他 他五都来不及 就是去了邓学凯那里 跟邓学凯说起 他也同样不怕 他不认 没人能拿他怎么样 很多事情讲求证据 再说艾米这人的品行不行 他说的 别人未必就会相信他 就是让别人知道了 乔思同样不怕 能露出来给别人看的 他自然想好了对策 还没到家 远远的 乔思就听到 孩子在院子里兴奋的叫声 哇 他们好可爱啊 小兔子在吃奶吗 你快下来 让我上去看看 赵元明心急地说道 因为个子还不够高 他们要站在椅子上 才能看到兔子窝里的情况 平安现在站着的椅子 还是乔思专门给赵元明准备的 一直放在兔子窝边上 兔子是他喂养的 每次拿草和菜叶 都要站在椅子上 才能丢进去 乔思进了院子 看他们再争一把椅子 马上从屋里 拿了另一把椅子出来 然后放在平安旁边的位置 赵元明看到 乔思拿过来的椅子 突然笑起来 谢谢爷 说着 他就站在椅子上 去看小兔子了 哇 好小一只兔子 好可爱啊 乔思伸出脑袋看了看 小兔子正在喝母奶呢 看他们兴趣正浓 不打扰他们了 乔思到厨房 准备做晚饭 乔思正摘着菜 平安突然跑过来 娘 我的小鸡什么时候生小鸡仔啊 小鸡生鸡蛋的 生了鸡蛋后 鸡妈妈孵鸡蛋 小鸡仔仔是从鸡蛋里出来的 平安暗暗点头 他差点忘了 以前老家的鸡 就是生鸡蛋的 那娘 我的小鸡什么时候生鸡蛋啊 这个乔思还真不知道 现在养着的小鸡也没多大 好像没有公鸡 养的都是母鸡 全是母鸡 也孵不出来小鸡仔啊 这鸡蛋要真生出来 就只能吃了 可能还要再等等 应该也快了 平安一脸失落地走开了 乔思把这事记在心里了 想明天问问别人看看 这小鸡到底什么时候生鸡蛋 还有 他是不是还得给平安 整回来一只公鸡啊 晚饭过后 乔思把今天做好的棉服 拿出来给两孩子试穿 平安和赵元明看到 军绿色的棉衣 一下子就欢呼起来 娘 这是你什么时候买的 好好看 还是军绿色的 跟爹的衣服一样 赵元明双眼亮 晶晶的看着平安试穿着棉衣 他自己也抱紧了 怀里的棉衣 这还是 他第一次拥有 这么漂亮的棉衣呢 还是崭新的 以前妈妈给他的棉衣 都是别人穿过的 旧的 不是买的 这是娘给你们做的 喜欢吧 小明你也穿上试试 不合身仪还可以改 乔思看到赵元明 傻笑着看平安穿 自己抱着棉衣 一动不动 不由提醒了他一句 赵元明大大点了点头 展开衣服 就套上身 因为之前有量过尺寸 棉衣又都给做大了 今年穿了 明年还可以穿 乔思帮平安把衣领理了理 认真看了看 让他抬了抬胳膊 又转过身 看了看赵元明身上的 两个孩子做的款式 都是一样的 就只是大小不同 试过后 棉衣都很合身 可以穿两年 乔思把两件棉衣收起来了 等天冷了 再拿出来穿 好了 现在还穿不上 先把他们收起来放好 天气冷了再穿 赵元明不舍地摸着手中的衣服 等乔思走过来食材递给他 今天的平安特别高兴 家里的兔子 不但生了小兔子 他娘还给他做了新衣服 次日到托儿所 他就把家里的兔子 生了小兔子的事 在托儿所班里传开了 又给别人说 他娘给他们 做了新的棉衣 放学时 很多在托儿所上学的孩子 都知道了平安家的兔子 生小兔子的事了 纷纷都说 要来平安家里看小兔子 这事 乔思自然是不知道的 当他去接两个孩子回家的时候 才知道平安做了什么 他们身后跟了一群的小孩子 乔思站在门口 看着一群小萝卜头 围在他家兔子窝边上 看小兔子 一帮小萝卜 叽叽喳喳的 吵得很 乔思已经用小椅子 把兔子窝围了一圈 但是 他还是看得胆战心惊 就怕那个孩子 从椅子上摔下来 这些可都是不大的小屁孩 小学还没上呢 都是六岁以下的 这个时候 乔思才感觉 这个兔子窝 是不是建的有点高了 等最后一个孩子走后 乔思才有空到厨房 准备晚饭 这天过后 乔思发现 时不时的就有人找他 要小兔子来养 乔思也不敢随意答应 把小兔子给别人养 他要跟平安和小明商量过后 才敢做决定 不然到时候 小兔子不见了 孩子不得哭死 这小兔子 还是他们喂养的呢 平安听到乔思说 有人要拿他们的小兔子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不行 我们只有五个 给别人了就没有了 小明也是一脸的不舍 乔思说了好多好话 又跟两个孩子说 他们家的兔子 还会再生小兔子 乔思主要是不想 再家养太多兔子 送人养了 还能换点东西 这样挺好的 两个孩子听到兔子 还会再生小兔子后 才勉强松口说 可以让别人养三只 自己要剩下两只 得到孩子的同意 乔思用三只小兔子 换了一只公鸡回来 小兔子现在还在吃奶 等养大一点才能换走 公鸡到家的时候 平安欢喜地 拉着赵元明看了好久 元明哥 你看公鸡的毛好长 好漂亮 嗯 颜色也好好看 乔思在厨房窗口看出去 他今天也特别高兴 因为艾米今天终于走了 他走得特别匆忙 邓学凯都有接到通知后 一个月后再调走 艾米前前后后 就只有一个星期 主要的是 他属于文工团 没有什么事要交代 再加上赵元明的原因 部队也想早点把人调走 时间久了 他们也怕会出问题 不过 走了就好 以后 乔思终于不用在时刻 再盯着孩子了 他可以适当地放松一下 现在孩子只要不出部队 基本都是安全的 他也放心了很多 再说林军辉这边 他今晚带领着一帮战友 正前往歹徒的老窝 按照计划 一批人埋伏在 歹徒窝点的入口 一批人偷偷潜伏到 关押孩子和女人的地方 准备把他们解救出来 最后一批人负责抓人 第160章 解救 瓮中捉鳖 林军辉带着人 悄悄来到 关押孩子和女人的地方 他躲藏到阴影中 偷偷摸到 其中一个歹徒的身后 看了看四周没人 一个手刀就把人放倒了 人倒下后 林军辉马上把人 拖到树丛中藏好 然后继续往前走 很快 接二连三的歹徒被打晕 到了关押人的房屋 林军辉警惕地看向四周 发现没有异常后 从门口一个歹徒的腰间 摸出一把锁持 很快门就打开了 里面是一帮 三岁到十一二岁左右的孩子 他们目光呆滞 看到林军辉几人后 还往后缩了缩 露出一副害怕的神色 别怕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他们还是一副茫然的表情 快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下半夜 歹徒就要把这些抓来的人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了 这帮歹人特别谨慎 没有在一个窝点 待超过三个月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换地方 今晚他们转移后 以后想再找到他们就难了 你们真是救我们的 其中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 仰着头问道 对 快走吧 一会他们轮班的人来了 想走就难了 男孩看了看身后的人 然后点了点头 转过身看向林军辉说道 行 我跟你们走 听到这话 后面有几个人已经站起来了 有了第一个 很快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跟着大半人都站起来 马上往门口走去 林军辉吩咐战友 把年纪小的抱上一起撤退 当所有人都离开屋子后 林军辉返回来 带着战友 悄悄摸到另外一间房屋 这里也有人把手 关押的是女人 林军辉如法炮制 把人一打晕后 时间不等人 他们下半夜就要撤退了 等把所有人都放出来后 林军辉吩咐王志 安排善后的事宜 他带着人 又悄悄消失在黑暗中 这些歹徒他 一个也不想放过 摸入前面一排房屋 与方海涛会合后 准备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 这些人都是无恶不作的歹徒 林军辉没有手下留情 有些人在睡梦中 就被送去了西天 令林军辉生气的是 房中居然还有女同志在里面 歹徒正在对女同志实施侮辱 林军辉直接一脚 就把趴在女人身上的歹徒 一脚踢开 然后一刀就把这人的命根子废了 在他要叫出来的时候 又一刀割破了他的喉咙 歹徒倒在地上 捂着脖子 睁大眼睛 死不瞑目 林军辉看了看手中的匕首 这还是乔思送他的 确实好用 女同志惊慌失声叫了起来 看到林军辉后 马上从床上爬起来 掩好身上破碎的衣服 然后低着头屋哭了起来 林军辉看了一眼 意不必提的女人 马上把床上的被子丢过去 然后马上转过身去 冷声说 快逃 往山下走 马上跑 女人看到林军辉要走 马上叫了起来 等等我 快踏出门口的林军辉停了下来 站定没动 我还要救其他人 说完 他快不出了屋 头目光头 第一时间被手下人叫醒了 当听到有人杀上来后 他了解到对方人数多 而且站立墙 已经杀了好多他们的人后 他马上决定跑 拉上中心的手下 从事先挖好的地洞里 准备溜走 一行三十几个男人 护送着头目光头 从地洞撤离 林军辉追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人已经走了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觉得奇怪 人不可能在前面走了 不然他的人不是摆上 那么肯定是有什么别的出口 在这附近 他仔细检查过四周 突然发现 床边有几个明显的脚印 一把掀开被子 把床板掀起 赫然有一个洞口 出现在眼前 他用手电筒 往里照了照 里面还有新鲜的脚印 往里走去 显然有人 从这里走了 那个走的人 还有可能是这个团伙的重要人员 林军辉想都没想 拿起枪 跳进了洞口 方海涛看到老大跳了进去 马上示意其他人跟上 他自己 对着对讲机说了一句话后 也跟着跳了进去 洞里一片漆黑 特战队的人都带了手电筒 一瞬间洞里 就亮堂起来了 跟着脚印 一路往前走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前方传来声响 林军辉马上停下了脚步 把手电筒关了 侧耳听了听 发现这些人已经到了出口 他马上摸黑 往前快速追了过去 他丝毫没发现 他的听力比一般人要高了不少 方海涛跟在林军辉身后 侧耳听了好久 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看到老大又继续走后 他也跟着走 光头想都没想到 他从洞里逃出来后 迎接他的不是自由 而是十几个牛高马大的 扛着枪的男人 他瞬间慌了神 手下看到这 马上拿起刀 拼了命地往前 想杀出一条路来 可能是这些歹徒比较忠心 再加上 他们也有两把枪 还真让他们杀出了一条通道 光头马上往前冲 连滚带爬的 往山下冲去 还有几个怕死的 还想往山洞里面跑去 他不知道的是 山洞里也有收割死神的人等着他们 林俊辉正好遇到 往山洞里面跑的歹徒 他没有开枪惊动外面的人 拿着匕首一刀一个 就把这几人解决了 方海涛跟上后 看着地上的几人 目光微微一缩 老大好厉害 等林俊辉从山洞里出来后 听到手下的人说 有几个人跑了 他问了方向 想都没想就跟了上去 离去前他还叮嘱 留了几个活口 去抓起来 配合公安局收尾 说完 他就消失在山林里 方海涛不放心跟了上去